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死 女人露出十分怪异的笑声 然后突然接近我面前 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什么东西贯穿了似的 但仔细触摸 却发现 一切都是正常的 甚至没有任何的不对劲 回头看去 那女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我 和狼狈逃窜的村长 这山路 似乎比起我想象中的 还要危险 但事情都到了这份上 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退后的机会了 我咬紧牙关 只是用着绝望的眼神 看向周围 如果现在逃跑的话 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 活下去的机会 我平静地待在原地 只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随后 我听到前方传来了一阵哀嚎声 不用想 绝对是村长发出来的 可我虽然心里担心 但现在已经无法顾虑到自己的安危了 只见那诡异的村民 速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快 片刻以后 我整个人的身体总算是能够动弹 但是现在一切的情况 根本没办法能够做出改变 我倒吸两口冷气 也只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不断地朝着后方退去 此时 已经变得很不正常的村民 快速接近我的面前 而且几乎让我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逃脱的机会了 就在我认定 我只有死路一条 无法脱身的时候 一个身影迅速出现 然后将这些家伙 全部打趴下了 当我看去时 只见那人 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 不紧不慢的神色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淡定 你要是对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都有意见 我倒也不想插手 可如果你想要破坏眼前这臭小子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说到这儿 那女鬼迅速逼近我 然后用着一双很是愤怒的眼神 看着我 她必须死 必须死 我不懂 为何眼前这只女鬼 对我产生如此大的怨念呢 她已经到了 这时候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退后的机会了 我并不清楚 眼前这个模样奇怪的中年男人 究竟是什么来头 但从目前来看 只有选择相信她 才能让我活下来 所以我顾不得身上的狼狈 然后用着飞快的速度 跑向那中年男人的身旁 喂喂喂 我知道你害怕 但是你也绝对不用这样子 躲在我后面吧 男人满是懒散的话语 让我一时间变得不知所措了 停顿好久 却不知应该如何处理 正思索着 我感觉后背 两意突袭 就在我猛然回头 想要避开的时候 那男人 突然生出了一把奇怪的东西 朝着我身后所在的方向 就直接刺了下去 怨念消散 随着这男人一声怒吓 原本在我身后待着的那只女鬼 瞬间化作了泡影 我瞪大双眼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向他 你杀人了 我问道 本是无心之举 但让我不曾想到的是 听完这话的男人 却突然间 用着很是疑惑的表情 朝我看了一眼 接着 他突然伸出手中长剑 指着我的脖子 你看得到 我愣在原地好久 才跟着点了点头 那男人冷哼了两声 突然靠近我面前 在我几乎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强行 睁开了我的眼 你干嘛 虽然他救了我 但不得不说 他的举动 十分的无礼 有点意思 这家伙撇嘴笑了两声 然后从自己 那已经破得不成样子的背包里 拿出了几张 油黄色的符纸 递给了我 小兄弟 送给你的 我有些疑惑 但还是接了过来 告诉我 是谁给你的阴阳眼 能够让你看到这些脏东西 我待在原地 却并不想回答 倒不是因为不太相信他 只是觉得就算回答了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不说也行 反正我对你没有太大的兴趣 说过之后 那家伙伸了个懒腰 然后朝着前方走去 到了眼前这个点上 我自然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选择跟上他 走了一段路程 那家伙似乎已经注意到了些什么 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然后用着很疑惑的语气问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一时之间紧张 甚至完全不知该如何回应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我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说出了自己内心当中的 真实想法 你一个外人 竟然想知道这些 是不是有些太突然了 我确实没有多管闲事的必要 但刚刚发生的那些事 可是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生死面前 没有人会不想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吧 我开口 啊 你挺有意思的 那男人回头 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有些不太一样 说到这儿 他倒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坐在一旁的石头上 我吗 我是灵山的第十四代弟子 这次下山 主要是奉我师叔的命令 抓到一只千年女鬼 什么 这灵山 究竟是什么地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一百八十一集 我并没选择开口询问 因为对于眼前这家伙 我所能够掌握的线索 几乎为零 而且 我有直觉 就算我开口问了他 也不会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 至于你刚才说的 这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一时间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告诉你 但是 不管是那些村民 还是那只女鬼 你看到的所有东西中 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男人伸了个懒腰 接着说 不可能吧 在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感觉村民们似乎挺热情的 而且 除了那个白色衣服的女人之外 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我在口中小声地说着 那是你以为 在常人眼中 只能够看到那些村民 甚至连女鬼都见不到 而你是特殊的 因为那两者 在各自争取猎物 你成为他们唯一的目标 是这样吗 他们想干嘛 吃了我 这个男人点点头 然后伸手指了指天上的月亮 怎么了 你看这月亮 是不是一半发白呀 我点头 的确如此 哦 是 那就对了 这是阴气最重的时候 那些村民会通过各种方法 将你引到这里 然后生吃了你 什么 可在那些村民死之前 我并没察觉到 有什么异样啊 太荒唐了吧 这种事情 我不理解 那男人 却是一点都不着急 他轻轻伸出手 将我的头 朝另一个方向 扭了过去 我顺着那角度 看了一眼 这才注意到 之前所看到的那些 竟然已经完全变得 不一样了 所以我才会觉得 你有点奇怪 男人说 你明明能够看见那只女鬼 却看不清这里的幻觉 果真是幻觉吗 到了眼前这个点上 我倒是更远相信 这个中年男人了 所以我会比较好奇 究竟是谁赐给你的 半吊子的能力的 说完这话 那家伙竟然毫不客气地笑了起来 虽然他这样无情地否定了 那老头子的心血 我多少觉得有些不公平 但到了眼前这份上 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毕竟光是从眼前的表现来看 这家伙应该比那老头子还要厉害 还有 我有个最想不通的问题 这里阴气很重 哪怕是正常人都能够看出来 并且不敢随意靠近 而你这么瘦弱的臭小子 看上去没有一点本事 竟然还敢来这种地方 他语气中带着些许的谴责 但能够看得出来是并无恶意的 我一时之间待在一旁 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是平静地坐在地上 那是我不愿回忆的事 哪怕他只有一瞬间 有心事啊 对方到这点上 反倒是多出了些许兴趣 你不是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吗 但你在这里打听我的消息 对你来说应该没什么好处吧 我平静地说 你这话说的 我好歹是你的救命恩人啊 再说了 那只千年女鬼 根本就没有半点下落 一时半会儿想要找到对方 也几乎不太可能的事情 听完这话 我一时间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考虑到整件事的特殊性 我也没多想 然后便将之前发生的一切 都告诉了他 本以为这家伙听完后会怎么样呢 却不曾想他只是随意一笑 其实看你脸上这副碎眼 我就已经猜到七八了 好家伙 如果不是因为他救了我的性命 说出眼前这话 很有可能会让我直接拳头问候他 鬼是最不讲究信用的 况且他本身对你就有一定的怨念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能够替你解决这件事情 有这好事 我惊讶地说 当然不可能白帮你了 男人苦笑两声 我替你解决这件事情的同时 你也需要帮我一个忙 这样一来 咱们两人就算抵消了 怎么样啊 那家伙非同小可 或许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如果这时候拒绝他的一片好意 可能就再也没机会了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退路 眼前这点上只能是被迫答应下来 行 成交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 许君浩 你呢 李长青 李长青 这名字听着倒是十分的悠扬 只是眼前这家伙 一副拉里拉遢的模样 实在是跟名字有些格格不入 不知为何 李长青待在这之后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整个人安心了起来 行了 咱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李长青说完眼前这话 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 怎么了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 这个村子在我们没有走出去之前 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 不然的话 等待着你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听他这样说话的语气 我感觉应该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我点头 小心谨慎地跟在他的身后 不知为何 在他说完这话之后 周围的气息突然开始变得有些阴冷 我哆嗦着自己的身体 在周围用着满是紧张的眼神 来回地观察着 虽然并未有任何的收获 但此时的我却依旧是小心谨慎 甚至不允许自己 出现半点差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折腾片刻 李长青突然停下了脚步 用着一双严肃的表情朝另外一侧 看了过去 出来吧 说完这话时 那女鬼又一次露出了真实面目 臭道士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斩妖除魔本就是本道理应做的 没有什么多管闲事一说 你要是不服 可以直接对我来动手 李长青口气中带着些许得意 仿佛就像是在挑衅那只女鬼 哼 我才不会上你的道 这次我要让你死在村子里 走不出去 伴随着诡异的笑声 这周围突然开始变得一片漆黑 我完全丢失了视野 一时间愣在原地 不知该怎么做 李长青 怎么办 我紧张地待在那儿 说话语气也颤抖了起来 不用怕 这只不过是那只女鬼的小伎俩罢了 李长青口中说的话 倒是十分淡定 他用着一双锐利的眼神 在周围不断地观察着 我虽然不懂这家伙 究竟在说些什么 但是却能够十分乖巧地 跟在他的身后 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灵灯之路 说着 李长青是突然将手中的 一张符纸丢了出来 这符纸一时间 竟化作了一盏明灯 这样一来 原本十分漆黑的环境 这时终于变得清晰了 只不过相对奇怪的是 我们现在所走的路 似乎跟之前有着很大的不同 有点不太一样啊 我小心谨慎地 在一旁说了两句 这很正常 没什么稀奇的 那只女鬼用怨念 形成了磁场 所以想要离开这里的话 就只能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我不敢多说 生怕影响这家伙的判断 接下来 我们一路走得是十分小心 可到了正前方 我却突然停下了 因为那儿 竟然是一个 看上去很深的悬崖 如果从这儿掉下去的话 整个人会被摔得粉身碎骨 同样 李长青此刻也变得犹豫不决了 就算他知道这一切可能都是幻觉 但是如此真实的场景在面前 也根本不可能不害怕的 小子 你不怕 李长青回头对着我说了一句 我还未曾反应过来 这家伙便朝着我是狠狠推了一把 那一瞬间 我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的可能 整个人的身体不断地朝着前方倾斜了下去 但就在我认为整个人快要掉下去的时候 却发现 此时站在面前的 竟是一块空地 如果刚才不是幻觉的话 我想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 实在是非常抱歉 刚刚为了测试这里究竟是不是真的 所以只能拿你的性命试试看了 试试看 这家伙是疯了吗 我已经感觉自己整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甚至我想揍这家伙 可仔细一想 毕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就冷静了下来 虽然矫境逃过一劫 但我们并没完全结束 当我朝前方看去时 却发现原本十分清澈的湖底 这时竟然已被鲜血染红了 有点意思 看来这里应该就是 湖景村真正的秘密了 李长青忍不住轻哼两声 然后慢悠悠地朝着前方走去 同时那女鬼出现在我俩的面前 整个人正飘散在这湖面上 到底怎么回事啊 看到如此凄惨的一幕 我整个人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没有猜错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你杀掉的吧 李长青用着质问般的口气 对眼前的女鬼说着 是又如何 一切都跟你的偷盗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女鬼怒吓两声 此时她就像疯了似的 朝着我们身边逼近了过来 我顿感情况不妙 想要后退 但却发现根本做不到 而李长青此刻 却是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 似乎想要静静地 等着那女鬼的攻击 果真 此时的女鬼已经接近了我们 可李长青一点都不急 而是伸出手 强行挡住了这女鬼的攻击 是砰的一声 一股强光射出 我感觉自己眼睛都快要被闪瞎了 够了 你这臭道士 如果不是因为你今天在这里 我早就已经完成自己的野心了 女鬼哀嚎两声 那痛苦的模样 更是让我看着都有些心疼 如果说 这女鬼生前没有经历过非人的对待 是绝对不可能会变得如此可怜的 但李长青根本无暇顾忌 而是迅速拔起自己手中的长剑 然后对着眼前的女鬼胸口 就直接滑了下去 一瞬间 那女鬼身影裂开 满是绝望地看着李长青 然后身体是一点点地消散 我突然感觉有些心疼了 人鬼殊途 不管你之前受过什么样的对待 但是你化作恶鬼就必须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李长青力索地把武器收了回来 然后深吸了两口气 尽管如此 我还是能够看出这家伙眼神里的感伤 也许它并不是我一开始想象中的那么冷酷无情 回过神来 才发现原本十分祥和的村子 这时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片废墟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用木讷的眼神在周围看着 始终想不明白一切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突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83集 我并不想在这事上掺杂太多自己的感情 但眼前发生的一切又是那样的真实 让人觉得实在是可怕 你所经历的都不过是那个女鬼生前所经历的罢了 这时我才明白 那女人本来是无意间来到村子 然后被所谓的好心村民收留了一个晚上 他们告诉那女人 这村子里流传着的奇怪故事 然后将她强行留在了这儿 之后村民们露出了野性 在那个女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挣扎的情况下 将其困在了地下室 在那儿 所有的村民打算让她成为给自己孩子生育的机器 之后 女人因为不答应打算逃走 可就在那些村民追着她的时候 这女人不小心掉在了湖里 然后被淹死了 那些村民为了让事情的发展变得不那么严重 所以打算将这女人的尸体运到身上 开始处理 在这之后 女人由于怨念太重 所以在棺材里化作了厉鬼 并且将整个村子里面的人全部屠杀 而我说的经历正是跟那女人没什么不同 当一切真相浮出水面 那一刻我突然替那女人感到有些惋惜 可惜啊 这女人从屠杀当中得到了快感 所以就连你都不打算放过 李长青叹了口气 这原本是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 可现在 没有办法能够改变了 之后 我跟李长青便打算离开这儿 胡景村的事也就这样结束了 对我来说可能并不算漫长的经历 却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回去路上 李长青突然对我看了一眼 还记得你之前答应过我的条件吗 他在这点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怕是会觉得我可能改变主意 我在原地愣了片刻 然后跟着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并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不 我只是有一个请求罢了 李长青突然停下了脚步 千年女鬼虽然就在附近 但按照现在的进程 想要找到她的话 怕是需要一点时间 而我除了灵山以外 并没有任何熟人 现在身无分文 所以 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 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我大概明白了 那你就先去我那住一段时间吧 李长青听完这话 终于是松了口气 只不过你这一身打扮 实在是太看不过去了 带着这家伙回到家中之后 我便让他冲了个澡 换上一身 还算比较得体的衣服 之后便打算将这些衣服 直接扔了 不行 这个必须留着 李长青说话的语气如此固执 并且他保证会将这些衣服 给洗干净的 听后 我也没有斤斤计较 处理完这一切 我便打算 跟他签订合同 这是什么 当他看到我手中 拿着的一堆文件之后 脸上的表情 更是带着些许的疑惑 为了确保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所以我必须要跟你签订这份合同 你可以大概看 眼镜上面的内容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写下你的名字吧 李长青有些疑惑的 在那愣了片刻 然后上下的扫了一眼 你是认真的 他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愤怒 说话的语气都不对劲了 当然 你觉得这个时候 我会跟你开玩笑吗 行 看在你收留我的份上 也就不跟你斤斤计较了 他咬着牙 用着很愤怒的语气 说了两句 然后匆匆地留下自己的性命 看着这一切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看来自己最担心的情况 终于是得到了缓解 行了 没问题了 我得意地笑了两声 然后拍了拍手 之后便将这核桃放回了桌子上 李长青已经开始在周围观察了起来 不对劲呢 他紧锁眉头 表情变得有些严肃 什么不对劲啊 你的家中存在着很强的怨念 貌似有一个想要害你的东西 一直在你的身边 他说的八成是关尼月 就目前情况来看 关尼月的确是个很特殊的家伙 如果让他知道的话 多少会有些不太好 你想多了 见我说话语气平缓 那家伙也没多嘴 只是用着一双平静的眼神 在那看着我 你的事 我的确没有必要插手 但我必须要警告你一句 这件事情可能比较严重 你自己最好多加小心 说完这话之后 那家伙仿佛是困意袭来 在伸了个懒腰之后 便直接靠在沙发上 睡了过去 可是他说的那些话 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关尼月真的会害我吗 李长青这家伙的实力 我是亲眼目睹的 绝对不是简单说说 可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关尼月跟我之间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矛盾 虽然很是疑惑 但我也并没有花费 太多的时间在这事上 不久我也感到有些疲惫 从房间里拿出了一条被子 盖在那家伙身上之后 自己也回房间里睡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184集 也不知究竟过了多久 当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了 睁开朦胧的双眼 此时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看不清 但是那种强烈的窒息感 还有如此真实的回音 听着更是十分的熟悉 我努力地想要撑开眼前的身体 但是却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 救命 我的嗓子没办法发出声音 此时 一个十分庞大 且看不清楚的黑影 突然间在我的身上不断地游走 那种感觉 已经让我整个人濒临崩溃了 接着 我的脖子 仿佛像是被什么东西在那拼命地舔着 骚扬感和窒息感同时传了过来 我几乎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很不对劲 破 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 之后我便感觉自己的身体又可以动弹了 我揉了揉眼才发现 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李长青 那家伙一双表情变得很是严肃 跟他对视的那一瞬 我竟感到了些许的恐惧 整个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挪了两步 别乱动 你现在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 他用着很是冷漠的语气说着 自然 到了这个点上 我不敢有任何的想法 只是平静地待在一旁 用一双同情般的眼神看向他 谢谢 我用着十分虚弱的语气在那说着 李长青倒是十分淡定 在对着我苦笑两声之后 便慢悠悠地坐在床头的位置 一双眼睛平静地看着我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做 他突然开口 在面对这个问题时 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愣在原地好长时间 却都不知该如何回应 不清楚 但是多待一天 只会让我更加有危险 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 却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听完这句话 此时的李长青也是明白了什么 在那跟着点头之后 什么话都没多说 确实 如果再这样拖下去 只会让你变得更加危险 他并不是在安慰我 而是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实在是太诡异了 我咳嗽两声 却也只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片刻之后 一切回归平静 这时 李长青突然站了起来 只是跟之前不同的事 这时候他的表情 似乎变得有些奇怪 我有个办法 能够让你尽快摆脱这件事情 听他说话的语气 看上去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我愣在原地片刻 却又不知该如何回应 此刻 他突然转移到我面前 然后拿出了手中的灵挡 招魂 那是什么 他是灵山传人 所以懂的东西很多 从他那副表情中 我隐约能够感觉到 整件事情并不简单 于是我跟着沉默片刻 然后用着一双 很是严肃的眼神 盯着那家伙 具体该怎么做 我想了一会儿 然后用着很认真的语气 在那继续问着 很简单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到这个点上了 我自然对这家伙 没有任何的怀疑 见我点头 此时李长青终于是松了口气 然后他不知从哪儿 掏出了一根毛笔 在我手臂上点了两下 这是什么 看着手臂上留下的红色墨水印记 我表情中带着一丝的疑惑 然后我问道 别紧张 这不过是负责用来招魂的印记 听他这么一说 我倒是逐渐放松了 一双眼睛当中 同样带着些许的激动 对了 接下来我恐怕得带你去个空旷的地方 咱们需要举行仪式 半小时之后 我和李长青出现在了阳台上 这接近三十层的高度 光是看着 就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恐惧 我哆嗦了两下 然后立刻将身体缩了回来 用着很是紧张的表情看向他 坐下 咱们只需要等到太阳落山 就可以进行了 什么 这现在才是中午 这家伙竟然打算让我待在这儿 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这也太早了吧 我抱怨了两句 看着他 李长青拖着下巴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我本以为他会纠结怎么去做 但没想到 此时他却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 对 的确太早了 说着 他的肚子响起了一阵咕咕的声响 然后用着尴尬的表情 在那儿看着我 没办法 我只能带着他去附近的餐馆 随便应付了一顿 之后便急匆匆地打算离开这儿 刚吃过饭 李长青的一双眼睛 是紧紧地盯着正前方的马路 他一动不动 那严肃的表情倒是让我感到奇怪 干嘛 我推了推他 跟着开口 那个女人要死了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还未曾反应过来 只见原本还在马路上行走的那女人身边 突然冲出了一辆失控的汽车 那汽车速度飞快 直接朝着那女人身上就压了过去 砰的一声 随着汽车撞在一旁的电线杆上 这次交通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而李长青 那家伙竟然提前预判了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185集 我愣在原地 竟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知道他会死 为什么不过去阻止 我问 生死有命 我只负责抓鬼 这种事我不能 可就在李长青说完这话的同时 他突然捂着自己的胸口 然后身体半跪在地上 表情非常的痛苦 我有些紧张起来 迅速去扶他的身体 你没事吧 看到如此扭曲的表情 我似乎能够体会到他心中的疼痛 没事 刚才泄露了天机 所以才会这样 虽然我听得莫名其妙 但是这家伙应该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行了 赶紧回去吧 之后 我跟着李长青再次来到了之前的那个阳台 好在 这阳台相对比较破旧 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 李长青突然盯着我 看了一眼 然后将我手腕伸出 见上面的红色印记还在 他倒是松了口气 看上去一副比我还要急的样子 这个东西有什么效果 我平静地待在一旁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问 现在不能告诉你 但你必须记住一点 这印记绝对不能消失 不然的话 你也会跟着没命 好家伙 说出这么恐怖的话 倒是让我更加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我的身体哆嗦了两下 然后在一旁跟着点头 帮我个忙 将这些茶杯全部摆好 四个边角的位置都需要留下 话说完 李长青将四个茶杯突然间扔给了我 好在我反应迅速 才没有让茶杯摔在地上 你就不能直接递给我吗 我忍不住抱怨两句 但还是乖乖地去做了 处理完这一切之后 我看了一下时间 此刻才下午两点 不知为何 到了这个点上 我总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妙 但是却又说不出这种微妙的感觉 行了 不用担心了 李长青说完这话之后 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我多少有些吃惊 但此时却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是乖乖地站在一旁 之后便是一段漫长的等待 我也不清楚究竟过去了多久 但我靠在墙边打了个盹之后 也算是醒了过来 此刻天色已经变得有些阴沉了 你醒得还挺及时 李长青那家伙突然在旁边对我说 这句话听得我十分疑惑 但是却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我愣了片刻 然后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 可刚一起身 我就感觉自己背后一股良意 正在此时 李长青却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对于这家伙 我倒是并没有那么多的恐惧 只是感觉他的举动有些奇怪 就在我准备开口询问的时候 却不曾想 那家伙竟然对着我的后背 狠狠地就拍了下去 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了 随后等待着自己的 便是一片黑暗 这样的状态 不知道究竟持续了多久 当我再次睁开眼 朝周围看去时 却发现 竟然是一片的漆黑 怎么回事 我用着激动的语气 在周围喊了两声 但是周围没有任何的回应 此刻 我感到情况不妙了 身体不断地哆嗦着 甚至完全不知道 该如何去做 徐军昊 一阵严肃的声音 突然从我身后传了过来 我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然后朝着回头的方向看了过去 却发现 廖阳那家伙正用着一副 十分平静的眼神 在那盯着我 这一瞬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的内心 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没有想到啊 上次在村子里让你侥幸逃脱 廖阳那副病态的模样 更是让我觉得恐怖 但现在这时 我甚至完全不知 应该如何去做了 我本能地朝后退了两步 一双眼是紧紧地盯着他 你为什么要害我 对于这问题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可这时候 廖阳那家伙 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 更是变得恐怖 天真的臭小子 这一切你永远 都不会知道答案 哪怕是 瀕临死亡的瞬间 一时间 我尴尬地待在原地了 整个人的表情紧张 甚至完全不知 应该怎么去做 由于情况特殊 我只能选择不断地后退 然后用着一双 非常严肃的表情 在那死死地盯着他不放 行了 既然上次让你侥幸逃过一命 那么现在 你就给我乖乖去死吧 说到这儿 那家伙突然朝着我身边 冲了过来 那速度飞快 几乎让我根本没反应的机会 我感觉身体是一阵哆嗦 刚想要在这时候退后 那家伙生出一对獠牙 却已经朝着我身边 逼近了过来 那速度飞快 并且让人几乎没有 任何反应的可能 此时 我狼狈地朝后方退了两步 刚想要出手时 却发现 自己的身体 已经被完全控制住 而且根本无法动弹 我奋力地想要挣扎 摆脱眼前这个 让人绝望的时刻 但这一切 根本做不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186集 就在我认定 自己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 一个身影 突然间是冲上了前 那家伙不是别人 正是 李长青 他举起自己手中的符纸 将眼前撂扬 整个身体完全封锁住了 别挣扎了 你不可能做到的 李长青此刻表情愤怒 一双眼 死死地盯着那家伙 廖阳似乎心里有些不服啊 在那儿不断地哀嚎 努力地 想要挣脱眼前的束缚 但根本 无济于事 几个回合之后 那家伙终于是精疲力尽 无力地 瘫倒在了地上 你这恶念太强 根本不可能让你继续留着 说完眼前这话 李长青 缓步上前 一双眼睛紧盯着廖阳 到了这时候了 就算李长青 利用手中的武器 将这家伙刺穿 我也绝对不会怎样 李长青 却没像之前那般果断 而是慢悠悠地 拿着武器逼近 此时 他已经举起陶木剑 对准廖阳身边 就刺了下去 一阵诡异的声响发出 我跟李长青 都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一道黑影 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此刻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 反应的机会了 都被眼前这黑影 直接打趴在了地上 之后 出现了一个 模样十分奇怪的家伙 纳木法师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 这家伙 竟会凭空出现 李长青捂着胸口 满是淡定地 跟着笑了两声 臭小子 别坏我好事 说着 纳木法师突然抬手 然后 瞬间就消失了 一同带走的 还有廖阳 做了这么多 结果 只是功亏一篑 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 的确是无法接受 我无奈地待在一旁 你认识他 李长青用着一副 很是奇怪的语气 对我说 我点头 然后将之前的经历 告诉了他 李长青听完之后 却只是苦笑两声 将手中的桃木剑 直接扔在了地上 这些万语的法师 没一个是好东西 他们研究妖术 就是为了壮大 自己的野心 既然这样 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平白无故地 牵扯到我身上来呢 或许是看出了 我心里的疑惑 此时李长青说 你只是运气不好 恰巧撞上了 这件事情罢了 他跟你不会有 任何其他想法 真是很不公平 也难怪 刚才李长青 一直没有着急出手 原来是因为这个 我刚才受了点伤 怕失去 得好好休息了 看到他这么痛苦 我也能感觉到 一切并不简单 片刻之后 便将他整个人身体扶起 然后送回了家里 客厅里 李长青盘腿坐在地上 然后闭目养神 至于他究竟在做什么 我不太清楚 但是从他此时的表现来看 应该并不简单 我没多想 只是平静地待在那 并不打算插手 很快 外面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我并不清楚 眼前都这个点了 究竟还会有谁来找我 就在我打开门时 关尼月正守在门口 见到他的一瞬间 我的身体是一阵哆嗦 然后迅速地将门关上了 不行 如果让他见到李长青 那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我不希望看到的事 终究还是不能发生 所以这点上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可门外 敲门的声响反倒是变得更加剧烈了 许君浩 你在做什么 听到关尼月如此谴责的语气 我紧张了起来 回头看去 李长青那家伙似乎已经睡着了 盘腿坐在原来的位置是一动不动的 想到这之后 我总算是勉强松了口气 然后才将门给打开了 我做了一个让人小声的动作 这是在你家 你这么神神叨叨的 你要干嘛 关尼月并没理会我 而是用着十分严肃的语气问 我见情况有些不妙 只能选择把门关上 然后跟着他一同来到了外面 有什么事情 现在说吧 我开口 关尼月此事心中还是有些疑惑 一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藏人了 他突然开口 我听到这话 整个人的身体跟着哆嗦了起来 一时之间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那种微妙的感觉 着实会让我有些紧张 甚至有种被捉奸当场的感觉 行了 我对你的私生活没有太大兴趣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这样刻意地隐瞒着我 从关尼月这说话的语气来看 他似乎已经认定我这么做了 算了 反正到时候解释起来也十分的困难 倒不如就这么顺着眼前他的意思 处理起来也不会有那么难了 关于廖阳的事情 我找到了一些线索 关尼月突然变得严肃 一双眼直勾勾地对着我说 什么线索 想到之前发生的事 我开始变得更为疑惑了 十分期待这女人能给我带来一些有价值的消息 她的尸体上留下了很多奇怪的年夜 而且那些年夜之前 就在我们发生事情的那个村子里 什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 远方 第187集 我记得这个线索之前已经有过一些了解 可如果事情本身真是这样的话 那的确挺让人紧张的 至于要不要去那里调查 就得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关尼月的一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似乎在等待着我接下来的回答 我平静地待在原地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 都不知该如何去做 毕竟 在这个点上 我不会有任何退后的机会了 其实我 我开始变得犹豫 心中在想 究竟要不要跟这女人透露 我之前了解到的事呢 见我的表情疑惑 此刻 关尼月似乎察觉了什么 用这一双很是奇怪的表情 在哪儿看着我 有什么想说的就尽管开口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在这里给你浪费 听到这儿 我终于是松了口气 你人呢 这时 大门被突然打开了 李长青那家伙 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出现在我俩的面前 李长青不是傻子 一下子就嗅到这女人身上 不一样的气味 果然 在确定这情况之后 李长青是毫不犹豫地 拔出手中的桃木剑 然后指着关尼月 而关尼月 却依旧平静地待在原地 甚至 没表现出半点恐惧 恶鬼 受死 见他马上就要出手 我立刻拦在两人中间 李长青 别这么做 我表情无奈 只想告诉这家伙 自己对整件事 没有任何的恶意 见我待在原地 李长青愣了片刻之后 还是将手中的桃木剑 收了回去 你跟一只鬼谈恋爱 不是 关尼月 用着十分坚决的语气否定 我跟他只是合作关系罢了 荒唐 人还能够跟鬼合作 李长青说完这话之后 便将我强行拽到他身边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 关尼月不放 我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人完全处于对立面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缓和的机会 徐军昊 你太天真了 完全有可能会被眼前这只女鬼迷惑 说着 李长青直接出手 他的实力 我是亲眼所见的 所以能够明白 关尼月 现在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尴尬地位 只是这时候 关尼月 十分利索地躲开了攻击 然后一双眼 直勾勾地看着对方 有话就不能好好商量吗 况且我对那个男人没有任何恶意 少来 别骗我 李长青并不打算放过他 而且每次出手的动作都是十分的果断 出于对眼前情况的判断 我再也没办法能够按耐得住了 我倒吸两口冷气 然后强行抓住了李长青 许军昊 你干什么 抱歉 只能够先委屈你了 说完这句 我最不想说的话后 我终于是成功地将李长青绑住了 将他安置在了一旁 哎呀 愚蠢呢 你被这只女鬼迷惑了 连我都不相信了吗 看着李长青那十分迫切的样子 我倒是觉得有些愧疚 只是 关尼玥这女人 却冷笑两声 之后 慢慢地接近她 真是遗憾 我还想直接将她一口给吃掉呢 折腾几个回合之后 李长青 似乎放弃了抵抗了 只是用着愤怒的眼神 看着我俩 你是说 这件事情 跟纳木法师存在关系 关尼玥 听完我之前所说的那些话之后 整个人 也开始变得有些疑惑 我点头 看了我们得先一步 去往村子 如果无法找到那年夜的话 只怕事情会更加地糟糕 关尼玥 应付完眼前这句话之后 回头 看了一眼李长青 还有 怕她放了 你就不担心她会对你下手 我问 如果她觉得我还不值得信任 就算下手我也不会多说什么 关尼玥表情冷漠 但是这句话 却极具分量 对此 我只能听关尼玥说的 将身边的李长青松开了 要动手的话 就果断一点 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关尼玥一双眼 直勾勾地看着她 说话的口气 倒是十分的平静 此时 李长青怒吓两声 竟然真的要拿起 自己手中的武器 逼近关尼玥面前了 但是 就在她快要刺进 关尼玥胸口的时候 却突然 停下了动作 唉 算了 她叹了口气 然后 跪在了地上 师叔 是我长青破了规矩 今天我给您磕两个想头 说着 那家伙 竟然真的将脑袋 朝地面上砸了一下 虽然不是特别狠 但这个动作 确实让我们吓了一跳 没必要啊 我急忙上前 拉住这家伙 所以 你去不去村子 关尼玥双手并拢 用着很随性的语气 对李长青问 去 当然去 李长青语气坚决 那眼神 仿佛在告诉我们 谁 也改变不了 她的想法 随后 我跟关尼玥 还有李长青三人 便来到了这个村子 即便之前来过多次了 可这里 依旧透着阴森的感觉 让我不舒服 折腾很久 我们三人 总算是来到之前 撂阳掉下去的地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188集 之前我来过一次 没有任何的收获 所以这次 我们更为小心谨慎 绝不能忽略任何的线索 李长青倒是十分果断 他犹豫片刻之后 便从手中 拿出一张符纸 随即将其点燃 摆在空中 引路 说着 那符纸竟然在一时之间 用着飞快的速度 朝着前方飞了过去 赶紧跟上 李长青回头 对我两人说 事已至此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片刻之后 我们气喘吁吁地 追到了目的地 这时 符纸在空中 是突然消散 变成了一片灰烬 辛苦了 李长青口中说了两句 然后将手合上 应该就在附近了 你这么确定 关尼悦此时 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眼前这男人 之后便用着 很是疑惑的语气 问 对此 李长青的脸上 透着些许惊讶 在那犹豫片刻之后 才跟着开口 放心 我李长青向来 不会跟你们 都已经保证了 那就绝对 不会出任何问题 听他这样的语气 我倒是没什么好说的 犹豫片刻之后 便跟着点了点头 最起码 这家伙替我们解决了 寻找时的压力 来回观察好几眼 却始终没发现 任何有用的东西 就在我已经开始 变得有些焦躁的时候 此时 关尼悦 突然间用着 激动的语气 在那说 找到了 我们几人愣在原地 一时之间 却也不再多想 在那折腾片刻之后 便用着飞快的速度 直接跟着上前 此时 一切看上去 似乎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这里 好像是一个洞口 虽然不太清楚 里面究竟 会有什么东西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就必须要进去 说着 观尼悦 用着一副 很不确定的眼神 看向我 对此 我也不知 应该怎么去做 在那犹豫片刻 却也只能平静地 待在原地 总有人要去的 咱们可不能 在这浪费时间了 眼前 李长青 突然咳嗽了两声 见他表情 如此淡定 我倒是感觉 他应该会打算 直接进去的 看你这么激动的样子 要不直接进去看看吧 关尼悦说完这话 突然间 冷笑了两声 对此 李长青 反倒是变得 有些疑惑 在那用着一副 很奇怪的眼神 看着周围 不 我只是觉得 有个人 必须要做出牺牲罢了 但那个人 绝对不会失望 看他那副样子 大概率 是不会这么做了 可明明都到这份上了 却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犹豫片刻之后 我只能选择 深吸两口气 然后继续朝着前面 走了过去 关尼悦此时 突然间抓住了我 当我以为 这女人会为此 做出牺牲的时候 她却是用着一副 很是平静的语气 在那说着 如果出了事情 尽量将声音 喊得大一点 什么 当我听到这话的同时 整个人的内心 当然是无奈的 可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纠结片刻之后 我只能是强行 让自己冷静下来 继续顺着前方走去 刚开始 一切都十分的正常 可随着我不断的深入 发现周围的环境 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此时 那难闻的恶臭味 开始不断地骚扰我的鼻子 我的天哪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光是闻着 就让人感觉十分恶心 这时 身旁的李长青 也开始忍不住 在那抱怨了起来 但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不过 关尼月 由于身体特殊 所以 对于眼前的情况 她是没问题的 还是我来吧 关尼月说完这话 回头 朝着我们看了一眼 然后慢悠悠地 朝着前方过去了 对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一切 或许没那么简单 此时 我只能很被动地 跟在她身后 也强行让自己 慢慢冷静下来 这恶臭 开始变得越来越浓烈了 甚至让我整个人 都快要撑不住了 就在我内心想要作呕 想要直接离开这地方时 却突然注意到了 情况的不对劲 看这里 说完眼前这句话时 关尼月 伸手指了指正前方 我愣了片刻 然后朝着那个方向 直接看了过去 这才注意到 那十分恶心 却让人感到恐怖的东西 注意到眼前的情况 我整个人本能地 后退了两步 此时的面色 更是紧张无比 别过去 现在的情况 比我们想象当中的 还要复杂 说完眼前这话 面前的关尼月 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我愣在原地片刻 纠结一段时间之后 却也只是 让自己强行冷静了下来 目前看来 所有事情的情况 的确很不简单 之前我们注意到的 那些恶臭 应该就是跟这东西 存在着很大的关联 关尼月 说完眼前这句话之后 整个人的表情 变得平静了 对此 我们也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但到了眼前这份上 却完全不知 应该如何去做 瞧给我 李长青说完这话 突然上前 然后使出一股蛮力 将眼前这怪物身上 直接刺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89集 随着一阵强烈的爆炸 我们三人顿感不妙 然后赶紧趁着这机会 逃离到了一旁 可尽管如此 些许腥臭的血液 还是溅到了我们的身上 原本这儿的味道 就十分的令人作呕 到了眼前这份上 我差点没忍住 直接就要吐出来了 折腾片刻 我只能捏着鼻子 慢悠悠地 从这个让我感到崩溃的地方走了出来 片刻后 我松了口气 感觉整个人舒缓了不少 没事吧 关尼玥突然用着很是温柔的语气 对我说了一句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应 纠结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你们倒是没事 如果不是我出手的话 李长青是一脸委屈 当我们回头看去时 却发现 这家伙身上更是糟糕 看到他那副狼狈样子 我俩人是直接没忍住 就笑了起来 李长青心里虽然气愤 但却并未持续很久 行了 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那咱们应该可以离开了吧 我用着一副很认真的语气说着 但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觉情况有些不妙 回头看去 感觉自己整个人似乎变得不太对劲 果然 此时 一个奇怪的身影 在我面前来回地移动 并且速度飞快 你注意到了 李长青用着非常严肃的表情对我问 我自然没撒谎 在那儿犹豫片刻之后 才跟着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此刻的李长青脸上更是一副严肃的表情 一双眼紧盯着周围 虽然没有着急出手 但是从他的举动来看 一切好像并不简单 那影子在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反应过来的前提之下 突然间冲到我们面前 如此猙獰的面孔 让我一时间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整个人的身体随之颤抖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你没事吧 关妮月来到我面前 然后用着一副很严肃的语气在那儿问 遇到这样的情况 常人很难没事的 可即便受到了些许伤害 对我来讲 似乎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 我跟着深吸两口冷气 表示自己身上并无大碍 同一时刻 李长青跟那只恶鬼已经纠缠在了一起 虽然并不明白他们两人之间的实力 究竟存在多大的差距 但眼前的情况来看 一切好像并不简单 这恶鬼出手动作十分迅速 并且已经到了让人觉得非常可怕的地步 荒唐 就只有这点本事吗 李长青此刻忍不住笑了两声 之后 十分果断地跟着出手 那恶鬼 虽然依旧十分嚣张 可是在真正面对李长青 这果断的出手方式时 却根本没有任何的胜算 很快 李长青就凭借自身强大的能力 将眼前这恶鬼直接锁住了 哼 这次看你怎么动 李长青得意地笑了两声 然后慢悠悠地接近这只恶鬼 他的实力的确非同小可 眼前这只恶鬼在他面前 几乎没有任何抗衡的机会了 不过 任何情况都会有意外 恶鬼身上的怨念 正在一丁一点地消散 并且模样看上去十分的凄惨 像你这作恶多端的家伙 自然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今天我就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残忍 李长青索性拿出自己手中的武器 然后快速接近这怪物面前 本以为一切顺利 那怪物几乎找不出对抗的理由 但不曾想到的是 恶鬼此刻竟然瞬间消失了 李长青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一时之间愣在了原地 竟不知该做些什么 太荒唐了 他口中埋怨两句 只是想要出手 但却发现一切根本没那么简单 小心 关尼月突然在背后跟着说 李长青此时已经反应过来了 但朝着背后的方向看去时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能动弹了 哎呀 糟糕 我竟然会如此大意 被眼前这只恶鬼给耍了 他多少还是能够明白自己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 我跟关尼月自然不能看到他 就这样陷入了危险当中 于是便准备 于是便准备直接出手过去帮忙 可不曾想的是 这时我们的身体竟然也格外的僵硬 而且无法动弹 哎呀 可恶 看来恶鬼早从一开始就已经预料好了一切 李长青脸上表情愤怒 意识到情况严重的他 此时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对此 我们只能尴尬地待在原地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 这恶鬼 肆无忌惮地在李长青身上不断地游走 但此时的动作 看上去 却带着些许的暧昧 这是在干什么 我变得无法理解 在那用着十分激动的语气跟着说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鬼 怕是在吸收他的灵力 关尼岳说到这儿 此时的表情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不就意味着 事情更难以处理了吗 李长青这人 虽然跟我认识时间不久 但那家伙的性命 如果就白白交代了 那多少还是有些不公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这儿 我奋力想要上前 但此时我的身体即便是挪动一步 都变得十分的艰难 甚至根本就做不到 别挣扎了 这样只会白白浪费你的体力 而且无法起到任何关键作用 关尼岳说话语气平静 但眼神中更多的还是无奈 该怎么办 我想那家伙应该有办法能够解决 关尼岳对李长青竟然会如此的信任 难不成他真的觉得这家伙本身实力就非同小可吗 现在李长青连他自己的身体都无法动弹 完全处于尴尬的地步 甚至不知该如何去做 我倒是想要知道 你这家伙究竟还打算吸收多久 李长青此刻的表情突然产生了变化 脸上更多的竟然是愤怒 当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劲时 却发现那家伙突然生出了一股蛮力 竟然将眼前这只恶鬼直接弹开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绝对不会相信事情竟会变成这样 那一瞬间 关尼岳却跟着笑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中更是来自于对那家伙的肯定 看来你说得真是没错 我忍不住深吸两口气 然后用这些许平静的语气跟着说 那家伙只不过是在一直隐瞒自己的实力罢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 关尼岳再次解释着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看人的眼光实在是太过锐利 那只恶鬼被弹开之后 此时的状态显然大不如从前 李长青用着一副愤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 你把我惹恼了 对你来讲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说完这句话后 李长青就拿出手中的桃木剑 口中念动几句咒语 然后朝着眼前的恶鬼面前就冲了过去 李长青那家伙果然没让我失望 他只是简单一招 便让眼前那只恶鬼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恶鬼的身体连续退后 此时他想要离开这儿 但却根本做不到 这次说什么也绝不可能让你逃掉 李长青冷冷地说完眼前这话 然后迅速逼近这恶鬼的身边 果然这家伙的实力就是强到让我觉得靠谱 利索的一刀 这次那只恶鬼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直接就被砍成了一片灰烬 注意到眼前的情况 我们三人总算是松了口气 你可真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应付不了这家伙呢 我在一旁用着非常激动的语气说着 可让我不曾想到的是 这时候的李长青却并未表现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反而是变得更为严肃了 远念并没有消散 所以那家伙应该还没有彻底死掉 什么 明明都化作灰烬了 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呢 尽管很不可思议 但那家伙口中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有假 我倒退两步 然后开始在周围不断地观察 可除了一片空白之外 几乎什么也看不到 挺厉害的 那只恶鬼竟然能够将自己身上的怨念隐藏 让我们无法观察得到 关尼月也忍不住在一旁说着 不是吧 这东西那么厉害的吗 我感叹两句 此时身体跟着是一阵哆嗦 却完全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很快 一股良意瞬间从我后背传了过来 当我意识到情况不对 却突然发现周围伸出了一只手 强行将我身体抓住了 救命啊 救命啊 那一刻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你长情注意到了我 但这时却匆匆忙忙地朝着我身边赶了过来 痛 他将符纸悬空 口中念动了两句咒语 那恶鬼迅速将手从我身上挪开了 然后退后了两步 臭道士 你不要多管闲事 恶鬼终于开口 只是这家伙的一对獠牙 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那可不行 说什么也绝对不能让你这家伙得逞 李长青举起自己手中的桃木剑 然后用着愤怒的眼神看向这只恶鬼 天真 难不成你真的以为会是我们的对手吗 你怨念也不过如此 如果硬要出手的话 未必有多少胜算 李长青冷笑两声 快步接近恶鬼 糟糕 关尼玥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李长青那家伙虽然实力强劲 但是却容易被眼前的景象给迷惑 但就在我准备开口时 却发现那家伙已经逼近了恶鬼面前了 一时之间两边开始了缠斗 当我认为李长青会获得优势时 却没想到那家伙的身体竟然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果然是这样 这恶鬼一直引导他出手 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刻要了他的命 关尼玥此刻的表情中也是带着些许的激动 整个人说话的语气都变得不太稳定了 对此我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但却只能是被动地待在一旁 甚至完全不知怎么去做 李长青身体缓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时候的他几乎没办法能够动弹了 臭道士 你早就应该明白自己跟我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距 只是简单的一招 就能够将你耍得团团转 恶鬼得意地笑了两声 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明明李长青都已经陷入这么被动的状态 但这时候的他不仅没害怕 反而是冷笑了两声 是吗 他口中说完这话 却突然间念动着奇怪的咒语 之后整个地面开始颤动 这是什么力量 难不成这家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191集 我倒吸两口冷气 只感觉情况有些不妙 随后 那恶鬼的身体 仿佛像是被某种强大的引力给吸入了一半 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动弹 锁魂阵 李长青丢出身上多余的符指 一股雷电是直接顺着地面朝着那只恶鬼的身边就扩散了过去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绝对不敢相信眼前的情况竟然会如此的突然 之后雷电直接落在恶鬼的全身 伴随着一阵哀嚎 那只恶鬼终于彻底失去了生命 李长青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口中便吐出了鲜血 身体也随之后退两步 怎么了 我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赶紧上前想要扶住他 没事 就是刚才那招耗费我身上太多的精力 所以有点撑不住 说完眼前这句话 那家伙竟然直接睡了过去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赶紧将这家伙的身体抱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家伙还挺重的 抱着他的同时 已经让我感到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 片刻之后 总算是把他带到了车上 关尼月却只是用平静的眼神朝我看了一眼 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吗 他突然间对着我问 一时之间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应 毕竟啊 事情到了眼前这点上 的确挺让人纠结的 我沉默地待在原地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跟着说 就算这样又如何 事情已经到这个点上了 我根本没有任何退路 廖阳为什么连做鬼都不肯放过我 想到这儿 我忍不住苦笑两声 只感觉自己 就像是个跳梁小丑 或许 这件事情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 关尼月说完眼前这句话 忍不住朝我看了一眼 这女人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 总感觉她像是有某些心事不愿告诉我 但究竟怎么回事我无法了解 也根本没时间去判断 就这样吧 关尼月欲言又止 说完这话之后 直接将头扭到一旁去了 越是这种奇怪的状况 反倒让我更为疑惑了 即便我想要开口 可到了眼前这份上 却又不知怎么去说 此时李长青那家伙突然间醒了过来 然后用着很疑惑的表情朝我看了一眼 你哭了 她用着很奇怪的口气对我说着 没有 但我感觉你好像就是在哭了 你在骗我 我说了没有 你烦不烦 见我态度如此坚决 那家伙也只是朝我看了一眼 没有就没有呗 干嘛这么生气啊 市区最为有名的天上人间酒吧门口 一个年龄二十多岁的男人 此时正驾驶着一辆豪车 一双眼睛紧盯着酒吧门口的猎物 不得不说 为了这次计划能够成 她可是花费了多少心血 才搞出来眼前这辆豪车的 如果今天不能带着她的女人的话 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帅哥 在等人 正当眼前这男人还在疑惑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她回头望去 却发现此时一位十分性感的女子 正站在自己的车门口 一双眼睛紧盯着自己 男人苦笑两声 即便此时心里很是激动 但却也只能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用着些许平静的语气说着 没有 只是一个人百无聊赖 如果不介意的话 可以进来搜搜 本以为眼前这女人会拒绝 但不曾想到的是 那女人竟没有半点犹豫 沉默片刻之后 竟然直接走了进来 哇 车子好漂亮啊 女人忍不住说了一句 不 你更漂亮 男人一看 到眼前这份上了 更是十分激动的靠近那姑娘 两人都已经暧昧到这个份上了 男人自然不能错过这最佳的时机 一把将眼前这性感女郎直接搂住了 两个人开始拼命的在车里折腾 抚摸着这女人全身的时候 男人此时内心更是激动万分 你太漂亮了 你的美貌让我不由自主地变得疯狂 是吗 女的说完 突然伸出手 一把抓住这男人的胸口 可天真的男人并不知道 飞险已经快要逼近了 片刻之后 男人突然觉得自己的胸前变得十分沉闷 随即一种十分难受的感觉开始在周围蔓延 好不舒服 她用着颤抖的语气十分虚弱地跟着重复了两句 那是当然的了 毕竟正常人的心脏被掏走的话 怎么可能还有活下去的机会呢 什么 那人顿感情况不妙 随即一阵剧烈的刺痛感开始传了过来 她低头看去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你 你是 男人口吐鲜血 此时话还未曾说完就已经无力地倒在地上 几乎没办法能够动她 那女人只是贪婪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然后得意地笑了两声 之后迅速地离开了车内 半个小时之后 警察将这里团团围住 没有人清楚这辆车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能够看到的 就只有一个连心脏都被掏空了的男人 正待在车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192集 第二天从那个村子里回来之后 我并未感觉到任何的轻松 反倒是在这几天连续做着噩梦 好在之前的鬼打墙事件并未出现 所以这一来二去的也就逐渐适应了 李长青又是在我家蹭吃蹭喝的一天 我刚从房间里面醒来便注意到那家伙 此刻正一个人坐在大厅里看着电视 你们这些修道志 难道还会紧跟实事吗 我忍不住在旁边调侃了两句 我是修道 不是隔离 况且灵山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 李长青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在那反驳我的话 对于这件事 我并没太多兴趣 只是伸了个懒腰 匆匆洗了把脸之后便坐在客厅里 你弄哪 看着桌子上这顿丰盛的早餐 此时的我脸上是充满了惊讶 废话 不然的话你觉得还有谁啊 对此我也倒没任何的办法 只是在那跟着苦笑两声 然后抓起手中一块面包啃了一口 李长青并未理我 而是继续在那看着新闻 可就在我想用早餐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那家伙手中的玻璃杯 竟然直接砸在了地上 是啪的一声 我看了过去 只见那家伙一副木讷的样子 表情好像很不对劲 你在做什么 这东西很贵的 我忍不住说了两句 可此时 李长青并未在意我口中的话 而是在那深吸两口气 然后用着一副很严肃的表情说着 糟糕了 虽然听不懂他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光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 这件事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不是个死人的新闻吗 对你来说冲击有那么大吗 我在原地沉默片刻 然后用着很疑惑的语气在那问 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调侃两句 此时表情之中也是带着些许的疑惑 李长青却突然朝我看了一眼 然后用着些许不可思议的语气在那说着 你居然认为是人干的 什么意思 当我再次注意到这家伙的眼神时 却突然感到后背是一阵发凉 你的意思是说 嗯 没错 看来这只恶鬼是安耐不住了 说着 李长青这家伙非常激动地站了起来 一双眼睛是死死地盯着外面 纠结片刻之后才跟着说 你知道新闻上发生的这个事情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吗 我粗略地瞥了一眼 然后深吸了两口气 嗯 清楚是清楚 不过距离咱们现在的目的地还是有点距离的 没关系 直接动身 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犹豫了 李长青此刻的表情是格外的激动 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我虽然不太明白这家伙究竟要干什么 但只是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过 自己要对付一只千年恶鬼 难不成新闻上那男人的死 跟这只千年恶鬼存在着什么关系吗 对于这点我无法判断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结果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稳妥 行了 不要浪费时间 赶紧出发 绝对不能有一丝的耽误 李长青开始拼命地催促我 而即便到了这点上 我也同样没任何的办法纠结了 片刻之后 也只能选择开车带着他一同前往 一路上那家伙的表情 纠结的似乎变得很是紧张了 快点 如果再晚一点的话 恐怕就来不及了 他口中说话的语气 十分的紧张 花费了将近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我们终于是到达了目的地 不知为何 赶到现场的时候 却能够感到一股阴森的气息 十分的恐怖 且让人感到诡异 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 李长青这时 突然用着十分激动的语气 对着我说着 我愣在原地片刻 然后跟着点了点头 自然明白这家伙口中所说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看来这只恶鬼并没有走远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行事 李长青用激动的语气在那说着 然后开始跟我观察了起来 试图想要找到某些有用的东西 可粗略地看了几眼 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 由于之前的案发现场 早已被警察保护 所以我们只能在酒吧的周围 开始徘徊 李长青倒像是做贼一般 在那儿谨慎地观察 顺着这股怨念的方向寻找 应该很快就能发现了 李长青简单地说了两句 然后飞快地朝着这附近跑去 可不知为何 当我感觉到这儿的一切事 却总感觉好像没那么简单 如此微妙的感觉 让我一时之间竟无法适从 而到了眼前这份上了 自然也是会产生些许的恐惧感 不过为了能够稳住眼前的状态 我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只能选择跟在那家伙的屁股后面 有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线索 我小心谨慎地在一旁问着 李长青来回地观察了两眼 却也只是在那儿摇了摇头 脸上的表情中也是带着些许无奈 不行 按照这个节奏寻找的话 怕是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真的要发现 就只能等到晚上了 我感觉有些意外 可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 自然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晚上 这儿可能已经被警察封锁 又怎么可能给我们时间 在晚上进行搜索呢 应该不会吧 发生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怕是晚上也不会有人来到这里 我想了一会儿 然后用着很激动的语气在那儿说着 不对 正常人不会来 但是那只恶鬼一定会 李长青如此肯定 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犹豫片刻之后 便只能打算陪着他 在晚上继续冒险 那出了事儿 你可得第一时间保护我啊 不然我的小命可就没了 我小心谨慎的说了两句 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他不放 放心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九十三集 李长青虽然已经说出了这话 但不知为何 我却总感觉没那么靠谱 待在附近 我却逛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总算是熬到了晚上 听说已经变得一片漆黑 但周围依旧是灯红酒绿 看不出半点紧张感 也难怪 在这样的环境下 即便是做了很奇怪的事 也不会让人感觉到意外 李长青仿佛是在嘲讽这个 让人觉得喧嚣的环境 我苦笑两声 倒也并不在意这家伙的话 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思索片刻 然后用这些许无奈的口气说 不用多做 只要观察就行 话虽如此 但我们连个目标都没有 就在这盲目地观察 能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呢 此刻我的心里变得有些焦躁 但一时之间 却又不知该如何处理 你跟我都有阴阳眼 所以能够看到一些脏东西 李长青再次重复着眼前这话 但我分辨不出来啊 因为我看到的东西 都是十分正常的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我很不情愿地说了两句 你不需要知道 这一切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只是尴尬地待在一旁 然后静静地在那观察 想要知道自己留下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虽然不能清楚具体的位置 但大概可以判断 应该就是在那间酒吧附近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也只能顺着那家伙的意思 再次来到这间酒吧 酒吧自然不会有任何的人影 因为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所以根本不会营业的 可即便如此 周围还是会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 在那不断地晃悠 那些人当中没有你所说的那只恶鬼 我用着百无聊赖的语气 在那调侃了一句 恶鬼现身时周围会伴着一盏明灯 而这盏灯就是阴灯 是这样吗 我之前可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你只需要仔细观察 如果发现哪个家伙的身上有一盏莫名其妙的灯 那个家伙就是我们要找的猎物 这样一来的确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 我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在周围奋力地观察 试图想要找到那家伙口中所说的灯 可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 不仅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反倒是让我变得十分的疲惫 我伸了个懒腰 此时已经是哈欠连天了 要我说实在不行的话就算了吧 没有必要一直在这时候折腾下去啊 李长青没理会我的话 可偏偏就在这时候 一股莫名的尿意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哆嗦了一下身体 然后对着旁边的李长青说了句 去吧 显然那个家伙所有的心思 全放在观察路人的身上了 所以根本不会介意我口中所说的话 无奈之余 我只能够选择一个人偷偷来到附近的厕所 粗略地看了两眼 这附近的公厕环境总是那样的阴森 但我此时尿意强烈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折腾了两下之后 我开始释放了起来 但就在此时 我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了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在如此阴森的环境下 这清脆的高跟鞋声倒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倒吸两口冷气 此时提上裤子 然后朝着前方直接看了过去 可不知为何 这儿的一切貌似十分正常 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正当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的时候 一个身影却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 帅哥 一个人 那是张十分性感的面孔 在我刚接触到的那一瞬 整个人的内心都变得非常的激动 是的吧 我支支吾吾的 却在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解释了 那女人抿着嘴唇 如此性感的模样 着实是让我有些遭受不住了 帅哥 自己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 可是会很危险的 如果在晚上的时候遇到了女色狼 那该怎么办 说完眼前这句话的同时 那女人便慢悠悠的靠近我的面前 在那么一瞬间 奇怪的冲动让我整个人都哆嗦了一下 愣在原地 好久都不知应该怎么去做 此时 那女人的手已经搭在我的肩头 然后对着我微微一笑 不得不说 这女人长得着实性感 甚至已经达到了让我快要癫狂的地步 好在眼前 我内心的理智还是战胜了邪恶的想法 毕竟 廖家心才是我这辈子唯一的追求 如果因此做出背叛她的事 那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安心的 在这种力量的缺失下 我也不知为何 竟然凭空地生出了一股蛮力 将眼前这女人推开了 或许是没有想到这点 那女人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奇怪 怎么了 那么成姐姐我不够漂亮 我并未说话 只是用这平静的眼神看着她 小弟弟 那可真是太没意思了 说着 女人再次逼近我 并且身上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香水味 浓烈的味道在快要接近我身边时 却让我产生了些许迷惑般的效果 我感到脑袋是昏昏沉沉的 并且一些十分奇怪的画面 开始在我脑子里不断地出现 我顿感情况不妙 可那女人已经靠近了我 然后一把将我抱住了 乖 就这样 呆在姐姐身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说完这句话时 我感到自己的胸口变得有些不太对劲 住手 请客间 李长青那家伙用飞快的速度冲上了前来 然后一把举起手中的桃木剑 那女人直接将我推开 并且身体是连续退后了几步 臭道士 就是你在这里唤我好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 远方 第一百九十四集 女人的表情更是愤怒 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李长青不放 天真 这次说什么也绝对不会让你得逞 狂且你竟然还想对付我兄弟 李长青冷冷的说 虽说眼前这女人引到别人的怀疑 但她的身后却没有灯 哼 还好我及时赶到 不然的话 怕是你自己的性命都会交代在她的身上 李长青回头对我说了一句 表情中带着些许的谴责 我一时之间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只是表情中略微带着些许的尴尬 饿鬼 我奉我师叔之命 这次必须要将你亲手解决 说着 李长青在口中念动了几句十分奇怪的咒语 然后开始在自己手中的陶木剑上 涂抹着十分奇怪的东西 在这一瞬间 他手中的陶木剑 竟然散发出了些许的金光 若不是我亲眼所见 绝不相信 事情竟然还能变得如此微妙 可恶 你这臭道士简直不是好歹 恶鬼咆哮两声 整个人的身体腾空了 这样一来 李长青想要接近眼前这只恶鬼 倒也不是那么轻松了 可即便到了眼前这个点上 那家伙依旧没有放弃 而是将手中的陶木剑直接丢了出去 陶木剑利索地落在那只恶鬼身上 并伴随着恶鬼的一阵哀嚎 此时恶鬼的身体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而且几乎没有办法能够动弹了 哼 早就已经说过 你根本不可能会是我的对手 但你执迷不悟非要选择出手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完这话 李长青深吸两口气 准备进行第二轮的进攻 可就在此时 我却突然注意到她的手臂上 竟然流向了一道伤口 或许她自己也已经发现了 只不过忙于对付眼前的这只恶鬼 所以并没有表现出来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一切的情况 只会比想象中的更加难以处理 恶鬼身受重创 此时爬起来也已变得十分艰难 臭道士 你们灵山那些家伙没有一个好的 都该死 恶鬼 你不仅不知悔改 还敢辱骂我灵山的人 看见 李长青十分果断 甚至没有半点犹豫 拿起手中的桃木剑 并准备进行攻击 虽说眼前这只恶鬼十分恐怖 但在李长青那家伙面前 几乎是没有任何抗衡的机会的 仅仅只用了两招 李长青就成功锁住了眼前这只恶鬼 让其没办法动弹 看到这儿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原本内心当中紧张的情绪 此时也得到了些许的缓和 不会再给你活下去的机会了 这是直接动手 李长青趁机使用自己身上所有的力量 将手中最后一张符纸丢了出去 随着一股力量爆炸 此时那只恶鬼的身形也随之是消失不见了 当我看到这儿 终于可以确定 那只恶鬼已被彻底的消灭了 这下好了 终于不用担心了 我松了口气 只感觉整个人如同经历了一场生死 但当我回头看去时 却发现李长青跪在地上 口中不断地吐着鲜血 你怎么了 相比之前村子里那次 这回他似乎受到了更严重的创伤 我顿感情况不妙 没做多少犹豫 赶紧走上前去 走开 可他却只是强行将我一把推开了 然后用着很激动的语气说着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但下一秒 他似乎在自己胸口前点了几下几个穴位 哈哈哈哈哈哈 臭道士 你这是强行用阵法锁住自己 保住性命吗 什么 这奇怪的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周围来回地观察 却始终没发现任何的东西 但这阵声音却听上去 又是那样让人不寒而栗 此时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 他的身体悬浮在半空中 而此时的表情中更是透露出一丝丝的得意 这 这是 什么鬼 我瞪大了双眼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可李长青 可李长青此刻 已经没办法动弹了 正用着一双绝望的眼神在周围来回地看着 徐君浩 他强行撑着最后一口气 然后甩出了手中的一张符纸 用这个赶紧逃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身边却突然形成了一堵空气墙 那凶狠的恶鬼正满脸愤怒的朝着我身边就扑了过来 可屏蔽似乎已经挡下了这次攻击 只剩下那只恶鬼正呆在背后 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我不放 快走 李长青说完这话之后 身体无力的垂在地面 没了动静 他这是死了吗 尽管很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绝对不会相信事情会变成这样 可我现在没法过去 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切 继续留着 不仅没有任何的帮助 甚至有可能会让眼前这只恶鬼得逞 万般无奈之下 我只能选择赶紧离开 回到车里 我满脑子都是之前的那个画面 李长青如果不是为了救我 也绝不会变成这样子 那一瞬间 说不出来的难过 让我整个人濒临崩溃 可恶 我狠狠地拍了两下眼前的方向盘 口中说出这话的同时 却完全不知应该做些什么 缓和片刻之后 我终于是让自己逐渐的冷静了下来 将车子启动 我迅速开车来到了古董殿 熟悉的地方 但这次在我面前 却看上去有些奇怪 却看上去有些奇怪 我迅速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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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严肃地问 对此我没有过多的纠结 直接点头 没错 关尼月呢 在后面那里 有事情的话 可以直接跟他商量 听完这句话 我跟着点了点头 然后朝着那方向 直接跟了过去 此时 关尼月正用着一副 很奇怪的表情看着我 李长青出事了 我没多想 直接开口 听完这话 关尼月脸上透着些许的疑惑 在愣了片刻之后 才继续说 怎么回事 我纠结一段时间 然后将之前发生的事 告诉了他 听完以后 关尼月此刻的表情中 果然是带着些许的疑惑 他咳嗽了两声 在沉默片刻之后 才继续说 我知道了 所以你是打算 过去救他吗 对此 我不知作何解释 只是在那儿深吸两口气 沉默一段时间之后 才跟着点了点头 虽然他当时的情况 十分紧急 但我可以保证 他绝对没有死 我自己也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如此坚决的想法 可到了眼前这份上 是绝对不可能做出 任何的让步的 关尼月沉默片刻以后 却还是忍不住 在那儿跟着笑了起来 有点意思 看你这样子 应该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这样的话 也就没有什么浪费时间的必要了 说着 他直接起身 拉着我就准备离开这儿 刚出店门口 古董店的老板也跟了上来 直接走的话 不应该带上我吗 或许还能够在关键时刻 给你们提供点帮助 对此我倒是有些惊讶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已经没得更好的办法了 几人商量过后 终于是选择直接出发了 折腾了半小时的时间 我们三人总算是再次来到了这个地方 粗略地瞥了一眼周围 我却突然感觉这儿的环境 有些不一样 他在哪里 关尼月突然深吸两口气 然后问 我纠结片刻 然后朝着周围看了两眼 可不知究竟怎么回事 这儿的一切貌似都不对劲 我当时记得应该不在这个地方啊 可究竟怎么回事 来回观察了好久 都没发现任何的东西 此时的我开始变得有些紧张了 甚至不知所措 身边的古董店的老板 却只是皱了皱眉头 在深吸两口气之后才跟着说 没什么特别意外的 事情本身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听他说出这样的话 我更为好奇了 甚至完全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消失 只是被锁住了而已 什么 我本以为这男人只是开玩笑的 但当我再次睁开眼 朝周围看去时却发现 一切好像都变得有些不太对劲了 隐约中能够注意到零零散散的人影 在周围来回的飘荡着 来回瞥了两眼 我整个人变得紧张了起来 出来 古董店的老板说完眼前这话 突然是瞪大了双眼 一股阴风袭来 周围的环境似乎变得诡异了起来 此时原本空荡荡的一切 这时候果然是发生了改变 李长青那家伙身体僵硬地躺在地上 而且几乎没任何办法能够动弹 看到这儿 我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 在愣了片刻之后便准备直接上前 可是 关尼玥却将我拉了回来 然后用着激动的语气说着 别过去 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听他说出这样的话 我倒是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到了眼前这个点上了 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想法 我深吸两口气 折腾片刻之后 却也只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那小子还认为你们不会有事 看来今天还挺让人惊喜的 那只恶鬼突然发出两声怪异的笑容 一双眼睛死死地锁定在我们身边 看你那可怜的样子 真是让人同情呢 说完眼前这话 那恶鬼突然咆哮两声 然后用着飞快的速度朝着我身边就冲了过来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 可那恶鬼速度飞快 哪怕关尼月跟古董店老板都想要帮我 就在我认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 胸口前却瞬间折射出了金光 朝着那恶鬼的身上就直接袭了过去 那恶鬼身体倒退两步 虽然脸上表情凶狠 但此时却并未继续对我动手 肩壮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但这时却也不敢有太多多余的想法 可恶 真没想到这臭小子 竟然还留着这样一张底牌 说出眼前这话的同时 那恶鬼脸上的表情更是凶狠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三个 情况有些不对啊 现在该怎么做 我趁着眼前这空档 对着身边两人问 不太清楚 但是现在一定要小心行事 关尼月此时的表情中带着些许的认真 说话的语气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我倒退两步 却还是带着些许紧张的 由于现在情况十分特殊 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保证会不会出现差错 在这点的时候 我多少还是比较紧张的 甚至还在纠结到时候应该如何处理 你们两个趁机去救那个家伙 这只恶鬼我来想办法拖住 古董店老板突然用着很是严肃的语气在那说着 到了眼前这个状况 结果的确是没有办法保证 话到这里我只能选择避开那只恶鬼 怎么可能会那么轻易让你们得逞 那恶鬼咆哮两声 用着飞快的速度接近我们的面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96集 此时 关尼月突然是一把将我推开了 然后强行挡住了这重重的一击 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绝对不会相信眼前的这个女人 竟然会愿意帮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还愣在这里干嘛 直接过去 关尼月说完眼前这句话后 整个人的身体跟着退后 可明明都到这份上了 我却只能很是被动地待在一旁 甚至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面前空荡荡的一切 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周遭的环境已经变得很是诡异 并且处处透着紧张 我来回地在周围观察着 试图想要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 但是在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 却还是没有半点收获 李长青 你在哪儿 到了眼前这个点上 我奋力地呼喊了两声 但此时却没有任何的回应 可恶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不仅事情没有办法能够解决 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糟了 就在我整个人已经陷入崩溃的时候 却突然注意到脚底下 多出了一个奇怪的印记 这印记的模样 当我瞥到的第一眼时 就已经觉得很不对劲 此时我身体倒退两步 猛然睁开眼 却发现李长青那家伙 正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有些激动 停顿片刻以后便打算直接上前 可此时李长青却抬手 将我拦住了 不行 现在可千万不要过来 虽然不明白他口中说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切的结果貌似并不简单 我跟着倒退了两步 表情之中也是带着些许的疑惑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现在身体状态很糟 如果你过来的话 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麻烦 他说话的语气开始变得颤抖 整个人的身体也随之哆嗦了起来 看到他如此痛苦的模样 我倒是有些担心了 我该怎么做 犹豫片刻之后 我小心地跟着问 你先退后 这里的一切交给我 说着 李长青伸手在自己胸口前点了两下 随着一大口的淤血吐出 那家伙的身体狼狈地跪在了地上 表情也变得扭曲了 不过这样的状态并未持续太久 很快他睁开眼 用着平静的眼神看向周围的一切 之前发生的那些仿佛梦境 可以了吗 我犹豫片刻 然后用着很是激动的语气 在那跟着问 对此 那家伙却只是深吸两口气 然后迅速逼近我的面前 在我几乎来不及任何反应的时候 李长青突然将我的身体一把压住 等等 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瞪大了双眼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面前这家伙 此刻 那男人发出十分奇怪的声音 随后竟然直接举起自己手中的武器 就要朝着我胸口上直接刺下去 你干什么 最后留下这句话的瞬间 他却突然间停下了动作 仿佛是什么事都未曾发生过似的 你怎么在这里 他的表情中带着些许疑惑 此时的表情都已经变得很不对劲了 我松了口气 基本可以确定 这家伙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你是不是没事了 我思索片刻 然后用着很激动的语气在那跟着问 对此 这家伙也只是缓慢地站了起来 然后朝着周围看了两眼 倒吸两口冷气之后 便平静地坐在一旁 说不上来 但是感觉自己刚刚的身体 已经完全不属于自己了 说完这句话 他表情紧张 但另外一遍 武董店的老板还在跟那只恶鬼纠缠着 砰的一声 他承受不住眼前这只恶鬼的攻击 整个人的身体被一下弹出了好远 然后狼狈地摔在地上 几乎没法动弹了 真是不识好歹 就凭你们这样的身手 也想在我面前修正 那恶鬼咆哮两声 之后用着飞快的速度接近我们 阵法开 李长青将手中的桃木剑刺在地面 利用身上的力量在周围 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结界 竟然成功地挡住了恶鬼的攻击 什么 那只恶鬼的眼中带着些许愤怒 一双眼死死地盯着我们 对此 眼前的一切都已稳妥 自然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 看来实力也不过如此 说到这儿 眼前的李长青似乎是找回了自信 在那冷冷地说了两句之后 便用着一双得意的眼神看向那只恶鬼 到了如今这份上了 一切自然是能够稳定下来 此刻那恶鬼咆哮两声 随即他的身体是再次悬空 之后便爆发出一股蛮力 直接朝着地面上是轰杀而去 不过李长青虽然利用阵法挡下了攻击 但对于自己来说却还是有些支撑不住 他无力地趴在地上 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快要不行了 不行 刚才为了守住这个 已经耗费了不少精力 如果再继续撑下去的话 真的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说完这句话 李长青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徐君豪你会用这个不 什么我之前虽然已经见过 但对于眼前的情况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所以即便是眼前到了这份上了 却也是没得什么办法的 开什么玩笑啊 我对这东西可真的一点都不了解啊 我直接开口表情中带着些许的无奈 我来就在此时 那古董店的老板仿佛像是受到了某种刺激似的 突然间站了起来 当我注意到这点时 却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97集 那家伙脸上的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严肃 似乎对于眼前这件事存在着不小的诱惑力 太好了 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 李长青脸上的表情淡定 说完眼前这话以后 便将手中的陶木剑扔给了他 关尼月强行将我拉到一旁 然后用着些许愤怒的眼神死死地看着正前方 这是他们两人的事情 没有必要插手 根本听不懂眼前这话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片刻之后 那古董店的老板举起手中的陶木剑 便用着飞快的速度逼近这只恶鬼 真是好笑 那么着你们以为这东西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吗 饿鬼说完眼前的话 一股力量是瞬间就爆发了 在古董店老板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撑住的情况下 被直接的重重摔在地上 这次李长青的表情中也是带着些许的紧张 但只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让你出手 但是也没打算这么乱来啊 李长青如今很是头疼 但到了眼前这份上 却又没有任何的机会 古董店老板折腾片刻之后 终于是爬了起来 但此时他的表情中还是带着些许的愤恨 大概是我太轻敌了 他口中简单说了一句 这是轻敌吗 这根本就是乱来好吧 按道理来讲 这家伙应该挺冷静的 这为什么会犯下这么愚蠢的错误呢 我心中感到十分的疑惑 但是到了这个点上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是被动的呆在那 关尼月由于身份特殊 所以没办法接触那柄陶木剑 没事 趁着眼前这个机会 咱们还有最后一次 不管说什么 也绝对不能放弃 李长青咬紧牙关 用着激动的语气 在那又一次说道 对此 那只恶鬼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想法 他在犹豫片刻之后 跟着点了点头 我不会给你们任何机会 所以 就给我乖乖的去死吧 此刻 恶鬼是再次冷笑 身体快速的在周围来回的窜动 就是现在 李长青突然扯着嗓子大喊 那古董店老板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 直接是跳起身来 对着那只恶鬼的身上 直接就是一刀刺了下去 此时 周围陷入了一片恐慌 所有人都不清楚 这个结果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只能是静静地待在一旁观察着 结束了吗 画到这里 眼前的观妮月的表情也变得紧张了起来 说话的语气开始断断续续了 但是就目前的结果来看 一切根本无法保证 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周围的烟雾总算是扩散开了 正当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切结束的时候 却发现此时那只恶鬼正平静地待在原地 一双眼睛是直勾勾地看向我们 哈哈哈哈 真是天真 那么正以为用这样的破铜烂铁就可以将我杀掉吗 注意到这点的同时 我们所有人都愣在原地了 此时完全不知该如何去做 结果是突然的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的前提下 我们三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身上所有的底牌了 只能用着紧张的眼神看向那只恶鬼 真是罪过 没想到我李成青竟然会毁在你这只恶鬼身上 他低着头 然后在口中说出了两句近乎绝望的话 对此我感觉很不对劲 但到了眼前这点上却又不知该做些什么 由于结果突然 所以为了不影响任何东西的存在 我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去稳固一切 不让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此时这只恶鬼终于是逼近了李成青的眼前了 厚恼 随着你的性命一同交代在这里吧 话说到这儿 那恶鬼更是得意 可我却感觉眼前的情况似乎变得有些不太对劲 果真 面前的李成青却突然间冷笑了起来 一双眼睛朝着那只恶鬼身边就看了过去 你怕是不知道 我们灵山对付恶鬼还有最重要的一招吧 那恶鬼似乎意识到情况不对 此时身体想要后退 但却发现根本没机会了 黑服 当那张黑色的符纸在周围来回晃悠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对劲了 而当那只恶鬼跟着说出口的同时 面前的李成青却只是在那得意的笑了两声 然后就生出了一股十分强劲的力量 将眼前这只恶鬼直接打退 黑服贴近对方身体的同时 那只恶鬼终于是跟着哀嚎两声 然后无力的趴在了地上 这黑服效果可是十分强大 应该很轻松就能吸收你的怨念了 李成青用这相对得意的语气在那继续说着 对此 眼前的这只恶鬼几乎没有任何挣扎的可能了 只是用着愤恨的眼神死死地盯着面前的李成青不放 啊 不 这绝对不 随着那家伙的身体开始不断地消散 此刻的恶鬼身边的怨念正用着飞快的速度不断地消散着 对此 我们几人的表情中都带着些许的不可思议 在缓和片刻之后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不可能 不会是这样 留下这最后一句凄惨的话 那只恶鬼终于是不见了踪影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 远方 第一百九十八集 李长青的身体半跪在地上几乎已经是十分的狼狈了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家伙如此可怜的模样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的 总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李长青说完口中的这话 整个人的表情也是带着些许的平静 之后他用着一副很是奇怪的表情在哪看着我们 抱歉了 没想到竟然会把你们都给拖累了 对于这件事 我们几人倒是一点都不在意 只是考虑到他并没有受到伤害 也就不用去担心了 没事就行 还是不要在这里多待着 跟你离开吧 面前的关尼月突然打断了我们几人的话 用着很是严肃的语气在那说着 我点点头 仔细回想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就实在是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了 李长青被送到了我家 由于他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刚到家门口以后 这家伙就直接回到了房间里休息了 我也是百无聊赖 只能够在客厅通过电视来打发时间了 可不知怎么回事 当我回头朝他所在的房间看去时 却突然觉得一切都变得很不对劲 那种微妙的感觉 并不是能够持续很久 可每次在激进的时候 总让我觉得有些不安 我的身体跟着哆嗦了两下 然后慢悠悠的将自己的视线重新撇了过去 就在我认为一切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时 却突然听到房间里传来了一阵 奇怪的声音 师叔 我知错了 那声音光是傻子就能够判断出 只是我刚走去时 却发现他依旧是平静的躺在床上 如果没猜错 这家伙刚才应该说的是梦话 只是这个他口中的师叔究竟是什么人 能够给李长青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我当然没选择多问 而是平静的待在原地 刚才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也没有多少兴致继续看电视了 索性就这样靠在窗户朝着外面看了眼 灯红酒绿 周遭的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片夜色里 看什么看啊 在巷子口那儿 几个十分性感的女人似乎已经注意到了我 但在她们的印象里 我成了个偷窥的混蛋 其中一个女的说完眼前这话之后 更是将自己手中的瓶子朝着我所在的方向扔了过来 不过这显然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因为我离她们太远了 但这一下的确是让我清醒了过来 索性也就没必要去在意那几个女人了 正在这时 房间的动静又一次传了出来 当我以为李长青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这家伙此时已经撑起了半个身体 然后用着些许无奈的眼神朝我看了一眼 谢谢你 她语气平缓 然后捂着脑袋 看上去应该非常的难受 没事 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啊 不用了 李长青起身 然后朝着客厅走了过去 经过这次事件 想必他已经不能像之前那样灵活了 不过我对他的感觉 却还是说不出来的 毕竟这家伙救了我一命 差点将自己都交代了 你师叔究竟是什么来头啊 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开口询问 听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脸上先是一愣 然后跟着苦笑了两声 之后用着平静的语气说着 你听到了 既然他都这么问了 那我自然也没必要多想 而是直接点了点头 我从小失去父母 是师叔将我一把带到 他是灵山掌门 一手五星阵法 更是令所有鬼魅都畏惧的存在 如果那家伙真这么厉害 为什么又会将眼前这件事 交给李长青来处理呢 按照灵山的规定 年满二十就必须下山磨练 我原本只是跟常人一样 打算按照师叔的规定 去市区待一段时间 可是就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我犹豫不够小心 打碎了原本放在 藏经管里的罐子 罐子 是因为这个罐子很贵吗 我忍不住插嘴问了句 他哭笑着 然后摇了摇头 便继续说 哈 当然不可能了 那个罐子里面封着一只千年恶鬼 而那只恶鬼 也正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 原来如此 看来这个家伙无形当中犯下了一些错误 所以他的叔叔才会打算让他用下凡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但准确来说 我这次并不是主动离开 而是被迫跟师叔签订了契约 内容是 如果我在半年时间里不能将那只恶鬼带回来 我就要永远离开灵山 说完眼前这话 他突然捏紧了自己手中的拳头 脸上的表情看上去非常的难受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无法解开的心结 或许这对于他来说是比所有人都要痛苦的 我能够明白他内心当中的苦衷 可一时之间却又不知该如何去安慰他 说来也巧我能够撞见你完全是出于巧合 虽然我向来不喜欢跟别人亲近 但是见到你的时候总有种莫名的亲近感 等等他突然用如此奇怪的语气跟我说这些 难不成是对我有其他的什么想法 我顿感情况不妙本能的朝后退了两步 你现在不是已经将事情解决了吗 所以不需要再担心了 他再次摇头 不 并没有 什么 当时我们所有人倾尽全力 已经亲自将那只恶鬼铲除了 怎么可能还没有结束呢 这只恶鬼并不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 准确的来说 真正的恶鬼比你们想象当中还要可怕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 远方 第一百九十九集 我似乎有些不太相信 但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 却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结果就这么一直持续下去 那一切只会变得更糟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我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用着连自己都不确定的语气问着 抓住那只恶鬼 但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 凭借我的身手想要对付那只恶鬼 简直如同天方夜谭哪 李长青倒是第一次这样评价自己 所以你想放弃 看他一副如此忧愁的表情 我认为这家伙似乎已经丧失了对那只恶鬼的信心了 他又一次摇头 面对这个奇怪的家伙 我实在是无法揣摩他内心当中的想法 不 我打算通过这段时间历练自己 一旦抓住这个机会 就一定能成功 好家伙 如此信誓旦旦的样子 看上去好像并没有任何的进展感 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份上了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无奈地深吸了两口气 沉默片刻之后才继续说 可是你怎么样提升呢 还记得之前遇到的那个法师吗 我点点头 廖阳的事情明明才没过去多久 我又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所以 这次只有将他当成目标 我才能够拥有对付恶鬼的实力 李长青说完眼前这话 突然间变得激动了起来 他起身 用着奇怪的表情死死的盯着我 你想干嘛 我隐约察觉到这事情似乎并不简单 身体是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两步 你会逢尸对不对 他突然开口 我不清楚他究竟是怎样知道的 但是到如今根本不可能有隐瞒的机会了 我非常不情愿地在那点了点头 接着开口 你 你想干什么 太好了 我正巧需要这样一个搭档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替我完成个工作 那事情就能够顺利解决 什么 我之前已经发誓绝对不会再碰那东西了 为什么就连李长青都不肯放过我 我能拒绝吗 我用着很不情愿的语气说着 开什么玩笑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你忍心拒绝 那家伙此刻完全不顾我的情绪 在得意地笑了两声之后 便拉着我迅速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跟着他来到了一个十分阴森且狭窄的巷子里 这儿的环境看上去似乎有些熟悉 我瞥了一眼朝着正前方看过去 此时 这才注意到原来那个方向正对着的竟然是我家的那个窗户 你跟我过来 李长青说话的语气激动 然后不停地在那对着我摆手 由于我并不清楚这家伙究竟想要干什么 但此时又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所以只能被动地被他这样强行拉着 可经过眼前这巷子 突然就注意到了一群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问 我也不知道 什么 你 你不知道你带我来干什么 我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实在是想不清楚这个家伙究竟要做什么 还没等我开口 他便用着激动的语气说 虽然我不知道这里要发生什么 但是可以断定的是 接下来应该马上就要死人了 我愣在原地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个家伙究竟在期待什么 这死人应该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你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啊 我开始更加讨厌这家伙了 毕竟这种荒唐的事除了他之外 也根本不可能会有其他的人做得到的 别说话 我会告诉你原因的 让我不曾想到的是 这家伙竟然卖起了关子了 虽然我心里不爽 但此时也只能是捏紧手中的拳头 想要让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 不过 虽然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从眼前的情况来看 貌似是两边的人产生了矛盾 这些家伙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好人 大概率就是一些混社会的流氓罢了 哎 王虎 你给我听着啊 从今天起 这地方就是我照的了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吞进肚子里 你这家伙跟我开什么玩笑 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 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了 火药味已经变得很浓了 我感觉这两帮人随时有可能会干架 我倒吸两口冷气 突然感到情况有些不对 此时李长青那家伙 却突然间产生了很浓的兴趣 在得意笑了两声之后 很是迅速的就跟了上去 可就在眼前这事 两边的人果然已经各自对抗了起来 虽然这样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但看到这些家伙甚至已经拿出酒瓶子 开始朝对方脑袋上拍下去是 强烈的恐惧感也让我一时之间变得不知所措了 快走啊 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会被连累的 我连做梦都想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 但就在我几个人还在拉扯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某个酒瓶子碎裂的声音 是啪的一声 一时之间在场还在熙熙攘攘的人们突然间就静了下来 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然后便顺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此时让我没想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只见其中一个家伙的身体已经躺在了地上 而且没办法动弹了 剩下的所有人一时之间也都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这出人命了 本以为那些家伙会对这件事情负责的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们那些人竟然全都离开了 那些家伙速度飞快 只在一瞬间的情况下就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集 好家伙 明明之前还在称兄道弟 到了眼前 这个时候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所谓的江湖情谊 李长青用着很奇怪的语气说了一句 明显是在嘲讽那些家伙 可这时已经闹出了人命 那家伙竟然还不打算走 你是打算背锅 我问 行了 你别管这些了 赶紧过来给我打把手啊 此时对方是迅速起身 竟然选择将眼前这尸体给抱了起来 此刻我终于才明白为什么他会问我逢尸的事 你疯了 这种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尸体 你还敢乱碰啊 虽然李长青有点本事 但是也不能这么胡来吧 听我的没错 赶紧的 看到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错事 反而用着很不耐烦的语气说着 我最终拗不过他 还是跟着他一同将尸体抬了起来 带去哪儿啊 我问 去你家 疯了吧 带着这尸体本来就很容易惹人怀疑的 现在竟然还打算让我做出这样的事来 不可能 我直接顺手将眼前的尸体扔在了地上 没办法了 你已经接触人家了 他身上的怨念会分一部分在你身上 到时候你看到一些脏东西可不要求我啊 好家伙 到了眼前这点上了 他竟然还打算威胁我 仔细的一想 我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退路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也只能是点头答应 然后陪着李长青将这男人的尸体抬进了楼梯间 好在一切十分的顺利 似乎并没有人发现我们所做的这些荒唐事 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终于是将这尸体放回了家里 看着那家伙已经不成人形的样子 我的身体跟着哆嗦 小心翼翼的接触到他的跟前 你说说该怎么做 逢尸做你擅长做的事情 又来 我记不清楚干这一行已经让我遇到了多少灵异的事件了 现在竟然还不肯放过我 客厅里我看着眼前这副血淋淋的尸体 拿着手中颤抖的针 在对方脑袋上来回的穿插 这家伙不知道究竟被谁下的手 竟然会被打成这副样子 整个头颅已经完全的变了形 脑袋上的模样看上去更像是裂开的两半 跟之前遇到的任何尸体都不一样 这个家伙可能并不是最难以处理的 但逢尸的场合却是在自己的家里 我无法想象这件事究竟会给我留下多大的阴影 即便眼前的事情处理了之后 我恐怕对家中还是会有些许的恐慌的 李长青这时一动不动的站在我的旁边 用着一副非常奇怪的眼神看向我这里 冯尸果然是一门技术 只有心思如此缜密的人才能做到吧 听他说完这话 我猛然回头朝这家伙瞪了一眼 李长青先是微微一愣 然后跟着尬笑了两声 在那摸着自己的后脑勺 差不多了 将对方的脑袋勉强地缝合了之后 我终于是松了口气 看着自己手上的鲜血 我突然感觉做这一切的人就是自己 那种说不出的紧张感 让我一时之间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折腾片刻之后 我突然冷静了下来 之后回头朝着此时的李长青看了一眼 你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李长青却并不着急 他拿出一张符纸 然后轻轻地在眼前这男人的尸体周围来回地旋转 隐魂消散 说着他手中的符纸突然是化作了一团火焰 但火焰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 等到其完全烧作灰烬 李长青总算是松了口气 然后用着一副平常的心态看着我 解释还魂你听过吗 他问 我当然不清楚这家伙究竟想要折腾些什么了 但是看他一副如此认真的样子 我也不想打搅 反正他再怎么折腾也只是对一个死人 即便这样显得有些个不道德 但似乎也没有做错什么 我松了口气 再次朝着窗户向外看了过去 可这一看我却注意到之前那男人躺下的地方 竟然莫名其妙的多出了许多人 李长青出事了 我隐约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深吸两口气猛然回头 听完我口中的话 那家伙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折腾片刻之后便慢悠悠的起身 看来死掉的这个家伙身份应该不一般呢 李长青忍不住深吸两口气 可就在此时 我却突然和那群人当中的一个对上了眼 可就是仅仅这样一个细微的动作 我的眼神不由自主地朝着其他地方看了过去 那种强烈的恐惧感让我仿佛像是在做贼一样 很快我注意到那个和我对视的家伙 此时已将身边的人全部带离了 虽然周围已经看不到人影 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好像并不简单 就在我非常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这声音十分的清晰 光是听着就让人不寒而栗 我一时间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用着恐惧的眼神看向李长青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完全是因他而起 所以一切都必须要有个交代 让我没想到的是 那家伙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他回头朝我看了一眼之后 便慢悠悠的来到门口 直接将门打开了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几个模样 十分凶狠的家伙 少爷是不是在这里 其中一个戴着眼镜 年纪看上去叫年长一些的人 他开口问 我摇了摇头 事情到了这份上 自然是不能承认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零一集 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李成青那个该死的家伙 竟然毫不犹豫的就开口说了话 没错 没错 就在这里 我去 这什么鬼 他真是不嫌事大呀 我顿时尴尬的想要用脚趾头抠出三世一厅来了 实在是更加厌恶这李成青的死脑筋 此时一个模样十分凶狠的男人从我们身边经过 然后朝着屋里走了进去 少爷的确在这里 在那个人刚说完口中的话 一个年长的家伙便安排自己身边的几个手下 将所有武器指向我们 如果这些家伙直接动手 那么我们都会被戳成马蜂窝的 你们少爷早就已经死了 我们只不过是将他带回来而已 李成青还在口中解释着 可他都已经犯下了这么致命的错误 又有什么人愿意听他口中的一面之词呢 哼 我听说了少爷的脑袋都已经被别人劈成两半了 猥琐的那个家伙突然间是怪笑了两声 然后抬起手并对着我一巴掌就抽了下去 竟然都已经知道是死人了 为什么不尊重他 还要将他带回来 这种事情在常人的眼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就算是白白挨了这巴掌 对我来说也不算是特别倒霉 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罢了 李长青再次说 天哪 你这家伙究竟能不能把嘴闭上啊 不要让原本已经十分混乱的事变得更为棘手 只不过那中年男人似乎对我们产生了兴趣 哼 有点意思 我倒是比较好奇你们究竟是要做什么 逢尸解释还魂 听完这话 在场的那些家伙们全都愣在了原地 用着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看向李长青 你的意思是说能够让少爷复活 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够让你们少爷灵魂再次回到自己身体里面 但能够待的时间也不算很长 仅仅有几个小时 不过我觉得这样就能够找出杀害你们少爷的凶手了吧 李长青难道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 他的确能够推算出别人的生死 如果提前预判这点的话 确实能够做出一些常人做不到的 世界上竟然还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两天时间里我要亲眼看到少爷醒过来 说出真正的杀人凶手 如果你们能够办到的话 这件事情我们不仅不会既往不救 而且还会答应你们一个条件 可如果办不到的话 那我就只能让你们两个人当中选一个去陪少爷 这嚣张的话语光是听着就让人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倒吸两口冷气 只是感觉自己整个人的浑身都在颤抖 带到那几个家伙走了之后 我用着很不可思议的眼神看向李长青 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实在是不明白 那家伙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奇怪的事呢 对此 李长青却表现得非常随意 在深吸两口气之后才跟着说 别紧张嘛 咱们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只要你相信我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好家伙 我是真不知道他究竟哪来的自信呢 能够摊上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可正当我疑惑的时候 李长青却已经接近那个死掉的家伙身边了 魂龟 说着 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盏煤油灯出来 在原地跟着晃了两下之后 便直接朝着眼前这尸体身上扔了过去 你做什么 尸体都给人家烧掉了 到时候咱们怎么处理啊 我感觉这事自己已经完全快要崩溃了 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他们 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李长青那家伙却并没回答我 余光正落在那尸体身上 可火焰落在尸体身上很长时间后 却还是没有点燃 反倒是发出的余温让我觉得有些灼热 这是什么鬼 我来回地观察了好几眼 却始终琢磨不透这当中的原理 魔术 李长青是调皮一笑 然后伸出手回收了自己手中的符纸 片刻以后 在那煤油灯旁突然出现了一团烟雾 我隐约感觉有什么东西似乎要出现了 在我继续朝着那个方位看过去时 那个男人的影子竟然真的浮空的出现在我的眼前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绝对不敢相信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除了魔法以外 我几乎想不出任何的词去形容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 片刻之后 此时的男人突然撇嘴对着我看了一眼 在那停顿片刻之后 突然冲向了李长青的身边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她的语气中带着无奈 不停的在口中重复着那些让她感觉崩溃的话 我当时并没有察觉出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好像结果也并不是特别让人满意 你死了 李长青说出这话的时候 却非常的淡定 对方的灵魂退后两步之后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接受这个结果吧 李长青再次说 而到了眼前这时 那男人似乎已经冷静下来了 原本紧张的脸上 此时也已经得到了些许缓和 她明白 这时哪怕是说再多 也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如果不是那几个该死的家伙 我怎么可能会死 说着 这男人脸上带着些许的愤恨 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另外一侧 告诉我 真正伤害你的人究竟是谁 我们可以替你报充 李长青用着很严肃的语气 在那又一次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零二集 可恶 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她要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呢 难不成都到了这个点上 还是不愿放弃吗 当中的结果我没办法保证 所以只能是平静的呆在一旁 王毅 那个该死的混蛋 我对那男人口中所说的这个家伙 没有半点兴趣 只是觉得整件事情单纯的没那么简单罢了 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他 我跟着思索片刻 整个人说话的语气都已经开始变得非常不平稳 不知道 那家伙简直比什么都要恶心 说着 这男人更是一声咆哮 我也倒能够理解 毕竟事情到了眼前这份上 那家伙会生气也是正常的 李长青呢 反倒是慢慢冷静了下来 在那儿跟着点头之后 再次说 既然你已经死了 我们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 但在此之前 还希望你能够离开这里 离开 那男人此刻的眼神突然变得有些不太对劲 冷冷地说完这句话之后 立刻转头 我跟着李长青两人同时都愣在了原地 用着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这家伙 从他如此怪异的语气来看 整件事貌似没那么简单 我好不容易能够摆脱那个该死的地方 你们现在竟然让我离开 是不是有些太不讲道理了 对方说话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不对劲 我突然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 赶紧给了李长青那家伙一个手势 不行 你必须离开 李长青那家伙见到眼前情况不妙 于是便用着严肃的语气再次说 荒唐 可是你把我叫出来的 现在就让我走 是不是有些太不给面子了 说着 那家伙突然又是飞快的速度接近我们的面前 一时间 我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赶紧朝后方退了两步 此时的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紧张 我就应该知道 这件事绝对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 李长青那家伙倒是十分的冷静 只是在那儿跟着平静的笑了两声 然后才继续说 没错 是我将你召唤来的 但现在你必须离开这里 说着 此时的李长青已经拿出了手中的陶木剑 我不敢想象 事情明明都到了这个点上 为什么还会变得如此荒唐呢 可眼前这个节骨眼上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退后的机会了 如果你这家伙非要拦着我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对方直接冷笑两声 然后用着飞快的速度 逼近李长青那家伙的跟前 我对李长青倒是不怎么担心的 只是做梦也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会出尔反尔 可还没等这家伙嚣张起来 李长青就已经使出了一股力量 直接将他击退了 男人的灵魂在空中哀嚎两声 然后就瞬间消失不见了 我几乎看傻了眼 一时之间愣在了原地 却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结 结束了 我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用着连自己都不确定的语气问 没有 但我感觉这件事怕是不容易处理 李长青此时 说话的语气已经开始变得很不对劲了 我早就料想到了这点 所以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的办法 到底怎么了 我思索片刻 整个人说话的语气还是带着些许紧张的 刚才出手的时候 我不小心将那只恶鬼的怨念打散了 这对你来说不是也很正常的事情吗 有什么值得疑惑的 我在一旁犹豫片刻 然后用着连自己都不确定的语气在那问着 突然 李长青这家伙用奇怪的眼神朝我看了一眼 然后跟着咳嗽了两声 他是被害死的 所以身上的怨念相比较其他人还要多 而我刚才的举动 会让他成为一只恶鬼 什么 就从刚才那男人的表现来看 这种事并不是没可能的 如果他能够意识到这点 然后吸收普通人身上的精力的话 怕是很快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李长青说出这些话的内容变得很是严肃 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真是头疼啊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扯上这种荒唐事 哎呀都是你 如果你不插手 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我实在是有些忍不住了 但看到眼前这家伙如此可怜的样子 又不好意思多说什么 不 这是天意 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改变 又来这套 就算我不出手 那家伙依旧还是会变成这样子 只是我没有想到 就连自己用陶木剑都没办法将其斩上 事到如今 也不是听这家伙在那说废话的时候了 而是必须要用这最快的速度找到那只恶鬼 那就赶紧出发呀 等事情变严重 到时候咱们就更没有办法处理了 我已经顾不上危险 回头朝那家伙说了一句 然后便急匆匆的朝着门外走去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冯诗教 演播 故里 远方 第203集 你能发现那家伙的动向不 我思索片刻 然后问 能 因为那家伙刚刚中了我的桃木剑 所以身上会留着我的气息 刚说完 李长青是再次举起手中的桃木剑 念动了几句我根本就听不懂的咒语之后 直接将这东西扔了出去 这是你的宝贝 你难道不要了 我感到很是疑惑 完全不明白这家伙究竟要干什么呀 可是接下来 让我不曾想到的是 那把桃木剑竟然悬空了 别紧张 除了你跟我之外 常人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 他说着 然后回头 朝我看了一眼之后 用着飞快的速度朝着前方直奔而去 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赶紧跟上脚步 一点点朝着目的地所在的方向快速的接近 也不知 也不知究竟过去了多久的时间 那桃木剑却突然间停下了动作 怎么了 我很是疑惑地问 按照桃木剑的指示 那家伙应该就在附近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地搜寻 说不定就能够找到 虽然我表示不理解 但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 自然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办法 点了点头之后 便开始在周围观察了起来 与此同时 那只鬼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息变得很是紊乱 那该死的家伙 如果让我逮到他绝对不会放过 男人在口中谩骂了两句 不知为何 这时候 他明明已经不是正常人了 却为什么能够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的饥饿呢 一时间在那条小巷的门口 突然出现了一个模样 看上去十分邋遢的流浪汉 他紧盯着对方 在发出了两声奇怪的笑容之后 便用着飞快的速度 接近那流浪汉 可是 眼前的流浪汉 却并未表现出任何的恐惧 只是用着一双木讷的眼神看着自己 突然 他张开嘴 对着流浪汉的身上 就直接咬了一口 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流浪汉 发出了一声惨叫 而同一时刻 那男人 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那种微妙的感觉 让自己整个人已经变得越来越舒服 而且不断的吸食着眼前这流浪汉身体的同时 自己身上的力量似乎也在一丁一点的提升着 哈哈哈哈 最终他得意的笑了两声 然后将眼前那副已经完全变成骷髅的流浪汉推开了 真是太棒了 而就在这时 我用着余光却已经撇到了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绝不敢相信事情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看到眼前景象的同时 我忍不住退后两步 此时瞪大了双眼 甚至完全不敢接近 李长青那个家伙总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不在 好在这对方呢并未察觉到我 而是继续朝着前方走去了 为了防止被跟丢 所以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经过另外一条巷子时 我却突然注意到那家伙竟然不见了踪影 那一瞬间 我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为的就是能够抓到对方 但不曾想到的是 竟然对方就这么消失了 可就在我不知所措之时 却突然感觉自己的背后传来了一股良意 我猛然回头 只见一张血淋淋的面孔正出现在自己的背后 然后还露出一副猙獰的笑容 说着那家伙对着我的肩膀就要一口咬下去 我的身体出于本能般的挪开了 但这家伙对我所造成的威慑力却依旧是十分的强大 看到眼前的一切 我整个人已经紧张地说不上话了 瞪大了双眼 我现在却也只能是很被动地在那待着 别逃啊 让我轻轻地咬一口 一切都会结束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早已是完全病变 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下去 只怕会变得更糟 我挪动着身体 此时想要拼命地朝后方退去 但就在这时 那男人却突然发出了一阵奇怪的笑声 然后如同疯了一般朝着我身上就直接扑了过来 救命啊 也正是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李长青及时赶到了 然后率先一步挡下了这个男人 你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替你解决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继续下去 说到这儿 李长青力索地抽出了桃木剑 直接朝着对方身上就砍了下去 一刀落地 那个男人的身体哀嚎了两声 然后瞬间化作了烟雾 我虽然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 但李长青这么强大的家伙 竟然有什么样的难题能够让他都处理不了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将 演播 故里 远方 第二百零四集 此时我木认的看着面前这血淋淋的尸体 真是不敢想象 这东西竟然能够放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透过棺材散发出那一副剧烈的恶臭 让我整个人都快要疯掉了 我慢 我慢悠悠悠的拿着手中的针 不仅不慢的在尸体的每一处细节上来回的打磨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缝合眼前的尸体了 不为别的 为的只是拿到将近五十万的报酬 处理好了 我拍了拍手 最后看了一眼那近乎快要腐烂的面孔 还是强行忍住了内心的恶心 慢悠悠的转过身去 在场的人当中 除了那年纪看上去比较年长的老头以外 剩下的其他人的脸上都不是很好 爷爷 我看你是疯了 为了一具死人的尸体 竟然愿意花五十万 请来个骗子 人群中 一个模样看上去十分年轻的男人说着 我自然不想理这家伙 事情发生在两天前 当我跟着李长青正百无聊赖的待在家中时 此时的门口 却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我并不清楚对方究竟是谁 所以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就直接将门打开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门刚打开的同时 却突然出现了几个模样十分奇怪的墨镜男子 他们不由分说直接将我困住了 让我几乎无法动弹 李长青刚准备上前 但眼前的一个墨镜男 却突然掏出了手枪 他就算再怎么厉害 那也只是针对那些恶鬼 对于这种恐怖的人自然是没有出手的可能的 别紧张 我只是过来看一眼 李长青说 我刚想骂那家伙没良心 但眼前那拿着手枪的家伙 却突然间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然后靠近了我 你就是许君浩 对不对 这些家伙 究竟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不过 我还是轻轻的点了点头 通过这样的方式打扰到你实在是非常抱歉 但我们老爷希望你能够去他宅子里面一趟 什么鬼 就算是邀请别人也不用这么粗俗吧 之后那些家伙根本不过我的想法 直接将我强行拽了出去 当然李长青也没能幸免 直到我们上了辆豪车 那些人确定我没有办法逃跑之后 才跟我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我们老爷知道 你就是附近这一块最为有名的冯尸匠对吧 有名 我自认为做这些事的时候已经是十分的低调了 为什么他们还会说出如此奇怪的话呢 我倒吸两口冷气 一时之间又不知该如何解释 您不用辩解 因为老爷让我们来到这里之前 已经对你的底细摸索过了 既然都已经知道了情况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其实我已经大概能够猜到 这些家伙究竟想要我做什么了 实不相瞒 老爷为了找你 已经花了将近五年左右的时间 那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有人告诉他的 谁 非常抱歉 现在不能告诉你 那男人不愿意开口 我自然也不会多问 车子一路行驶 我实在是有些担心 于是便朝着回头的方向看了过去 放心 你的朋友会跟你一起过来 并且他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威胁 我不太确定 能够用这么粗鲁的方式将我抓来 那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待遇 可就在这不知不觉中 我已经被带到了眼前的这栋别墅 豪华的别墅门口 正站着十几个跟之前那些家伙 一模一样的墨镜男 我就像犯人一样 被这些人强行的带进了别墅的大厅 此时一阵拐杖声突然传了过来 徐军昊 是吧 那声音带着些许沙哑 当我抬头看去时 这才发现是一个年纪八十多岁的老头 没错 你想干嘛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浪费时间了 直接了当的询问了这个老头子 不干嘛 只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逢是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虽然我已经无数次保证 自己绝对不会再干这样的事 但面对这种威胁 我还是更愿意保全自己的性命 没错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自然也没有必要拐弯抹角 那老头子说完口中的话之后 便打了个手势 身边一名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 慢悠悠的走上前 然后 递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这个上面有五十万 如果你能替我完成这件事情 这笔钱就直接给你 当然 如果你让我非常满意 我会给出将近十倍的价格 十倍 以我现在的工资水平来看 五百万几乎是我这辈子很难挣到的了 没有人不会为了利益而纠结的 哪怕这些家伙看上去是不怀好意的 你要我怎么做 替我爱人逢尸 老头子与其平静 可当我又一次和他对视时 却发现这个男人的眼神里似乎带着些许的温柔 这么有地位的人 竟然也是个痴情种 在这样的考虑之下 我突然变得不是这么讨厌这个家伙了 我爱人已经去世五年了 他的尸体我一直舍不得安葬 而且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方法保存到了现在 而你要做的 就是让我的爱人重新变回他原本的样子 我是逢尸不会美妆 我开口 虽然我对钱非常有兴趣 但做事情也是讲原则的 况且如果欺骗了眼前这家伙 那我怕是也只会有死路一条了 我知道 但是等你去看看我爱人的尸体 大概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说着老头子抬手 便让身边的几个墨镜男带着我走进了一间独立的房间 可就在我刚进去时 就感受到了一股良意 那感觉让我浑身颤抖 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 这里是冰窖 所以温度会很低 尸体就在前面那幅棺材里 你先去看看 其中一个墨镜男对我说 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犹豫片刻之后便还是挪动着脚步朝前方跟了过去 就在我刚接触到这幅棺材的时候 那上面似乎已经结下了一层厚厚的冰 可以打破 这是老爷的意思 身后的管家说 我倒吸两口气 然后举起手中的叉子 奋力地朝着眼前那层冰块上狠狠地扎了下去 虽然刚开始的整个过程进展的并不是特别顺利 但好在一切都已经稳定了下来 身边那几个奇怪的家伙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此时的表情变得非常奇怪 但到了眼前这个点上 我自然没有任何必要去纠结了 将这层冰破开了之后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打开这幅棺材 可当打开棺材的那一瞬 一股强烈的味道是瞬间袭了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零五集 那一刻我承认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变得很糟糕 在原地折腾片刻之后 我终于是冷静了下来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切的结果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保证了 所以现在这个点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之后我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这个女人的尸体给处理好了 现在那老头子已经按照自己的要求将这笔钱给了我 谢谢老板 虽然很不愿意 但到了眼前这点上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 所以我乐呵的笑了两声 然后将这笔钱直接收了回去 没关系 这是你应得的 你的工作完成得很好 那老头子说完之后便安排自己的手下将我送了出去 自然拿到将近五百万的好处 就算他们不愿意开车送我回去 对我来讲也是不会有任何的意外的 李长青倒是用着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在纠结片刻之后才继续说 嘿 这下你可唠叨不少好处啊 我听完这话多少有些不高兴了 明明是凭借自己的本事 为什么还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开什么玩笑 如果不是凭着我一手风尸技巧 那老头子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的给我们这么多好处 此刻我内心当中变得很是激动 在说完眼前这句话时便用着一副很严肃的表情 看着此时的那个家伙 李长青听完眼前这话 却只是在那儿黑黑的笑了两声 行了 还是赶紧先回去吧 由于这里环境陌生 所以我也不愿意继续待着了 片刻之后 李长青那家伙突然间停下了脚步 然后用着一副很是奇怪的眼神朝周围看了过去 你怎么了 我也跟着停下了 然后用着一副连自己都不太确定的语气在那儿问着 有人 什么 在我刚准备回头的时候 却突然注意到身边又一次多出了几个模样奇怪的家伙 在我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瞬间 眼前的几个大汉突然将我身体绑住了 然后带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当我看着周围 当我看着周围黑漆漆的一切 身体不由自主的跟着哆嗦了两下 然后 然后用着一副很紧张的表情看着周围 你总算是醒了 对方冷冷的说了一句 随即将我脸上的头套摘了下来 同样跟着我一起受害的还有李长青那个家伙 见到那家伙的时候 我心里多少感觉有些不痛快 可一时之间待在原地却又不知该怎么去做 你 你们是谁 我在原地停顿片刻 然后用着一副非常严肃的语气在那问着 可就在我刚准备开口时 那几个家伙却突然发出了奇怪的笑声 趁我还没有接近他们 突然冲向我的面前 然后抬起手中的拳头 将我的身体控制在了原地 臭小子 你也算是捞了我父亲不少的好处吧 这家伙的模样 我还是留些印象的 只是没有想到他们竟会如此的嚣张 如今这个点我却不知应该如何去做 只是用一副非常不爽的眼神死死的盯着他们 我们挣这笔钱可是心安理得 你们还想怎么样 当我说完这话的时候 那家伙却突然间笑了起来 脸上更是带着些许的得意 哼少说废话 现在什么情况 难不成你们还不清楚吗 那男人多少有些不耐烦了 冷冷的说完这话之后 便突然朝着我们身边靠近了过来 我顿感情况不妙 此时身体后退两步 可由于活动的空间十分的狭小 所以折腾了片刻之后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堵在了墙角 根本没办法走出去 乖乖的拿一半钱出来 不然的话你们休想离开这里 一半 凭什么 我自然是不服输的 用着很是愤怒的口气在那说着 可就在我刚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那几个家伙却笑了起来 脸上更是带着嘲讽 哼 事到如今 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的确如此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不肯答应这家伙的条件 怕真的只有是死路一条了 李长青此时也被打开了眼 在那纠结片刻之后 用着很不淡定的语气说 之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 为什么你们还要这么做 可是 这个年轻的男人 却用着一双愤怒的眼神 瞥着李长青 那家伙仿佛像是受到了某些刺激 一时之间愣在了原地 一句话都没有开口 你给我听着 我没那么多时间 现在陪你们在这浪费 如果不想死的太惨 那就给我老老实实的 说着那家伙脸上更是透着些许愤怒 说完眼前这句话的同时便用着飞快的速度接近 看到李长青这么痛苦的样子 我多多少少还是担心事情会变得更加糟糕的 犹豫片刻之后便跟着继续说 行了 我知道了 您不要为难他 见我此时已经冷静了下来 那几个家伙终于是得意的笑了两声 然后跟着拍了拍手 哼 对嘛 这样的话咱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要你给钱 我们马上就放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我不肯答应 那这几个家伙 怕是今天都没办法能够走出去的 我给你们 但是我现在没有现金 所以要给你们的话 也只能先等等了 那男人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几个手下 在那纠结片刻之后 也算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行 量你这个臭小子也不敢有什么奇怪的想法 说着 那几个家伙果然已经将我身上的绳子解开了 我活动着筋骨 用着非常不情愿的眼神看了两眼那几个家伙 别在这浪费时间 赶紧给我动身 我无奈 事到如今根本不敢有任何的想法 犹豫片刻之后 也只能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之后 我便小心谨慎的跟在他们身后 到了眼前这个点上 我不敢有任何奇怪的想法 这附近正好有银行 你跟上他 轻眼看他取钱 如果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的话 就直接带他回来 那男人对着自己身边的手下 用着很严肃的语气说 我自然不敢有任何的想法 在那倒吸两口冷气 便慢悠悠地朝着前方走去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点上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退后的机会了 就这样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 此时我突然回头看去 却发现那个大汉 正用着一副愤怒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我不放 大哥 您不需要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吗 我神色紧张 此时说话的语气都开始变得颤抖了 本以为到了这时 那家伙不会这样对我 可就在我刚说完这话的同时 大汉却忍不住在一旁咳嗽了两声 表情变得更是怪异 第二百零六集 不过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也不敢奢求什么了 只是平静地在前方继续走动着 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终于是注意到了正前方的目的地 虽然很不愿意就这么白白的将自己手中的宝贝交给他们 但是为了保住性命 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 此时我慢悠悠的接近目的地 在沉思片刻之后 终于是拿出自己手中的银行卡随意的扫描了一番 但就在眼前这时身后那几个家伙突然间用着很是奇怪的表情看着我 我突然意识到情况的不对 此时想要后退 但他们却紧紧地锁住我的脖子让我根本无法动态 咱们老大的意思可不只是一半啊 这次必须将所有的钱全部拿回去 好家伙竟然想杀人越祸 可我即便是十分愤怒 但自己的身体几乎没有办法能够动弹 只能非常被动地挣扎着 也不知究竟疼了多久 此时的我已经开始整个人变得十分的昏沉 下一秒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阵奇怪的声音突然从我背后传了过来 什么人敢在这光天话雨之下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 当我猛然回头 只见一个外貌看上去十分年轻的女人冲向了这里 臭丫头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啊 说着 那大汉此时的模样变得更为凶狠 并且将我制服 让我几乎无法动弹 我非常的清楚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怕是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了 可此刻的我整个人变得昏昏沉沉 完全不知道该去怎么做 住手 那女的说着 突然一脚朝着大汉的身上踹了过去 虽说这女人年纪不大 但此时的身手却十分的敏捷 大汉是身体狼狈地朝后摔了下去 折腾了几下之后 又一次爬了起来 丫头 既然你非要多管闲事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对方说了两句 然后她的拳头飞快地朝女人面前逼近 两人体格之间的差异已经让我意识到 这件事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可不曾想到的是 女人不仅没有半点紧张 反而用着十分敏捷的身手强行躲开了攻击 那一瞬间 我几乎傻了眼 用着满是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这时发生的一切 而此时 大汉似乎意识到自己扑了个空 但是他满是愤怒 他这时候并没有打算放弃 我倒是想看看 你究竟还能够嚣张到什么时候 大汉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在原地咆哮两声 然后举起手中的拳头 奋力地朝着地面上直接就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 不得不说 这大汉的实力的确是非同小可 就这么简单的一下 竟然能够让整个地面跟着晃动起来 可那女人不仅没有受到半点威胁 反而很是轻松地躲过了攻击 既然你这么不知悔感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女人用着激动的语气说了两句 然后快速接近这个大汉 这女人敏捷地伸手 让眼前的大汉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找到抗衡的机会 而此时 在大汉整个人还在发呆的时候 他抬腿直接对着大汉身上 就踹了下去 大汉应声倒地了 此时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站起来 哼 早就已经跟你说过 女人倾笑了两声 然后一把锁住对方的身体 将其完全压在地上 她终于是松了口气 接着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不得不说 这女人的出手 的确是给我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没事吧 她用着非常温柔的语气问 我点点头 此时也没有多想 而是跟着松了口气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结果 似乎已经是能够接受的最好的情况了 谢谢 我捂着受伤的胸口 此时的身体 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动他 不客气 我来这里也不过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已 女人说完眼前这句话 却突然间跟着笑了两声 虽然不明白这女人口中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 的确已经是好了不少 我突然想起李长青那个家伙 如果继续将他放在那儿 不管的话 怕是根本没可能活下去的机会了 思索片刻之后 我便顾不得那么多了 然后静止朝着那个方向直接就飞奔了过去 你在找什么 那女人突然上前 用着很是关心的语气问 没事 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并不想在这浪费时间了 况且还被这样一个女人跟着 她的确是我的救命恩人 但我也绝不会让她就这样一直跟着我不放的 师兄 当我守在这间仓库的门口时 那女人却突然间对着前方直接是大喊了一声 我瞬间感到情况不妙 此时想要后退 可那个男人跟着自己身边的几个手下 却已经自觉的注意了过来 完了 我本以为这次能够偷偷摸摸的出手 但没想到竟然会被眼前的这个女人给坑了 臭小子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带头的那个男人用着很是愤怒的语气对着我问 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奇怪 似乎已经察觉到之前那个大汉也许会出事了 可就在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时 那些家伙却像是发了风似的 全部朝着我身边走了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07集 此刻我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 只能选择后退 但却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 当我还在紧张时 却突然注意到身后那个女人用着十分严肃的语气在那说着 李长青的目光对向那女人的同时 却像是受到了某些刺激一般 赶紧将自己的脸扭向一旁 怎么的 都到这个时候了 难不成你还想找帮手 这男人显然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 此刻的语气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嘲讽 我不敢说话 毕竟实在不愿承认是这个丫头一直跟着我不放的 老大 不需要跟这臭小子废话 看来他明显是不想配合我们 既然这样的话 哎 那咱们就给他点苦头吃好了 也不知是哪个杀千刀的家伙 突然间上前附和了两句 而到了如今这个份上 那男人自然是不会轻易的放了我们 哼 说得对 反正你这种小子现在也应该不会听我们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给我乖乖的去死吧 说完这话的同时 那家伙果然抬手 身边几个手下也是突然间跟上了前 我一时之间表现的有些不知所措 除了尴尬的待在原地 甚至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那丫头却突然间走上前 然后用着非常激动的语气在那继续的重复着 你们这些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丫头 你现在才知道真相已经很晚了 不过多你一个对我们来讲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识相的话 就赶紧滚蛋 说完眼前这句话的同时 那几个家伙的脸上表情中更是带着嚣张 明明眼前到了这点上了 那丫头不仅没有感觉到半点恐惧 反而很是淡定的待在原地 哼 既然这样的话 那本小姐也没有必要跟你们浪费时间 小姐 我并未仔细观察这女人的模样 但从她这时说话的语气 能够明显看出事情并不简单 显然 这句话更是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一阵哄堂大笑 完蛋了 独自躲在一旁的李长青 却突然间开口 说出了这样一句无奈的话 虽然我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看眼前的情况 一切的结果也许并不简单 果真 这时那几个手下是毫不犹豫 直接选择动手 对此 这女人不仅没有感到半点恐惧 反而很是轻松的就躲开了攻击 此时那几个家伙似乎已经感到情况不对了 想要后退 却发现根本来不及了 只见这丫头迅速上前 然后生出一股强劲的力量 对着那几个家伙的脸上就直接砸了下去 好利索的一招啊 几乎让人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趴在地上的那几个家伙 此时他们的身体已经没办法站起来了 疼痛片刻之后便用着一副很不爽的眼神看着我们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带头的那个蒋红说完眼前这句话 突然就这样无力的趴在了地上 然后没了动静 我倒吸两口冷气 只感觉内心里非常的紧张 好在刚才并未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然的话事情只会变得更为棘手 师兄是你对吗 那女人突然间说了一句 然后用着飞快的速度接近李长青的跟前 不不不 我想你认错人了 不会 师兄就是你没错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李长青似乎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纠结片刻之后 也只是露出了自己原本的面目 可算是让我找到了 那女人说到这儿 突然是激动的上前一把把李长青搂住了 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但这时所发生的一切又是那么的真实 甚至让人到了无法相信的地步 你是谁 女人纠结了好久之后 终于是将目标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然后用着严肃的语气在那问 我很想被他们忽略的 但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无力地摇了摇头 之后才跟着小心谨慎地开了口 你就当我是个过路人吧 我本以为这样就能够甩开了 但不曾想到的是 这女人竟然将我强行拽了回去 不管如何 既然你出现在这里 跟我师兄一定有某些关系 我叫苏婉儿 苏婉儿 听这名字 倒是能够感觉这女人不一般 而事情都已经到了如今这份上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办法 我倒吸两口冷气 在沉默片刻之后 才用着连自己都不确定的语气说 你们是师兄妹 对于眼前这个问题 那个女人似乎没有犹豫 而是直接点了点头 我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 但此时却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李长青那家伙面如死灰 似乎连一句话他都不愿意多说 师兄 你可知道 这上次的事情结束以后 我一路都在追寻你的下落 本以为你已经死了 但没有想到 就好还是让我找到 苏婉儿语气很是激动 李长青却只是在那儿 如同机器一般 木讷地笑了两声 让 让师妹担心了 男人之间的默契 显然是存在的 所以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他内心中所透出的些许绝望 太好了 只要能够陪在师兄身边 不管让我遇到什么样的麻烦 我都不会害怕 说着 苏婉儿便肆无忌惮地 将自己的身体 靠在李长青的身上 然后 撇嘴跟着笑了起来 若不是我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 绝对不会相信 事情竟然变得如此荒唐 可这一切既然都发生了 那自然是无法避免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零八集 这时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已经是李长青第三次开口询问那女人了 那种肉眼都能看得出的嫌弃 让我也不知应该如何去安慰 所幸现在我只能是当做所有的事都没有发生 我说过呀 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找你 苏婉儿还是同样的话 哪怕已经做出了三遍的回应 荒唐 李长青更是懊恼 一句话说完之后便满是激动的坐在旁边 整个人的表情十分的郁闷 由于现在情况特殊 所以我不敢刺激那家伙 片刻之后 苏婉儿却突然上前 很是郑重的对我拘了一躬 多谢你了 这段时间承蒙您对我的照顾 我尴尬的苦笑了两声 然后连忙跟着解释 没关系 毕竟她也救了我一命 所以今后也希望你能够收留我 什么 我本以为那女人要将李长青带走的 但就在她开口说出这话的同时 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应 开什么玩笑 我们两个男人住在一起已经够不方便了 可不想多你一个累赘 李长青终于是耐不住了 直接爆发了内心当中的真实想法 我跟着点头 毕竟实在是不想带上眼前的这个女人 苏婉儿看向我们的表情变得有些难过 由于现在情况特殊 所以我也不敢有任何的想法 只是用着紧张的表情盯着她不放 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真是非常遗憾 我只能够暂时去找别的住处了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我突然感觉自己做的有些过分 这样对待你师妹真的没事儿 我回头对着李长青问 而那家伙依旧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在那儿无奈地笑了两声 之后便跟着开口 放心吧 我对那丫头的情况简直不能太熟了 一般只有她敢得罪别人的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自然也没有必要再纠结 我沉默片刻之后便跟着点了点头 正巧 忙活了这么久的时间 还是打算先休息一会儿 说着 那家伙突然靠在床头 竟然直接睡了过去 看到她疲惫的样子 我倒也不忍心去追究了 突然感到肚子有些饿了 于是只能够自己一人先行离开了 刚出门便见到苏婉儿这人站在门口 看到她低着头 那副委屈的样子 我突然心疼了起来 趁着她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突然接近她的面前 怎么了 我开口问 可此时 苏婉儿却只是抬头朝我看了一眼 没钱吃饭 看着这女人如此可怜的样子 基本可以判断她并没有和我开玩笑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苦笑两声之后便带着她来到了附近的一间餐馆 你来找李长青究竟是因为什么事啊 餐桌上我看到她狼吞虎咽的样子 多少还是有些不太忍心 犹豫片刻之后 更是用着一副很是谨慎的语气问 不是说了吗 因为想起了她 才会打算跟她碰面的 听着苏婉儿这样的语气 我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可明明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却不知该如何去回应 真就只是这个 我一直不住好奇心 说话的语气突然变得有些严肃 果真 这时苏婉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然后用着一副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可以不 我点点头 其实 这次过来 是我父亲的意思 你父亲是他师叔 苏婉儿点头 我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意外 只是在那儿跟着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听他说下去 父亲现在的情况比较棘手 而师兄过去了那么久的时间都没有消息 所以他比较担心 打算让我下山看看情况 也难怪 对付一只这样的恶鬼 李长青身上的负担 比起其他人来说 确实要中了不少 本来我也不太愿意 但是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 那也没有办法呀 苏婉儿脸上带着些许的委屈 从他那副表情中似乎能够看出些什么 我愣在原地了 一时间也不知应该如何回应 只是在那儿点了点头 师兄是个性格十分要强的人 这种事情如果让他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生气 所以我才闭口不谈的 苏婉儿满足地吃完最后一口菜 然后笑着站了起来 你还真是为你师兄着想 看来他好像并不能够理解你的心意 透过眼前的这几点事 我感觉苏婉儿可能除了比较粘人之外 似乎也没什么太大的缺点 谢谢 其实吧 我跟师兄的婚约已经定好了 等这次事情结束以后 我就会带他回去成亲 好霸道的女人啊 不过从她的身上 我看到了些许廖家新的影子 想到廖家新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我 心中突然多出了些许的苦涩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么的特殊 尤其是在某种程度的情况下 所以你会一直打算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吗 我反问 算是吧 师兄虽然道行很深 但是做事情比较鲁莽 所以容易犯下一些错误 我在暗处的话 就能够让这种情况少一点 苏婉儿的语气中透着对李长青的关心 不知不觉 我竟然开始羡慕起那个家伙了 多谢捆大 我想我是时候该离开了 说到这儿 苏婉儿突然起身 然后对着我温柔的一笑 你去哪儿 很难想象 一个身无分文的女人 究竟该怎么去安身呢 不知道啊 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睡觉吧 适合自己的地方 我似乎已经能够猜到 苏婉儿接下来的生活 究竟会多么的艰辛 在得知我并不会帮助她的时候 这女人对我不仅没有任何的埋怨 反而是非常轻松似的 一时间 我觉得那个十分过分的家伙 是我自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离远方 第二百零九集 等一下 我给你安排你住的地方 虽然同情 但是留下苏婉儿在我家里 的确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我只能选择将她送到附近的酒店 给她安置一个月的住宿 真是太谢谢你了 师兄能够交代你这么善良的朋友 真是她的福分 苏婉儿那天真的笑容 让我不知所措 对了 你下山的时候 难道没有找你父亲要点生活费吗 要了 只不过 刚下山没有多久 就碰到一个看起来很可怜的妇女 我就直接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 都交给她了 天哪 还真是个天真且善良 甚至 已经到了有些愚蠢地步的女人了 不过 这种善良的人 不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 思索片刻之后 我拿出自己的钱包里的几千块 先拿着 这笔钱留给你的日常生活开销 有空的话 我回过来看你 记住 这笔钱可千万不能送给别人 知道吗 苏婉儿微微一笑 然后跟着点头 见状 我终于松了口气 此时便打算离开了 可刚转身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刘一鸣 我是做梦也不会想到 在眼前的这个节骨眼上 会碰到这个该死的家伙 苏婉儿却依旧跟在我的身后 用着很是疑惑的表情问 嗯 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 表示没什么大碍 刘一鸣显然没有注意到我 而他身后跟着的纳木法师 却也只是微微的朝这里瞥了一眼 不知为何 当他们两人经过这的时候 一股阴凉的气息在周围扩散 我的身体随之颤抖 然后用着紧张的眼神朝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回过头 却发现此时的苏婉儿 也用着一副严肃的表情盯着正前方 那个人有问题 果然是师兄妹啊 竟然一眼就能够看出问题的不对 我咳嗽两声 沉默片刻之后才继续问 算了 事情跟咱们没关系 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苏婉儿却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静止朝着前方走去 我很是紧张 若是这时候不跟上的话 苏婉儿可能会把事情闹大的 可正面碰上刘一鸣 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犹豫之间 却见到刘一鸣跟着纳木法师 一同上了电梯 有惊无险 这下总算是能够避免这尴尬的情况了 你干嘛又多管闲事啊 我实在忍不住了在哪跟着问 对此 苏婉儿却并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继续朝着前方走 由于现在情况突然 所以绝对不允许自己出现任何的差错 我缓缓地深吸两口气 然后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 刚才那个法师身上带着很重的邪气 而且我能够确定她绝对有问题 对于这点我表示非常的清楚 毕竟跟她之间已经是有过接触了 犹豫片刻之后 我还是不打算将这件事说出来 很快我们也是跟着来到了二楼的所在地 这儿的一切十分的阴森 并且处处都透着诡异 由于现在情况特殊 所以我也不敢太过招摇 要我说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就没必要管这件现实了 不行 如果不调查那个法师的身份 事情怕是会更加激爽 苏婉儿表情认真 看上去比李长青还要固执 唉 没办法 既然都陪着她来到了这儿了 那我自然也没有任何犹豫的机会了 缓和片刻 我跟在苏婉儿的背后 此时甚至连呼吸我都不敢 确定了不会有事吗 门口突然传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放心少爷 一切在安排之中 我倒是希望如此 那么真 你的实力我是认可的 但是那该死的老头子 必须要让他没命 少爷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跟苏婉儿同时守在门口 静静地听着里面的内容 有那老头子在一天 我就感觉浑身都不适应 上次的事情 他可算是给我整出了不少麻烦 让他留下的话 事情就会更加棘手 随后 我便听到什么东西在砸地面的声音 那个刘一鸣究竟想要干什么呀 知道了 我会用最为传统的死咒术 让老爷在三天之内当场暴毙 死咒术 我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但光听到这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 好恶毒的家伙 苏婉儿也忍不住跟着感叹了起来 我不敢说话 也只是静静地在那继续待着 甚至非常担心会出现任何的差错 这样最好 等事成之后 我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少爷 除了钱以外 我想我之前跟你说过 希望你能够记住 那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 变得是越来越奇怪了 我听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 似乎已经变得非常不对劲了 赶紧离开吧 我思索片刻 然后用着一副 连自己都不太确定的语气说 糟糕 苏婉儿突然瞪大了双眼 随后拉着我快速地朝着走廊跑去 下一秒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背后 卧槽 这是什么 苏婉儿却也顾不上和我解释 拿出了手中的符纸 社官符 去 那符纸瞬间朝着前方窜去 紧跟在我们身后的那个家伙 此刻突然停下了脚步 赶紧跑 这拖不了多久的 我点头 没了命地朝着走廊另一侧跑了过去 可恍惚之中 我似乎感到自己脚底下有些不太对 果然 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我整个人的身体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虽然非常的疼痛 但现在的我也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迅速爬起来之后便用着飞快的速度来到了电梯门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10集 匆匆离开这里时 我整个人的表情中都是说不上的紧张 你没事吧 苏婉儿一双眼看着我 没事 我松了口气 然后伸出手朝口袋摸去 可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怎么了 苏婉儿见我表情难看 于是忍不住问 东西好像掉了 由于现在情况特殊 所以我根本无法保证 沉默片刻之后 我回头看向此时的苏婉儿 应该不会有问题 可这么说 无异于是在自我催眠了 死咒术 那个家伙为什么会打算使出这么卑鄙的手段 苏婉儿并未听到我口中所说的话 而是在那自言自语 那是什么 听上去好像很可怕的样子 那是一种流传于古代的禁术 类似于诅咒 但会对被迫害者造成更加可怕的影响 苏婉儿很是严肃地说 一般来说 中了这种咒术的人 基本上活不过一天 并且会在极端痛苦的状态下死去 而去世后的灵魂 甚至都没有办法能够脱离出本体 而是随着肉身一同消散 难怪会取这么可怕的名字 除非是对那个家伙生无痛绝 否则的话 是不会有人愿意用这样的方式 去迫害别人的 苏婉儿心里很是无奈 可之前谈话的内容 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了 刘一鸣打算迫害自己的亲生父亲 那家伙究竟是丧心病狂 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才能够做出这种选择 算了 就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 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叹了口气 然后非常无奈地说 难道你就打算不管不顾 苏婉儿显然对于我口中所说的话 表现得非常意外 在那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能怎么做 刘一鸣跟我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况且那个纳木法师实力高深 就算是你师兄 也未必会是那个家伙的对手啊 说出这些 我只是尽量地表现得非常委婉 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差距 其实已经十分的明显 苏婉儿愣在原地 似乎有些不太乐意我口中所说的话 实在不行的话 先放一下吧 替你师兄先解决眼前的事情 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见情况有些不太对 于是便转移了话题 不行 既然让我听到了 那就一定要想办法 好一个固执的女人 我愣在原地了 完全不知应该如何去解释 下了电梯 那女人却朝着回头的方向看了一眼 似乎打算再去一次 可就在她手放在电梯上的时候 却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想通了 我问 苏婉儿没说话 只是跟着摇摇头 先回去吧 这儿你不住在我家 想必李长青应该不会怎么样的 入夜 在灯红酒绿的会所后面 一个不起眼的巷子里 纳木法师穿过这群人 静直地朝着走廊的最深处走去 片刻之后 一股斜碎的气息在她身边环绕着 哎哟 等了你这么久的时间 你可总算是出现了 说着 那斜碎的气息突然化作了一个人影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很可惜 灵珊那小子的实力 似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所以没有得手 那女鬼无奈地说 意料之中的结果 纳木法师平静地解释着 哼 看着这副表情 好像是有些其他想法 难不成你那边情况有了改变 算是吧 刘一鸣那个混蛋 打算杀了自己的父亲 女鬼听完却只是得意的一笑 这样不正好顺了你的心思 只要你能够顺手将那老头子杀了 而刘一鸣 不过就是你完成野心的一只傀儡罢了 说着 女鬼缠绕在纳木法师的身上 别说废话 你的任务没有出色地完成 还敢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 看来你是不打算跟我继续合作了 纳木法师说到这儿就要抬手 你可真是的 要是我直接动手 一不小心要了那逢尸的小子的性命 对你来说 不就吃了大亏吗 纳木真没说话 要知道 少年遇难的机会能够被咱们碰上 也算是巧合 灵山那个臭道士 书到底不过只是玩玩 你要真想完成自己的野心 不得将许君浩那小子留下来吗 知道就行 可你三番五次地想要迫害他的性命 嗯 这可跟我没有关系 女鬼倒是很委屈地说了两句 说起来 那小子自己惹上了不干净的东西罢了 至于那个廖阳 他死了就死了 我可没有尽用他的灵魂闹事 那究竟怎么回事 纳木真显然对于这事已经产生了些许的疑惑 不清楚 要他性命的人太多了 说不定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几只孤魂野鬼 也不是没有可能 说完这话之后 那女鬼瞬间就消失了 纳木真突然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 当自己回头看去时 却发现此时一个罪汉正用着满脸疑惑的神色看着自己 废物 他快速接近这家伙 趁其还没反应过来之时强行锁住他的身体 那么沉迷于这种醉生梦死的环境 那就让你永远死在这里好了 话落 他冷哼两声双手开始发力 哎呀 这么好的灵体 怎么能够让我错过呢 女鬼再次出现 缠绕在这眼前醉汉的身旁 片刻那醉汉的身体仿佛灵魂都被抽干了一般 骨瘦如柴 只剩下皮包骨头呆在原地 而纳木真跟这只恶鬼早已不知去了何处 路过的清洁工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刚来到这儿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给吓了一跳 死 死人了 救命啊 天主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一十一集 我提心吊胆地守了一夜 但一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师兄 对于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苏婉儿还在商量着我们昨天遇到的情况 李长青呢却始终没有表态 王儿 这事情跟咱们没有关系 况且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是为了收服那只恶鬼 李长青虽然口中说我说的是头头是道 但那家伙的真实情况我是格外的清楚 当然 考虑到男人的面子 所以我也不想戳穿他 片刻之后 李长青跟着苏婉儿两人都紧盯着此时的新闻播报 又有人死了 李长青倒吸两口冷气 此时的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严谨 这新闻报道上就算是出了人命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吧 我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 于是便在眼前这个点上开口插了两句嘴 可很快 那两人却是用着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这死相太不正常了 血液跟灵魂都已经完全被抽空 这根本就不是正常死亡 他们两人一唱一和 倒是让我感到有点意思 片刻之后 李长青突然是紧锁眉头 接着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去那里看看吧 还是不要了吧 上次你们几个还没受到教训吗 我可不想重蹈覆辙 师兄说的对 这件事情明显很反常 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 苏婉儿也跟着附和了两句 要死我忘了还有这个女人呢 他们师兄妹一旦遇到这件事 那就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上次的教训就让我感到没那么简单了 行啊 反正要你们去 这件事跟我们可没关系 我随意地说了两句 然后靠在一旁的沙发上 我待在家中休息 也不比那件事舒服吗 再说了 今天挣了五百多万 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个 还要让人舒爽的了 算了 这种人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枪 李长青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突然用这样的语气对我说了一句 我感觉非常的不爽 但却也懒得反驳他 师妹 我们两个人去调查 留这个家伙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说着 李长青便跟着苏婉儿离开了 当他们重重的摔下眼前的大门时 我才意识到这两个家伙应该不是在开玩笑的 不过正如苏婉儿说的那样 李长青是个太容易冲动的家伙 虽然知道了 虽然知道了情况有些不对劲 但却根本不会估量自己现在的状态 只会盲目出手 至于苏婉儿 她是这个女人的心里 永远装着的 就只有她的师兄 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 我吐槽了两句 随后靠在沙发上看着新闻 这时候 新闻里那个人的尸体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 会从这电视机里钻出来一样 我跟着一阵哆嗦 突然感到情况有些不太妙 犹豫片刻之后 我似乎已经没有勇气 继续待在这儿了 思索了片刻 我最终还是打算跟上他们两个 刚出门 李长青跟苏婉儿那俩人 真就朝着停车场走了过去 你不是不来了吗 李长青一双眼紧盯着我 用着很是严肃的语气在那儿问 我 我只是觉得在家里太无聊罢了 此时 我也并不清楚 自己 为什么会胡乱扯出这么一个理由来 但那两个家伙似乎并没有怀疑 而是简单的笑了两声 随后 我开着车子 带着他俩来到了现场 跟之前的一样 这儿 早就被围得死死的 好像没有之前那么阴森啊 我来回地观察了两眼 试图通过自己的阴阳眼看到那家伙死去的灵魂 可折腾了很久 不仅没有半点收获 反倒是把我的眼睛看得十分的酸痛 别看了 那家伙灵魂都已经被炸干了 李长青说完这话 然后看着我 不是吧 究竟是多么恐怖的怪物 能够不给人一点活路啊 说句实话 徐军昊 你身上的阴气太重 随时有可能会碰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李长青无端端的突然对我这么说了一句 原本我就十分的紧张了 听到他口中所说的这句话 却感到浑身都发毛了 诶 别 别闹啊 我现在可不想听到那些家人的东西 李长青看着我 然后哈哈笑了两声 实在没有收获的话 咱们就走吧 我已经感觉有些不耐烦了 自然是不愿意在这继续浪费时间了 谁说没收获的 这只恶鬼吃了一整个灵魂 现在气味正在四处飘散呢 李长青满是严肃的说 苏婉儿却在眼前这时吸了吸自己的鼻子 然后像狗一样在周围趴着 你这是学狗 蠢货 你知道什么 这是通过利用狗鼻子 闻出这只恶鬼的大概方位 好家伙 还能这么做呀 虽然我不理解 这些家伙究竟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但他们的样子看起来 却也不像是在胡闹的 师兄 感受到了 说着 苏婉儿突然是瞪大了双眼 然后朝着前方指了过去 那是一个地下停车场 你确定会在这种地方 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出这恶鬼的位置了 放心吧 我师妹的判断绝对不会出错 李长青得意的笑了两声 那脸上的表情更是自信 唉 我无奈 反正事到如今了 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选择继续跟着他们前进了 奇怪的是 这停车场里竟然是一片死寂 仿佛就像是一块完全被废弃的地方 守在门口的保安甚至都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了 等不了了 李长青显得有些焦躁 说完这话之后便直接翻墙爬了进去 苏婉儿的身手也是十分的敏捷 只剩下我一个人被堵在了那儿 木讷地看着他们 你过来啊 李长青看着我 在确定了我不能够像他们这样做到时 也跟着摸起了后脑勺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一十二集 算了 我还是在这里等你们吧 我无奈地说 李长青沉默片刻 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办法 之后他跟苏婉儿两人就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顿时感到寂寞了 在这一片死寂的环境里来回地走动着 谁 这时 一道手电筒的强光突然朝我面前照射了过来 我的眼几乎快要睁不开了 所以只能够暂时先躲开 可这钢挪布就突然意识到不对 哎哎哎别跑 果然那家伙的语气都开始变得警惕了起来 然后朝着我这边就追了过来 看着那家伙如此利索的动作 我被吓得够呛 一时间竟也是忘了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了 而是没命的朝着前方跑 折腾了好一会儿 我终于还是被抓住了 那保安手中拿着警棍 在我几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对着我身上就砸了过来 你你你干什么 我的身体随之颤抖 整个人差点都要翻了白眼了 快说你偷了什么东西 我我我没有偷东西 我只是在我刚准备回应时 这保安再次对我身上电了过去 妈的这是拿我开玩笑的吧 见我的表情变得有些愤怒 那保安终于是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少来啊你如果不是做贼心血 哎那你刚才看到我为什么要跑啊 的确这个问题我自己都回答不上来 你刚才手电筒朝着我眼睛照 正常人都会躲闪的吧 你胡扯吧你 你躲归躲啊 像个贼一样到处乱跑 你这怎么回事啊 话题又回归到了这点上 我同样还是回答不清楚 是啊我这嘴张到了关键时刻 就像是卡住了一般一个字也憋不出来了 你什么都别说了啊 现在我马上把你送到公安局去 到时候你跟警察慢慢解释去吧 那家伙说着突然抬手抓住我 然后控制住我的身体 我刚想反抗 却听到自己身后传来了一阵声音 九号哥哥 这声音简直比什么都要熟悉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在这么尴尬的情况下撞见廖家新呢 我拼命地劝导自己 那个声音一定不是他的 九号哥哥 真的是你吗 当廖家新距离我只有一米不到的时候 我终于是彻底的无奈了 家新 你怎么在这里 我刚跟着父亲谈声音回来 恰巧经过这里 廖家新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九号哥哥 你这是 怎么了 那保安健壮却是用着非常嘲讽的语气说 这家伙他在停车场里偷东西 正好被我逮住了 廖家新看着我 显然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我想您应该是弄错了吧 我男朋友不是这种人 廖家新愿意站在我这边 多少还是让我欣慰的 只是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该通过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他了 那我可不管 我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 况且我已经给了这臭小子解释的机会了 他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能跟着我现在去见警察了 说着 那保安便不顾廖家新的阻拦 将我的身体强行绑住 然后带到了门口 保安叔叔 我想这件事情当中一定是有误会 廖家新语气紧张 用着自己的双手拦住了保安 不让他离开 我是小妹妹 我知道你是出于对自己男朋友的关心啊 但我跟你说 这件事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如果他要是真什么都没做 警察自然会把他给放了的 此时我被夹在中间 在两人间是来回的推散 这尴尬的场面 让我恨不得钻个地方赶紧离开 就在此时 那保安的后方传出了 哼的一声剧烈的爆炸 之后李长青跟着苏婉儿 两人身体狼狈的摔在了地上 许军浩快帮我 保安愣在原地了 看着此时后方已经着起了火 你 你们 啊 竟然是团伙作案 坏了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即便是想要解释 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了 全都带走 那保安说着 便用着飞快的速度接近李长青 快离开啊 李长青此时扯着嗓子吼 他那保安却根本没意识到情况的严重 只认为这臭小子就是故意逃避责任的 随后 一道黑影迅速地出现在保安的身边 接着 黑影突然化作一只女鬼 生出了一副獠牙 恶狠狠地看着保安不放 我 卧槽 你 你是什么鬼东西 还真是让你说对了 我就是鬼 话落 那恶鬼突然张开血盆大口 对准眼前的保安身上 就一口咬了下来 那保安哀嚎两声 身体被瞬间抽空了 饿鬼享受过美食之后 原本就十分恐怖的身体 在这时候 仿佛是又一次恢复了力量 完蛋了 本来就不好对付 现在还让人家回血 李长青撑着半个身体 然后缓慢地站了起来 遇到眼前的情况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跑 想到这儿 我拉着廖家新 头也不回地 打算朝着回头的方向逃离 想跑 此时 我面前突然生出了一个屏障 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我就直接撞了上去 身体由于惯性 退后了两步 昏昏沉沉的脑袋 在这时也快要撑不住了 九号哥哥 你没事吧 廖家新不停地摇晃着我的身体 时不时地朝着回头的方向看过去 给我捆住 苏婉儿突然抽出自己手中的绸缎 对准那恶鬼的身上 就甩了过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那恶鬼的身体终于是被缠住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离 远方 第二百一十三集 我松了口气 本以为是逃过了一劫 但却不曾想到的是 这绸缎 还没有撑五秒钟 就被瞬间扯断了 给我死 饿鬼是突然扑向我 但好在这时我及时躲开了攻击 让眼前的这只饿鬼没能得逞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运气 饿鬼迅速起身 随即是身体腾空 面对着会飞的怪物 我几乎没有任何看衡的机会 此时李长青终于是站了起来 将自己手中的陶木剑朝着恶鬼身上就扔了过去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恶鬼的身体被陶木剑整个的贯穿了 恶鬼发出两声惨叫 身体重重的摔在地上 我退后两步急促地呼吸着 终于是解决 我本想开口 可这只饿鬼竟然又一次站了起来 臭道士 那达道行 在我面前都是三脚猫的功夫 说着 饿鬼利用身上的怨念 将那陶木剑直接逼出 可恶啊 竟然没有用 李长青捂着伤口 迅速上前将陶木剑捡了起来 随后便挡在我们的面前 强行接下了这恶鬼的攻击 此刻李长青突然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那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是你也不需要用这种表情看着我吧 我退后两步 带着廖家新强行离开了这儿 苏婉儿这时也站了起来 他看上去 似乎比李长青受的伤还要严重 我要去帮师兄 不然的话 他会被那只恶鬼给杀掉的 苏婉儿满是激动地说了两句 然后迅速地走上前 不行了 你现在过去 不是多白给一个吗 我紧张地说 原本我就不同意他们两人前来调查 这倒好 现在最糟的事还是发生了 我已经想到了对付这只恶鬼的办法 曲金浩 你愿意帮我吗 苏婉儿说完这话 突然看着我 事到如今 又怎么可能顾得上那么多呢 只要我能够出一份力 那我自然是不会拒绝的 说吧 怎么做 苏婉儿沉默片刻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黑色的符纸 这是黑符 作用效果是正常符纸的十倍 但是会有很强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 我问 使用的时候 我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能够动弹的 所以我需要你替我 将这张符纸贴在那只恶鬼的身上 我知道这个任务十分的艰巨 可到了如今这个份上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退路的 李长青现在奋力地拖住了那只恶鬼 廖家心是个女人 苏婉儿根本没法动弹 所以这个最为艰巨的任务只能交在我的手里 许今号 没有时间了 苏婉儿一句话将我拉回了现实 此时我终于是点头 然后迅速将眼前这女人手中的黑符拿在了手里 刚一脱手 苏婉儿的身体竟然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并且表情十分的痛苦 你没事吗 我有些担心 试探性地问了句 别管我 快过去 为了减少她的痛苦 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快速地朝着那只恶鬼身边接近着 李长青 你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倒不如乖乖成为我的忌骗 让我提升自己将近百年的修为 恶鬼说着 已经将此时的李长青压在了身下 那对獠牙逼近了李长青的脖子 眼瞅着就要咬下去了 我来救你了 我纵身一跃 然后将手中这张黑符直接甩在恶鬼身上 符纸贴在恶鬼身上 瞬间就产生了剧烈的反应 在这恶鬼身体的周围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屏障 正不断地吸收着恶鬼身上的怨念 黑符 李长青瞪大双眼 用着非常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那东西 谁让你这么做的 李长青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 满是愤怒地对我质问 我并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李长青却此时冲到我面前 然后对着我身上狠狠地就一拳揍了下去 嘿 这什么情况啊 哪怕我被打趴在地上 也想不明白这家伙为什么要揍我呀 黑符一出 网儿他 李长青口中这话还未说完 那只恶鬼竟然又一次扑在他的身上 强行锁住了他 可恶 你们都要死 既然这样 那我就带上你们一同灰飞烟灭 恶鬼此时早已陷入癫狂 甚至打算跟李长青同归于尽了 十七号 快想办法 挪开那只恶鬼的身体 苏婉儿说话的语气变得更加微弱 当我注意到苏婉儿口中吐出的鲜血时 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 他是不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对付那只恶鬼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我根本想不通李长青 为什么会那么的愤怒 并且直接揍我的理由了 可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自然不希望看到更多的人牺牲了 我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然后奋力地朝着那只恶鬼身上就撞了过去 可恶鬼似乎已经铁了心让李长青陪葬了 无论我如何地折腾 都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办法 快点 我要撑不住了 苏婉儿此时的脸色已经变得是越来越难看了 身体也随之颤抖 我无力地看着他们 疯了般地朝着那只恶鬼身上撞了下去 可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 李长青似乎也没有打算挣扎的意思了 他平静地看着苏婉儿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这样一起死 倒也挺好 不行 绝对不行 李长青 我不让你死 你 那一刻我像个软绵无力的孩子 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用着无力的身体 撞击着那厚实的墙体 如果让我亲眼看到这一切结束 那我宁可什么都不要发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一十四集 可是 我根本做不到 哪怕我的肩膀已经撞得失去了知觉 半边的身体渗透出鲜血 来不及了 苏婉儿最后说了一句 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变得平静起来 或许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最好的结果 不惜死 就算我打算使出最后一下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自己的背后传来了一股力量 是廖家新 他紧紧地搂着我的身体 将自己身上几乎全部力量都转移在了我的身上 在这股信念和爱的驱使下 最后的一次撞击力量是无穷的 饿鬼的身体从李长青身上移开了 下一秒 一团火焰在其身上燃烧了起来 爆炸声响了起来 瞬间回归平静 除了满是狼藉的周围 我趴在地上 无力地看着此时的天花板 李长青没死 可苏婉儿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究竟是不是对的 但当时我拼命努力的时候 却没有任何的犹豫 九号哥哥 廖家新将我身体扶了起来 激动地靠在我的身边 我虽然身体已经没了知觉 但此时的大脑还是能够思考的 下一秒 一把陶木剑落在了廖家新的脖子上 李长青表情严肃 死死地看着面前的廖家新不放 你 你做什么 我用着微弱的语气说 可李长青并没有理会我 而是冷冷地看着廖家新 为什么这么做 他问 这个问题仿佛像是在问我 又像是在问廖家新的 我不想让自己后悔 廖家新回答 此刻啊 李长青却突然笑了起来 可那表情中的确是苦涩 对不起 我用着虚弱的语气说着 毕竟如果我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的话 想必不会那么的果断 人都是自私的 苏婉儿为了救下我们三人的性命而牺牲自己 这本就是伟大的行为 没必要 我现在觉得你不欠我什么了 李长青突然 李长青突然这样说了一句 然后他收起了手中的陶木剑 他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可这时廖家新的表情却有些闪躲 难不成他是在为自己最后帮的一下忙而愧疚吗 当你忙完事情以后 去岭山找我 李长青说完这话之后 便扔下了一张符纸给我 之后 他抱着苏婉儿的尸体 一步步离开了这里 仿佛就像是从来没来过似的 同一时刻 在古董店内 关尼月此时表情非常激动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那个家伙 你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向来不会说谎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就当我没有说好了 那家伙平静地笑了两声 然后用着得意的语气说 我相信你 可什么时候交易 明天晚上八点 我会在石油厂后的那条巷子里等你 我相信你不会迟到 毕竟你不可能错过这个 知道杀害你凶手的机会 石油厂巷子口 关尼月此时 正在一个人待在这如此陌生的环境 用着警惕般的眼神 在周围来回地观察着 时间流逝得飞快 不知不觉中 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小时左右了 他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于是便用着紧张的眼神朝周围看了过去 这时候 一个完全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他的面前 是你 关尼月神色之中带着紧张 忍不住在口中问 没错 我就是在电话里跟你通知的那个人 这次找到你 主要是想告诉你 谁才是真正杀害你的凶手 关尼月有些紧张了 他无法确定眼前的这个男人口中所说的话 究竟是不是真的 你可以不相信我 这是你的自由 男人倒是十分的轻松 在那摆了摆手之后便跟着说 如果你认为我的线索是正确的 你就给我一笔钱 如果你不认为 那就当给我笔打车费 男人看起来似乎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否则也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关尼月是迫切的 他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你知道我是个死人 难道你不害怕 男人摇了摇头 我为什么要怕你 杀害你的人又不是我 况且我口中所提供的线索 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的确如此 关尼月找不出这家伙欺骗自己的理由 你说吧 男人倒也是不紧不慢 平静地深吸了两口气之后 便直接走进了关尼月 他贴近这女人的耳边 小声地跟着说了两句 什么 这个消息对于关尼月来说 简直就是荒唐 可就目前来看 这个男人是绝对不会跟自己开玩笑的 你是认真的 他再次问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需要隐瞒的 男人表情平静 说完眼前这句话的同时 却也随意地摆了摆手 对此 关尼月除了相信她之外 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我知道了 关尼月平静地深吸两口气 然后拿出一张支票 这上面有你想要的所有东西 给了眼前这男人一笔好处之后 关尼月甚至没有选择在这浪费时间 冷漠地朝着回头的方向看了一眼 迅速地离开了 等到关尼月走了之后 眼前这男人却忍不住笑了 然后撕破了脸上的面具 哼哼 看来一切计划比想象当中的还要顺利 这女人果然已经上当了 廖嘉欣扶着我的身体 十分艰辛地回到了家里 我现在身体虚弱 几乎没办法动他 但此时的余光 却能看出这女人心里的紧张 九号哥哥 我送你去医院 廖嘉欣话语之中 带着些许的紧张 一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摇了摇头 既然你不愿意这样的话 那就先躺下来 好好休息一会吧 廖嘉欣看向我的眼神 突然间变得有些奇怪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215集 在那犹豫片刻之后 便伸出手抚摸着我的额头 李长青的离开 加上最近所发生的这些事 对我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我无法估量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应该怎么去面对李长青 他说 等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后 就去见他 可明明都已经到了如今这个点 而我 却始终不知该怎么去做 思索片刻 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有些好笑 此时 廖嘉欣端着一碗汤走了过来 喝点汤吧 可能会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廖嘉欣口中说着 然后很是温柔地将眼前的这份汤 递到了我的嘴边 我没犹豫 直接就喝了一大口 暖心的感觉 确实让我的心情得到了些许的缓和 但我知道 想要彻底结束这一切 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做到的 九号哥哥 其实有件事 廖嘉欣看着我 此时表情中突然带着严肃 我总感觉 这女人像是有什么秘密在瞒着我 可究竟是什么呢 我却并不清楚 怎么了 我用着十分虚弱的语气问 哦 没 没事 我只是担心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好过来 廖嘉欣思索片刻 还是没选择开口 而是用着一副平静的眼神在那看着我 对于现在的情况 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是脸上的表情带着些许的无奈 她肯定有事瞒着我 先休息吧 这样子待着对你来说并不好 廖嘉欣满是温柔的对我说了这么一句 之后她便离开了 这时候我眼神是迷迷糊糊的 目明当中竟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困意 折腾片刻之后 我终于是直接睡了过去 也不知究竟过去了多久 当我又一次醒来 却发现此时的周围是一片的漆黑 由于灯没亮 所以现在我根本不知应该怎么去做 而正当我准备起身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手机铃声响起 打开一看 竟是关尼岳这家伙打来的 虽然感到疑惑 但这个女人打电话给我 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吧 我思索片刻 最终还是接听了 你在哪儿 她问 再讲 而且出了一些事情 我并没有选择将这件事告诉她 因为我知道这一切并不简单 你赶紧来我这里一趟 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跟你说 听她这样说话的语气 我似乎找不出能够拒绝的理由来 我犹豫片刻之后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你在哪儿 古董殿后方的那条巷子里 得知这个消息 我缓慢起身 我打开了灯 在大厅来回的看了两眼 却没见到廖家新 她人呢 我本想把这消息告诉她 但是这个女人竟然不在 我也只能先行一步离开了 由于身体受了伤 所以身体并不敏捷 忙活了将近半小时 总算是到达了目的地 在巷子口 我见到了关妮月 只是这个女人此时的表情 却有些奇怪 没事吧 你看起来好像有些不对劲啊 她没说话 关妮月的表现太过反常了 不知不觉中 竟让我产生了些许的恐惧 我见到这女人时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别紧张 我只是有件事想告诉你罢了 她突然开口 平静的表情中 甚至还能感受到些许的无奈 听到这儿 我放下了心里的戒备 然后慢悠悠地接近她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啊 我试探性地问 她没说话 却突然冲向我面前 她的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朝着我身上就摸了过来 我很少跟这女人有着亲密接触 可眼前这个时候 我却感到她身上冰冷冷的温度 那感觉不会有假 真实到让我觉得有些害怕了 恍惚间 我突然觉得情况有些不对 一双眼直直地盯着她 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许君浩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关妮月重复着 可话语当中 却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真是这样的吗 我有些不太相信 但此时却又找不出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你会做出这种事 什么事啊 我顿感情况不妙了 这女人突然出手 然后死死地掐住了我 这时我几乎无法动弹 只能十分僵硬地待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关妮月 你你在做什么 你还真是深藏不露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都不肯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为什么我一句话都听不懂 我的身体由于缺氧 此时变得十分难受 这时候 关妮月无情地笑了起来 我化作鬼魂 竟用这副身体找到了你 为的不就是要找到 杀害我的真正凶手吗 可为什么 这个人竟然会是你 我 关妮月脸上那说话的语气 还有一副如此严肃的表情 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而如果我还不肯解释的话 怕是要被她当场杀掉了 当我奋力想要从这女人身上挣脱时 她却将我一把推开了 我虽然得救了 但此时的身体却摔得十分疼痛 而且几乎没办法动她 不是我 我拼命地想要解释 可这时自己的身体几乎已经没有力量了 关妮月在几乎崩溃的情况下 根本不会相信我口中说的话的 此刻我感觉自己的气息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 周围的画面变得一闪一闪的 而大脑也逐渐空白了 李长青苏婉儿廖家新还有爷爷 那些存在于我印象中的人 此时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 或许对于这时的我来说 死亡也是一种解脱吧 当我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活下去的机会时 一个身影拦在了我的面前 廖家新出现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一十六集 我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可就在视线逐渐变得清晰的时候 才意识到 这是真的 都到了这个时候 难不成 你还要守着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关尼月此时 她的语气中更是带着些许嘲讽 一双眼死死的盯着廖家新 不管怎样 我绝对不允许你动她 为什么 当然是她杀掉了我 我通过这种方式让她偿还我的性命 难道有错 关尼月没错 她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自己考虑 你有没有想过 究竟是谁告诉你这件事情的 廖家新再次说 我这时只能勉强撑着身体 虽然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但我认为整件事绝对不会这样子结束的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廖家新再次说着 不管你信不信 那个人口中的话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等等 为什么廖家新会这么肯定呢 她对于整件事情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判断 才能够如此随意地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开始变得慌张了 甚至完全找不出能够说出这一切的理由来 所以我相信你才是正确的 关尼月忍不住在口中说着 但此时她的表情中更是带着嘲讽 许君浩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难道还不足够说明一切吗 到了这点上 此时的廖家新更是严肃 对此事情似乎已经十分的明显 可我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跳梁的小丑 根本不清楚整件事为何会变成这样 嘉新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用这虚弱的语气问 对不起啊君浩哥哥 其实我一直不愿意告诉你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这当中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吗 但不知究竟怎么回事 但我得知这消息的同时 却总感觉一切的真相似乎没那么简单 如果你不相信 我可以给你证据 这一次 廖家新说话的语气变得更严肃了 一双眼睛是直勾勾的盯着关尼月不放 或许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那个女人果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行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说着关尼月选择将我松开了 然后她平静地深吸一口气 廖家新缓慢地将我扶了起来 这个我想应该很能够说明问题 之后她边说着 边将自己手中提前准备好的道具 递给了关尼月 那个女人原本脸上的表情还带着些许的愤怒 但当她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 表情却瞬间变得疑惑了起来 将消息通知给你的 是市区一个有名的混混 那家伙找你给他钱 不管什么事情他都会答应 而信封上的内容 则是那家伙已经被杀掉了的消息 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虽然并不明白整件事为何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就选择相信这样一个为了钱 而什么都能够做得出来的人 廖家新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的谴责 此刻她的表情变得非常不痛快 关尼月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解释 而是在那儿苦笑了两声 对不起 或许是我太主观了 她说完这句话 但表情却依旧还是奇怪的 不得不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这女人竟会主动地道歉 算了 这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我捂着受伤的胸口 然后用着平静的语气在那儿说着 关尼月离开之后 我跟着廖家新走在回去的路上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在这里 虽然感觉这问题有些过分 但此时我还是开口问了 廖家新先是在原地一愣 然后皱了皱眉头 应该是巧合吧 真的那么简单吗 为什么我总感觉这女人似乎在隐瞒着什么 可由于事情发生的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没有继续开口 片刻之后我们两人都没说话 而是继续地走在回去的路上 到了家中 廖家新似乎没有打算提起今天发生的任何事 包括她跟关尼月说过的那些话 那个 我见时机已经成熟了 于是便忍不住开口 我有点累了 想先去休息一会儿 廖家新直接打断了我原本想要开口询问的话 朝着房间里走了进去 原本就尴尬的气氛 在这时变得更加让人无语 我除了木讷地待在原地之外 甚至想不出该做任何的事情 我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 此时却没有半点困意 时间在慢慢流逝 当我意识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时候 反而变得紧张了起来 后半夜 我的困意袭来 我在不知不觉中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 剧烈的疼痛让我惊醒 当我起床时却听到大厅此时的动静 我在原地愣了片刻 之后便换上衣服 接着慢悠悠地朝着大厅走去 廖家新此时似乎在做着什么 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些紧张 而且时不时的会朝着回头的方向张望着 好在他并没有注意到我 正当我疑惑的时候 那女人却是突然打开了大门 急匆匆地就走向了外面 原本这件事就已经让人感到疑惑了 到了如今这点上 我更是怀疑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为了小心谨慎 我只能换上一套衣服 然后迅速地跟上 好在廖家新并没有注意到我 而是继续朝着前面走 折腾了将近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女人突然在一间咖啡馆前停下了 她自己一个人应该是不会来这样的地方的 我有些生气 可转念一想 之前她跟廖阳也是在咖啡厅碰的面 廖家新对我的感情 让我很难相信 她会做出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来 通过这样的思考之后 我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 还是缓慢地继续顺着前方走了过去 进入咖啡厅 并注意到那女人正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我虽然很想过去 但考虑到这样会打破尴尬 所以只能平静地待在一旁 静静地观察 过了将近五分钟左右 一个年纪看上去烧大穴的男人出现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那边就开始聊天 谈话的内容是什么 我听不清 但此时我也不敢靠得太近 为了稳住现状 我只能尽量告诫自己 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情况似乎已经得到了些许的缓和 那男人突然间站了起来 然后对着廖家欣微微一笑 这奇怪的笑容总让我觉得哪有些不对劲 但此刻却又说不出来 之后廖家欣便离开了 整个过程进展的十分突然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出现在这儿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廖家欣走了之后 我自然也没有继续待在这儿了 于是我放下手中的咖啡打算离开这儿 笑什么总了 此时我背后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当我回头看去时 却发现正是之前跟廖家欣聊天的那个家伙 你是谁 为了稳住现状 我还是小心谨慎地问了句 所以你应该挺好奇我的身份 对吧 那男人淡定地喝了口咖啡 然后对着我笑道 不得不说 我的确怀疑这家伙 跟廖家欣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思索片刻之后 我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这儿 然后走到这男人的面前 说吧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他没有直接回应 而是给我倒了杯咖啡 我叫杨鹏 是廖洪德的老人的医生 廖家欣父亲的医生 可我在他们家待了那么久 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事啊 是不是感觉非常意外 哪怕是自己的男朋友 他们竟然都没有告诉你 杨鹏说出了这话 可能没有什么恶意 但听上去却让人觉得不爽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恶狠狠地瞪了这个家伙一眼 你有屁快放 别在这浪费时间 行 看得出来你对我没兴趣 而且十分讨厌 但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廖洪德先生已经快不行了 什么 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调查来看 廖洪德老先生大概只有将近两个月的寿命 而这段时间他老人家的状况很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 廖家新知道吗 除了你跟我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难怪这才是杨鹏跟我说这些话的原因 之所以告诉你并不是为了让你做好准备 而是关于廖家可能没用 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不太懂 这家伙他究竟在说的是什么 你说什么 说具体点可以吗 我没有时间陪你浪费 杨鹏点头 你去那个女人家中时有没有遇到特别奇怪的事情啊 这问题把我难住了 不得不说 我当时的确存在着很多的疑惑 可那件事情随着之后的经历 已经被我快要忘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不是眼前的这名医生开口来问 或许我永远不会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你脸上的表情已经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 杨鹏说完这句话突然站了起来 甚至没有告诉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有些愤怒 别紧张 三天以后去我的私人诊所找我 到时候我会将整件事情的真相告诉你 杨鹏说完递给了我一张明信片 我不理解 事情明明现在就可以说明白的 为什么他非要拖到这三天之后呢 可就在我刚准备开口询问这家伙的时候 却发现他早已不见了踪影 怪人 此刻的我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 在口中骂了一句脏话 回到家里却发现空荡荡的房间 这时只有我一个 贾心 贾心 我用着平静的语气在周围说了两声 可此时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他人呢 按照情况来看 这女人应该比我先到家呀 可明明都过去了这么久 却始终还没见到她 我突然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于是便拨通了廖家新的电话 可让我意外的是 她竟然没接 她去了哪儿 我顿感情况不太妙 不过按照之前那个医生口中所说的 她父亲的事似乎没人知道 所以现在的情况可能会比想象中的还要棘手 我变得有些紧张了 只是一个人傻愣愣地站在门口的位置 却不知道究竟是走还是留下 我拿着手机 一直默默地祈祷这女人会给我回个电话 可就这么等了将近五分钟 却发现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回应 就在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劲时 却突然注意到此时的桌子上有一张纸条 我隐约感觉到要出事了 我犹豫片刻之后便直接上前迅速拿起藏在桌子上的纸条 上面是一封信 内容也是十分的简约 君豪哥哥 你不用找我了 由于这次的事情比较特殊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想我可能会消失 等将这件事情处理过之后 我想我会再次面对你 这几句话虽然写得十分简单 但从纸条上的泪痕 似乎能看出这女人之前究竟是多么的伤心 我倍感无奈 拿起拳头朝着桌子上狠狠地就砸了下去 可是除了疼痛还有流出的鲜血之外 却根本不可能给我带来任何的东西 近乎绝望的我只能无力地趴在地上 然后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现在除了这么做以外 我几乎想不出任何能够表达自己情绪的方法了 也不知究竟过去了多久 我竟然就这样睡了过去 醒来时我感到浑身发冷 身体随之抽搐两下 然后看着周围黑漆漆的环境 一时之间强烈的压抑感 让我有些缓不过气了 顾离远方 第二百一十八集 廖家新究竟隐瞒了什么秘密 为什么不肯跟我面对呢 我始终想不明白 他明明那么爱我 却不肯告诉我事实的真相 为什么 在一声咆哮之后 我突然间冷静了下来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就只能选择面对他 更何况 廖家新离开我的原因 也只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一些偏差 最起码等这事结束之后 我还是有可能跟他在一起的 现在 我除了这样说服自己之外 也找不出任何好的办法了 此时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这时候突然想了起来 听到这里 我身体迅速上前 然后拿起了手机 本以为是廖家新打来的 可此刻上面的数字 却是十分的陌生 准确来说 这完全就是一堆乱马 但此刻我顾不得那么多了 只能是无力的接起了电话 唯 但那头却没有任何的回应 就在我意识到情况不对 想要挂断时 那头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电流声 滋滋的电流声 让我听得非常的难受 非常的烦躁 所幸我就直接挂了 我把手机扔向一旁 可没过多久 电话又响了 我有些疑惑 但此时依旧没多响 而是慢悠悠的爬到一旁 将之前摔在地上的手机捡了起来 屏幕已经被摔裂了 甚至于看不清上面的电话号 我无奈只能选择接通 跟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电话里 传出了一个小女孩奇怪的笑声 在这一片寂静的环境里 这小女孩的笑容更是那样让人不寒而栗 神经病 我骂了一句 然后迅速地挂断了 可即便语气十分暴躁 但却依旧掩盖不了内心中的害怕 我起身 赶紧将大厅的灯打开了 一阵刺眼的光亮 差点闪瞎我的眼 逐渐适应了之后 强烈的空虚感 又一次吸来 我现在跟普通人不一样 我能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手机 此刻又响了起来 距离上一次相隔的时间 仅仅只有一分钟不到 我突然变得有些小心谨慎 慢悠悠地拿起那已经碎裂的手机 然后看着屏幕上 根本看不清的电话号 哪怕这次我没有接通 却还是能够听到电话那传来了 一阵奇怪的笑声 我慌了 奋力地举起手机 将这东西直接摔成了稀巴烂 看着眼前整个手机已经被摔得不成形了 我才算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但我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会接到那种莫名其妙的电话呢 现在我已经没了半点困意 只能够无力地蹲在一旁 看着这时的一切 此刻 我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了之前的那张卡片 杨鹏 心理医生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家伙竟然是个心理医生 不对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杨鹏会负责廖家新父亲的病情呢 事情显然比想象中的还要荒唐 可现在的我 却找不出任何解释的理由了 第二天早上 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时 才发现此时的天已经变得微亮 这会儿已是早上九点 我看着镜子里狼狈不堪的自己 这时才算是明白了 原来昨天晚上 我竟然一个人在恐惧中睡着了 那是没有任何知觉地睡着的 甚至让我感到自己大脑仿佛跳过了这些时间 缓和片刻之后 我逐渐冷静了下来 然后盯着周围的环境 我捡起卡片 瞥了一眼上面的内容 刘勇心理医生 怎么又是刘勇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昨天上面的名字 应该印的是杨鹏啊 这前后的差距 仿佛就像是老天爷在和我开玩笑似的 看到上面的内容时 我的身体随之一阵颤抖 那种强烈的恐惧感 让我一时之间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拿着手中这张明信片 我突然有了特殊的想法 请进 当门口的心理医生喊到我的名字时 我突然站在那儿犹豫了起来 直到旁边另一个病人用眼神催促我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绝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打开门之后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这人看上去是比较和蔼的 尤其是他友好的向我问候了一句事 我在原地停顿片刻 深吸两口气慢悠悠的走到他面前 说一下你最近的情况吧 那医生看着我眼神中更是带着些许的期待 我没有多想便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听完之后 这男人点了点头 然后在那记录着什么 也就是说你昨天晚上接到了三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并且电话里传出了怪异的声音 让你感觉到有些恐惧 对吗 我点头承认了这件事 还有 你说你是通过我的明信片才找到我这里的对吗 是的 但是在这之前我跟你没有任何接触 并且给我明信片的也是另外一名医生 我开口 听完我口中所说的那些话 眼前这个医生却只是在那跟着苦笑了两声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随意呢 但是紧到了这个点上 确实也没有一个能够合理解释的理由了 行了 关于你的情况确实比想象中还要复杂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问一问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摇摇头 嗯 目前来说我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 也就是说你常常在家中并且无所事事 对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民间逢诗教》 我考虚当初去不会拿着去 嗯 行了 你的情况我大概已经有所了解 说完 这个叫做刘勇的家伙 只是匆忙地在那记录着什么 所以呢 我现在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我有些迫切的在那跟着问 至于你现在的情况 我没有办法能够给你一个合适的保证 等你三天以后再来这里复查一次 到时候应该就会有其他的办法 虽然听了这话非常不爽 但此时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机会了 只能选择答应下来 告别了这个该死的家伙 我便打算离开这儿 廖家新的事对我来说 的确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哪怕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也不能适应 缓和片刻 我在医院里瞎逛了一段时间 由于这间医院 毕竟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所以这时的我 却也对这地方产生了些许的兴趣 正当我还在疑惑时 突然注意到此时的身边 多出了一个身影 杨鹏 我纠结片刻 然后用着一副很是疑惑的语气在那儿问 不出意外的事 那家伙果然也注意到了我 是你啊 他眼神中带着些许随意 但说话的语气听上去 却还是让人感到不爽 对了 你怎么会有时间来这个地方 面对他的询问 我并不愿意开口 只是在那儿跟着摇了摇头 如果对方不愿折腾 那我自然也就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的必要了 嗯 行吧 你来这里有自己的要求 我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 听到这儿 我终于放下心来 毕竟这家伙 如果不是多管闲事的话 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人 你知道廖家新在什么地方吗 我思索片刻 然后用着一副很严肃的语气在问 他摇摇头 自从上次见面以后 我就不知道这个女人去了哪里 她不应该跟你在一起吗 就这样过去了一天 人凭空消失 对他们来说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只是平静地待在原地 这时候 甚至没多说一句 折腾片刻之后 我便打算趁着这时间 赶紧离开了 既然不能从这家伙身上 了解到有用的线索 那我自然也就没有浪费时间的必要了 跟他闲聊两句之后 在外面找了个借口 让自己赶紧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行吧 既然你有事情要做 那我就不打扰了 那家伙 倒是一副十分轻松的样子 在口中说了两句之后 便直接转身离开了 出了门 我还在想跟那家伙之前的谈话的内容 不得不说 光是想到他那丑恶的嘴脸 我就不爽 但是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却又没有任何的办法 犹豫片刻之后 却也只能让自己先冷静下来了 这时候 我看着前方 突然感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此时 在原本那条马路上 却莫名其妙地 突然出现了一辆车子 那车子 几乎在没有任何的准备情况下 直接就失控了 糟糕 我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 刚准备回头看过去时 却发现 那车子 竟然瞬间飘移 然后朝着旁边的电线杆 直接就撞了过去 如此猛烈的一阵响动 让我整个人都傻了眼 用着非常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一切 很快 周围便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 虽然整件事情 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到了如今这个份上 我却还是选择上前看了一眼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那个被撞了的倒霉家伙 竟是刘勇 是的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他呀 可这家伙临死前 那惨烈的模样 却在我的脑海中 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如此恐怖的画面 怎么样都不能让我忘记 不可能的 我在嘴中小声地说了两句 然后朝着回头的方向 看了过去 一个模样 十分奇怪的小女孩 正用着一双眼镜 直勾勾地盯着我 小女孩此刻的声音 变得是越发的诡异了 在笑了两声之后 便用着飞快的速度 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努力地想要跟上去 但却发现 根本于事无补 仅仅只是一个拐角 那家伙便不见了踪影 一时间 我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但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却又不知该做些什么 刘勇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更加怀疑自己之前 所看到的一切 如果是巧合的话 那这一切的发生 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可当时出现在案发现场 那个十分奇怪的小女孩 绝对是问题的关键 但我不明白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猛然想起 之前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里面传来的声音 仿佛就像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女孩 不可能吧 我并不能够完全相信 这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 可就目前情况来看 整件事情的结果 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解释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我想到这儿 却突然感觉自己的胸口 传来了一阵剧痛 下一秒 我整个人的身体 十分的狼狈 无力地趴在地上的同时 却又完全不知应该怎么办 最后 我感到胃里一阵恶心 我吐了出来 可怎么也没想到 口中吐出的 竟是鲜血 怎么会这样 你说的是真的 关尼月听到我口中说的话 脸上的神色中 更是带着疑惑 事到如今 我自然不可能 跟他们开这样的玩笑的 这样的事情 我之前从未遇到过 所以也没有办法能够判断 关尼月听完这话之后 却只是跟着摇了摇头 对此 我没有什么话说 只是平静地待在原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二十集 缓和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便看向这时的古董店的老板 你先坐下 我给你看看吧 那古董店的老板 似乎是逃避不了我的眼神的 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 说着 我十分乖巧地点头 然后平静地坐在一旁 这次 他慢慢接近我的身边 然后轻轻地在我手上 把了把脉 怎么样 我小心地问 可这家伙脸上的表情 却变得有些复杂 从他的眼神来看 我感觉自己的情况 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我能接受 你要死了 他说着 什么 疾病 我想到的情况 已经十分糟糕了 但也没有考虑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你可别开玩笑啊 我变得恐慌了起来 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不放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中了诅咒 最多只能活一个星期的时间 诅咒 我 我 我为什么会 还没等我口中的话说完 胃里却又是一阵难受 然后吐出了鲜血 当我亲眼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似乎已经明白了 他们并没有跟我开玩笑 我要死了吗 明明还有那么多事没做 为什么我就这么 虽然我不清楚究竟是谁给你下了这诅咒 但是不得不说 想要解除这个诅咒的话 还是有办法的 这句话 让原本近乎绝望的我 仿佛看到了某种希望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自然也是不能有任何的犹豫的 在那儿深吸两口气之后 便跟着继续说 所以 就算怎样才能救我的命 首先要找到给你下诅咒的人 这件事情应该十分困难 想要做到的话 也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更是十分疑惑 毕竟这段时间 我连其他人都没怎么接触 又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会不会是那么真 关妮月口气中带着些许严肃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 那家伙跟你之间 的确是存在着些许恩怨 所以 很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古董店的老板 说完眼前这句话的时候 也忍不住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倘若事情的结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根本找不出一个对付他的办法 最让人觉得可怕的是 那家伙几乎是无敌的存在啊 虽然没有办法能够正面跟他较量 但并不代表整件事情就解决不了 古董店的老板 古董店的老板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 又一次说出了一句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话 从他那副表情中来看 整件事应该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那你赶紧说 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我的表情变得很是激动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面前的 古董店的老板 对此 那家伙倒也不着急 只是跟着咳嗽了两声 有个办法 那就是让你彻底死了 然后通过其他的方式复活 什么鬼 不会是跟灌念月一样吧 虽然这种方式的确也是不错的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你不愿意 古董店的老板再次对着我说 当然了 哪怕是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我也要想办法从纳摩镇那里 找到活下来的办法 我语气更加坚决了 对此 关妮月跟古董店的老板 似乎也没有什么多说的了 可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你觉得自己能够做到吗 况且你现在的身体素质 已经是十分糟糕 吐血这种事情 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了 他们似乎还想给我点下马威的 让我意识到 整件事情究竟有多么难以处理 但既然下定了决心了 那就绝对不会让自己 出现任何的失误 没关系 这个世界上向来不缺有心人 我咬着牙 用着十分坚定的语气说 那两人听完我口中的话之后 却忍不住在那儿笑了起来 真是想不到 看来你这臭小子 还是挺认真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勉为其难地帮你一次 真的 当然 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 关尼月十分认真地说着 在这种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他们就答应了我的请求 应该不会那么简单 况且这两个家伙的眼神 也非常的怪异 如果没猜错 他们应该会提出其他的条件 可现在 为了能够让自己活下来 只要他们提的条件 我是能办到的 我也根本不会有拒绝的理由 说吧 你们肯定有其他想法 我也不再伪装了 用着一副严肃的表情看着他们 看来真是瞒不过你啊 不过这件事情 得需要你解决眼前的麻烦 才能够要求你 虽然不知他们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但现在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 在这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 我必须想尽办法 让自己的诅咒被解除 关尼悦他们 虽然已经答应了这件事情 可这两个人 说完这句话后 过去了将近整整一天的时间 却还是没有任何的动作 那个 你们不着急吗 我守在古董店门口 用着一双不可思议的眼神 朝着他们两人看了一眼 可谁知 听完这句话之后 那两个家伙 却表现得十分平静 出问题的人是你 跟我们可没有什么关系 不是吧 之前还那么果断 说是会帮我这个忙的 没有想到 这事情才刚刚结束 说话就跟放屁一样啊 开什么玩笑 实在不行的话 别浪费我时间 我有些不爽 说完眼前这话之后 便打算趁着这机会离开了 刚出门 关尼悦就拦住了我 真就这么走了 废话 难不成还守在这里指望你们两个 我越想越气 放心 你的事情我们早就已经放在心上 只是现在找不到机会而已 是这样吗 看他们两人的表情 我大概能够猜出来 事情没那么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21集 思索片刻之后 我才冷静了下来 用着一双平静的眼神 看着这两个家伙 可我的时间不多了 话说完 一口血又吐了出来 关尼悦神色紧张 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在跟我开玩笑的 老王 他情况已经不能继续拖下去了 古董店的老板听完这话之后 也是慢悠悠地朝我身边走了过来 他伸出手 在我胸口前点了两个穴位 暂时能够封住你的身体 让你不会突歇 可这样治标不治本 事情反而会变得更为头疼 一个星期 对我来说应该足够了 他双手托在背后 说话的语气变得非常的平静 这家伙总是一副认认真真的表情 却也让我感觉没那么容易 缓和片刻之后 关尼悦突然抓住我的身体 将我抵在了墙角的位置 干嘛 这女人的举动有些暧昧 反倒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行了 看你现在这样子 应该也找不到什么 今天晚上 跟我去找纳木珍那个家伙 今天晚上 我虽然有些紧张 但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似乎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纠结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 答应了下来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关尼悦微微一笑 说完这话之后 便迅速地离开了 这时候 我除了一个人 木讷地待在原地之外 却也不知该做些什么 就这样 守在古董店里 待了将近三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总算是到了晚上 关尼悦 换上了一身休闲运动妆 看上去 似乎有了一番别样的味道 别这样盯着我看 或许是注意到了我的眼神 那个女人的表情中 竟然带着些许的不爽 我一时之间只能是愣在原地 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缓和片刻之后 一切终于是稳定了下来 现在就要直接动身了吗 我思索片刻 脸上的表情中 多多少少还是带着些许严肃 废话 不是说的今天晚上动身吗 难不成你还想留在这里过年 听到这里过去也不知应该如何回应 我在那犹豫片刻之后 也只能是跟着点了点头 然后在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跟着关尼悦来到了附近的医院 有事 当我又一次看了一下这个环境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 这里 似乎比起我想象中的 还要让人印象深刻 都过去那么久了 没有必要在意这些事情 关尼悦突然间朝我看了一眼 脸上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严肃 我没有说谎 跟着这个女人 慢悠悠地在医院的走廊来回地走动 此时 正巧见到几名医生 正推着一名病人 朝着急诊室那儿跑了过去 但不知为何 这时候 我的双眼 竟然看到灵魂 从这男人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他死了吗 我小声地对自己说了一句 关尼悦注意到我此时的状态 对着我的后脑勺 轻轻地拍了拍 别忘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点了点头 不再去想 之前发生的那些事了 而是继续朝着前面走 来到那间熟悉的病房门口 关尼悦试探性地朝里面看了一眼 有人吗 我问 关尼悦摇头 不清楚 看来这个家伙 应该已经离开医院了 什么 应该不会这么凑巧吧 我顿感情况不妙 可此时 关尼悦还是跟着我朝病房里走了进去 当我们打开门时 眼前出现的景象 却并不是病房 而是一片 坟场 什么鬼 我只记得自己明明还在医院 为什么转眼间就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呢 周围的一切透着阴森的气息 让我感觉有些不安 想到这儿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退了两步 脸上的表情中也是带着紧张感 这种强烈的恐惧感让人害怕 等了这么久时间 总算是将你给等来了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我猛然回头 却发现这时候的纳木针正待在我的身后 一双眼直直地看着我们 这个男人身上的气息很是诡异 即便还没有接近 都能够感受到威胁 我早就应该想到 你这家伙会提前做好准备 关你越无奈地苦笑两声 别这样 毕竟不久前我们可是见过的 难不成你对自己的朋友就是这种态度 见过面 虽说跟这家伙 的确是有过一两次的接触 但朋友确实算不上 行了 我也不想跟你们在这说废话了 说完这句话 那家伙突然变出另外一副模样 是你 关你越见到对方的时候 眉毛之中透出了些许惊讶 没错 之前就是我刻意将这个消息泄露给你 本来以为你在得知事情的真相以后 会替我解决了那个臭小子 可你不仅没有这么做 反倒是让我不得不自己出面 好家伙 能够做到这种卑鄙的手段 也确实不是一般人了 想到这儿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退后两步 关你越 杀害你的人 就是他呀 我已经不会再听你胡说八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的身体都在颤抖 整个人更是激动的 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关你越 你可真是让我失望了 明明都已经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了 但你却依旧不肯相信我口中说的 纳目针脸上依旧透着些许得意 他一步步地慢慢朝我走了过来 关你越带着我的身体 注意到眼前的情况时 便也跟着后退了两步 小心这个家伙 他看起来可能并不简单 对此 我却不敢有任何的想法 只是平静地待在那 不过现在就算你知不知道真相 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反正你们两个不识抬举的家伙 自己闯到了这里 那就给我乖乖去死 纳目针突然怒吓两声 身体飞速地接近我和关你越 我还想出手 但如此瘦弱的身体 在这家伙面前几乎就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他仅仅就用了一招 就将我整个人打趴在了地上 无法动弹 关你越试图上前 但一个瘦弱的女人 又怎么可能会是这家伙的对手呢 很快 关你越的身体被纳目针控制住了 他奋力地想要挣扎 也于事无补 曲君浩 你世代都是缝尸的 正好给你一个 让你今天能够活下去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替我缝一具尸体 那么不仅是你 还有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都能够相安无事 什么 我一时之间愣住了 也不知究竟如何是好 别答应他 关你越用着愤怒的语气在骂着 关你越性格刚烈 我完全能够理解 这女人想要让我拒绝的原因 可这样一来 能够让我俩活下去 多少还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这个交易还算不错呀 面对纳目针的挑衅 我只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犹豫片刻之后 我用着十分谨慎的语气问 谁的尸体 听你的意思 我大概是明白了 纳目针此时 似乎已经放松了对我们的戒备 将关你越无情地推开了 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什么 明明已经到了这个点上 这家伙竟然还在这儿跟我卖关子 虽说心里没办法能够肯定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若是能够稳住眼前的状态 自然也是好事一件 那你是不是现在可以放了我跟关你越 纳目针没说话 而是飞快地逼近我们的面前 我顿感情况不妙 此时想要后退 但却发现这家伙 他一手就朝着我胸口前 直接拍了下去 我的身体原本就十分的虚弱 这时更是疼得浑身都在发抖 失去所有力气的我 只能是狼狈地跪在地上 现在 你中了更加可怕的诅咒 加上原来的 基本上不可能撑过三天 如果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你不肯答应我的条件 那你自然会死 我无力地跪在地上 此时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动弹 虽然心里已想到会是如此糟糕的结果 但对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切的真相 似乎都已经变得十分遥远 你为什么要处处为难许君浩 观你越上前 用着愤恨的眼神对着纳目针开口 为难他 我只是在救他 这家伙那么天真 又怎么可能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荒唐 真是莫名其妙的 让人觉得荒唐 纳目针最后发出两声冷笑 之后他便完全消失了 现在 我除了一个人待在原地之外 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没办法了 趴在地上的我 忍不住苦笑了两声 或许对于一个人来说 绝望 大概也就只有这样了吧 什么叫没办法 关你越靠近我 至问 我没说话 或许是因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体力 又或者是说 我的内心当中似乎已经是完全放弃了 我不会答应那个家伙的条件 我知道他这么做 无非是在利用我罢了 能够争取到三天的时间 让关你越平安脱身 我觉得自己就已经是尽力了 怎么 事情明明还没有开始 你就想放弃了 关你越上前 用着很是愤怒的眼神 死死的抓住我的衣领口 你就算不为自己的生命考虑 也得想到其他人 廖家欣怎么办 家欣 我现在变成这副狼狈的模样 又有什么资格去见廖家欣呢 没有用的 我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谁说的 关你越说到这儿 突然抬手对着我脸上 就是一个巴掌 那一瞬间 我清醒了过来 然后用着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她 自暴自弃可不是你的风格 关你越说完这话之后 却根本不过我的想法 直接将我身体抬了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女人背着呢 看着关你越摇摇晃晃的身体 我突然感觉自己是那么的颓废 有办法吗 我用着十分虚弱的语气问 什么 有办法能够让我活下去吗 除了答应那个家伙的条件 我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在询问她 听到这儿 关你越却突然间笑了 你觉得有办法吗 我愣住了 完全不明白 这女人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别忘了 你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应该能够帮助你 你是说李长青 当我想到那家伙的时候 心中却突然变得有些紧张了 毕竟这种事情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 况且上次我也十分对不起她 等等 我只记得她在临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 远方 第二百二十三集 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去灵山找她 该怎么做 你心里应该已经有了答案 也就不需要我去多说什么了 关尼月再次说着 回头看着我 眼睛里满是温柔 我终于还是来到了灵山 这儿是个十分神秘的地方 当我来到山脚下的一瞬间 却突然感觉有些不太对 此时 我表情中带着些许紧张 进去吧 关尼月对我说 她由于身份特殊 所以只能陪我来到这儿了 而接下来的路 是需要我自己一人前行的 放心吧 灵山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 像你这样的普通人 应该不会为难你 关尼月的话语中依旧带着严肃 说完这话之后 身体也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我总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妙 但到了如今这点儿上 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我一步步朝着山顶走去 刚没走多久 便注意到了正前方出现了一块牌匾 天师傅 倘若不是我亲眼看到 甚至也绝不敢相信 这地方 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神秘 但就在我朝前方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门口两个人却突然拦住了我 什么人 他们语气很是激动 并且表情中带着些许的不爽 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应 尴尬地待在原地好久 我才吱吱呜呜地说了一句 我找李长青 那两个家伙听完我口中的话 之后突然间跟着后退了两步 你找大师兄啊 看来李长青的地位在这儿还算是挺高的呀 见这几个家伙并无恶意 我也算长舒了一口气 如果不出意外 那几个家伙应该很快就会带我见到李长青了 就在我陷入疑惑当中 门口却突然走出了一个看上去十分俊俏的少年 这男人虽然帅气 但看我的眼神却变得有些奇怪 啊二师兄你来了 二师兄 男人没理会身边的几人 便用着飞快的速度接近了我 你是谁 他说着一双手却是紧紧锁住我的脖子 让我根本没法动他 我 我 我是李长青的朋友 此刻的我凭借着最后一口气说出了这句话 本以为到了如今这点上 那家伙应该选择会把我松开的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脸上的表情中却带着些许的笑意 此时的手竟是变得更狠 他力气很大让我几乎没有办法呼吸了 就在我大脑已经完全陷入空白时 一阵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你在做什么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李长青 师兄 这家伙看起来好像很有问题 为了防止这家伙对我们天师府造成危险 所以我打算先要了他的命 李长青没多说 而是迅速上前将我从这男人身上拽了下来 原本身体就十分虚弱的我 这时候如同死鱼一般被他们强行的拉扯着 没事 他是我朋友 李长青开口 但脸上的神色却带着些许的平静 行吧 既然师兄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没有必要打扰你们了 那男人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说完这话之后便直接离开了 侥幸逃过一劫 但这时的我却依旧没有任何的喜悦 看了你的事情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李长青说到这之后 脸上的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严肃 抱歉啊 除了这句话之外 我似乎没有能够多说的 李长青的脸上露出了些许惊讶 用着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你说什么胡话 胡话 我为了这次能和他见面也算是费尽了心血 已经想过了会面临的无数种情况 可无论如何也是没想到 这家伙此时竟摆出一副如此无所谓的态度 胡话 苏婉儿的事情 虽然很不愿去提 但我为了能够让自己内心不再愧疚 也只能说出这话 没关系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况且跟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李长青的话语中带着些许随意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连做梦都不敢想 这个男人竟然可以如此淡定 可之前那件事情明明已经过去了很久 为什么到了如今这点上 还能够像之前那样平安无事呢 可是他已经 他没死 李长青再次用着平静的语气说 什么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 绝对不敢相信 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师妹身体特殊 只要找到合适的方法 就能让他恢复过来 李长青如果不是亲口所说 我是绝对不会信的 但得知这消息时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原本内心中的愧疚 这时也已是烟消云散了 太好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让婉儿活过来 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做到的 李长青又突然开口说了句 打破了我原本所有松懈的情绪 我一时间竟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是脸上的表情中带着些许的尴尬 但我还在纠结着应该怎样去解释的时候 李长青那家伙 却突然间逼近了我 不对 你身上有股很独特的气味 他话语中带着些许严肃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不放 我要死了 我终于还是说出了这话 李长青的眼神中带着些许疑惑 停顿片刻之后便对着我胸口前垂了下去 我的身体朝后退了两步 却感觉自己整个人已经昏昏沉沉了 看来你的情况挺严重的 李长青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 废话 如果不是到了这种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又怎么可能会来找他呢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 远方 第二百二十四集 但这句话我并没说出口 因为总觉着有些自私 先进来吧 关于你的情况 我会想办法替你解决 李长青突然这样说了一句 然后便不顾我的想法 直接将我带进了这地方 虽说是第一次来 但这儿的环境似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上不少 放心吧 你就当这里是你自己的家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李长青虽然表现的热情 但是我却还是有些不大适应 对此 我只能让自己冷静下来 长青 这是谁啊 此时 我跟在李长青的身后 突然听到了一阵浑厚的声音 听到这句话时 我突然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于是便用着十分谨慎的表情 朝回头的方向看了过去 这时候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年纪五十多岁的男人 虽然并不清楚这家伙究竟是谁 但从对方说话的语气中 还是能够感觉到明显有些不对劲 师叔 李长青低着头 见到那男人的时候 表情中竟带着些许的紧张 师叔 如果没猜错 那这家伙应该就是苏婉儿的父亲 可光是想到之前发生的那些事 我的心里就莫名的产生了愧疚感 一时间我愣在原地 竟然不知如何是好 我刚听你师弟说过 你有个朋友来这里找你 那中年男人说完口中的话 突然瞪了我一眼 使得原本就十分紧张的我 这时更是不知该如何去做 没错 这次他过来找我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就待见他了 李长青说话的语气非常的平静 能够看出他对眼前这男人还是有些警惕的 至于我 生怕会在这个点上出现任何的差错 所以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不过 眼前那男人的表情却也突然间变得和善了起来 啊 既然是你的朋友 那也就没必要想这么多了 这中年男人看上去并无恶意 尤其是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的时候 小子 我家长青前段时间承蒙你的照顾 说完那男人便离开了 等他走了之后 我整个人突然放松了下来 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你没事吧 不就是我失说 也不至于会让你这么害怕吧 李长青自然不能体会我内心的想法 所以用着很平静的语气在哪跟着问 对此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是尴尬的待在原地并没说话 你师叔 身份好像看起来很不一般啊 没错 他是这天师府身份最高的人 整个灵山没有人敢不听他的话 李长青说到这儿 忍不住苦笑了两声 至于这家伙为什么会露出这么奇怪的表情 我并不清楚 但却总感觉整件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天师府 看起来好高大上的样子啊 嗨 还行吧 就是一些精通阴阳道数的人成立的组织罢了 李长青说的倒是十分的轻松 他在那儿对我笑了两声 之后便直接带我走进了房间里 可来到如此简陋的房子里 我却是突然愣住了 不得不说 这李长青居住的环境实在是太简陋了 睡在这种地方你们真的睡得着 我忍不住问 修道之人可没那么多时间休息 之前住在你家里 对我来说简直是最享受的了 李长青哈哈笑了两声 解释的理由倒也是通俗易懂 很快便让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我现在要去参加会议 事情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 慢慢再跟你商量商量 说着 李长青最后朝我看了一眼 便直接把门关上了 然后离开了这儿 不知为何 看到那家伙如此天真的表情时 我总感觉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走了以后 我紧盯着眼前的这个小房间 除了一些生活用品以及衣服之外 最为奇眼的便是放在桌子上的那本书 百无聊赖的我 这时也不知该做些什么 犹豫一段时间之后便翻开了这本书 可上面都是一些十分奇怪的文字 我根本就看不懂 无奈之余 我只能选择将书重新放了回去 可此时我却注意到这书底下 竟然压着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正是李长青的诗书的 只是出现在照片里的这个男人 看上去要和蔼不少 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下差别还真大呀 我忍不住自言自语了两句 然后便将这张照片放了回去 在背后一个名字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虹 仔细一想 这大概就是那男人的名字吧 感觉自己多少有些冒犯 索性也就没有继续乱翻了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流逝 此时的我已经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了 自打李长青离开了之后 这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我实在是好奇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我只能选择偷偷离开了这儿 推开门 我像做贼似的在周围来回的走动 可整个大厅里却一个人影都没有 就在我疑惑时突然听到门后传来了一阵声音 这次的事情必须要解决 虽然不明白这些家伙在说什么 但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我还是偷偷摸摸的将自己的眼睛朝着门缝那边看了过去 让我不曾想到的是 这时的李长青竟然正跪在会议大厅的中心 长青虽然作为最有潜力的弟子 可这件事情也是因他而生的 人群中一个看上去比较肥胖的老头子 突然用着很严肃的语气说 不管如何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了 为什么你们还要这样针对他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二十五集 显然人群当中已经有两方各自说着自己的说辞 原来李长青承受着这样的压力 可我竟然还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过来找他 婉儿的死跟他脱不了干系 如果不是这个臭小子盲目自信将那只恶鬼放出来的话 也就不会这样了 这时候之前那个相当俊俏的少年突然走了上来 用着指责般的语气对着所有人开了口 我之前就感觉他有些不对劲 这家伙果然对李长青有很大的意见 面对这些谴责时 李长青就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看到他这么可怜的样子 我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担忧的 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处处针对他 可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家事 如果我要强行插手 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意义的 无奈的情况下 我只能是捏紧拳头 满是愤恨的等待着事情的进展 多说无意 他必须要为孙婉儿的事情负责 说到这儿 那俊俏男人毫不留情的拔出手中的佩刀 对着李长青的脖子上就架了过去 诶 住手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苏洪 他脸上愤恨的表情似乎告诉所有人 一切没那么简单 师叔 李长青的 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苏洪神色愤怒 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俊俏的少年 我松了口气 好在李长青的师叔对他也算是关心的 才没有让事情变得更为糟糕 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 长青自然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这儿不需要你们这些家伙在这儿平头论足 不 这次机会 在场的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 如果能够救回来的话 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长青 苏长老对你也是一片真心哪 这婉儿的事情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此刻在场的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十分明确的 都并没有选择继续为难他 而那个看上去十分俊俏的男人 脸上却依旧透着些许的不甘 凭什么 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你们现在竟然如此随意的 就将所有的事情的责任推脱干净了 阿易 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长青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你没有必要继续为难他了 苏洪眼神冷漠 这些话光是傻子都能听得出来 苏洪是在保护李长青的 虽然我想过会是这样的结果 但没想到这男人偏袒李长青的方式 竟然这么直接 叫做阿易的俊俏少年 虽然心中不服 但此刻却也只能平静地待在原地 不敢有任何的表现 长青 我虽然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 但这并不代表着整件事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这婉儿的尸体 灵山最多只能够保存三天的时间 如果你在这三天时间里 没有办法能够找回那东西的话 苏洪说完便扔出了手中的刀 那就用你自己的性命做补偿吧 好直接的口气啊 李长青说过 想要救活苏婉儿也不是那么轻易能做到的 而现在师叔却只给了他三天的时间 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啊 谢谢师叔给我这次机会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三天时间里 一定会将你们需要的东西带回来 说完 李长青便直接起身 会议已经结束了 我自然不希望被他们发现自己在偷听 于是迅速回到原来李长青的房间里 他回来了 却依旧表现得若无其事 怎么这么巧啊 我故意当做什么事都不知道 用着一副很埋怨的语气问 哦 没什么 这次的会议有太多事情需要商量 所以难免会有点长 李长青说着便开始收拾自己身上的行李 看他这么急匆匆的样子 我大概已经猜到这家伙马上就要离开了 你这是做什么 啊 不好意思啊 本来还打算留你在这里过夜 但情况有些特殊 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就得下山了 李长青说着 扔给我一个背包 这里面是一些随身携带的干粮 如果饿了的话 就先对付两口 毕竟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留下来慢慢吃饭了 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 此时的我也只能点头 然后跟着他一路下山去了 可现在我反而没有勇气告诉他 我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徐军浩 你是不是在担心自己的情况 下山的路上 李长青突然对我说了一句 我愣在原地 此时却不知如何开口 或许是对李长青来说他是为难的 我本不应该在他最为艰难的时候过来找他 可到了如今这点上 也已经没得退路了 放心 三天的时间足够了 你跟苏婉儿两个人的性命我都能救下 但前提是你必须要相信我 李长青淡定地说了一句 突然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那男人神色温柔 倒也让我没有任何的办法 如果我是个女的 或许我会义无反顾地爱上他 片刻之后 我们加快了下山的动作 终于在天没有完全黑之前 到达了山下的位置 是出品的有声书《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二十六集 我看着之前跟关尼月分开的地方 却突然感觉自己有些对不起他了 若不是因为他身份特殊 或许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了 李长青见我停顿在这儿 突然用着很疑惑的口气问 啊 没事 是 赶紧离开吧 我说 可就在我刚准备走时 却突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就这么把我抛弃了 回过头 关尼月正站在我们两人背后 用着一副很严肃的表情对我问 你怎么 还没走是吧 关尼月插着腰 我早就知道你们今天肯定会下山 所以提前在这里等你们 这个女人还真是机灵 既然都已经提前算到了这点 你跟许君浩的关系还真是不一般呢 李长青用着怪异的口气 说出了这么一句 然后继续朝着前面走 下了山之后 我反而不清楚我们接下来究竟要去哪 该去哪 我思索片刻 然后用着一副很紧张的语气问 十寸呢 那里能够找到治疗你诅咒的方法 同时也可以让婉儿复活 那是什么地方 这听起来倒是挺神奇的 等等 你要去哪里 关尼月的神色中带着些许紧张感 忍不住跟着说 怎么了 那里有什么问题吗 我并不清楚 但同时又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 于是便追问 关尼月听完这话之后 却只是平静地深吸了两口气 接着她苦笑了两声 那里可不干净 不干净 石村又被称为师村 那里阴气太重 前往的人可没有几个能够平安无事的 关尼月似乎觉得这事不够让我紧张 所以她又一次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我不说话了 只是用着紧张的表情看向李长青 没错 但你现在可没有退路 毕竟你还更想活着吧 一路前行 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的三四点 一整夜都没睡的我 此时感到精疲力尽 终于 在到达门口时 我感到自己眼前是一片漆黑 随即整个人便失去了知觉 醒来之后 我发现自己出现在一张床上 我猛然惊醒 想到之前在那个村子里所发生的事 熟悉的恐惧感是再次袭来 你干什么 李长青出现在我面前 用着一副很是严肃的语气问 我停顿片刻 这才明白自己此刻并没有危险 这里是哪儿 我问 原人家中 一个好心的婆婆见你昏迷了 于是便打算让你先在这休息一会儿 李长青解释 我抬头朝门口的方向看去 只见关尼月正在跟那个老太婆聊天呢 这里是石村吗 我问他 准确的来说不是 因为石村不是一个村子 那里已经完全荒废了 李长青说完便直接坐在了地上 无奈的叹了口气 这时候 这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 已经荒废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之前也有过无数的探险家想去那里调查 结果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来 老太婆可能并不想给我们下马威的 只是单纯的说出了这件事情的恐怖 我原本内心就十分紧张 尤其在听到这句话时 整个人的身体也是随之颤抖 可既然都已经到了这儿了 在我有限的生命里 一定要找到让自己活下去的办法 更何况 李长青也是坚决不可能离开的 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但看你们几个人也不像是什么坏人 我老了也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你们的 就只能送你们几张符纸 保佑你们能够平安归来吧 那老太婆倒也是没有犹豫 说完眼前这句话之后 便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三张 油黄色的符纸 谢谢了 虽然知道这东西可能并没有什么作用 但为了感谢这老太婆的一片好意 我们还是接了过来 老奶奶 在这之前 有人从石头村里活着走出来过吗 关妮月或许还是有些不死心 于是便用着非常严肃的口气问 据我所知是没有人活着走出来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从来没有人敢接近那里 所以根本不知道 那里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危险 说完这句话 老太婆叹了口气 脸上的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无奈 对此我们自然也没多说什么 谢谢 打了招呼之后 我们就离开了老太婆的家里 继续顺着前面走 这时我才感觉有些奇怪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竟然只有这老太婆一户人家 石头村距离这里应该没有多少路程 这个老太婆一个人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难道她就不会害怕吗 我心中生出了这样的疑惑 此时说话的语气也开始变得不稳定了 或许老太婆有着自己的想法吧 我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李长青平缓地说完这句话之后 便继续顺着前方走 一路前行整个过程倒是十分的顺利 甚至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终于是来到了真正的石头村 这里之前应该是个村庄 只是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都已经荒废得不成样了 关尼月粗略地朝周围看了两眼 此时表情中也是带着些许的严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二十七集 行了 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还是赶紧进去吧 说着 李长青率先一步 朝着里面走了进去 可刚踏出第一步 他就感到一股十分阴森的气息 在周围扩散 好不对劲呢 我哆嗦着身体 表情中也是带着紧张 不过 李长青跟关尼月 都没理会我口中的话 而是继续朝前方走 就这样折腾了将近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吧 李长青却突然停下了 怎么了 我以为事情已经有些不对劲 所以用着非常激动的语气 在哪儿跟着问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他说着 表情也随之变得紧张了起来 可这一路前行 我们除了这个方向之外 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位置啊 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这样呢 由于现在情况的特殊 所以我们此时也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只是十分平静地待在原地 不对 这条路应该是被某些人给藏起来了 李长青紧盯着前面的位置 然后伸出手朝那块土挖了好久 他总算是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此时一个巨大的法阵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瞪大了双眼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这一切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表情十分的紧张 用着不可思议的语气在哪儿跟着问 不太清楚 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强行控制住的阵法 李长青的神色中依旧带着些许紧张 整个人说话的语气都变得很不对劲了 如果破坏的话会怎么样 我问 如果真的被破坏 只怕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啊 到了这一步 李长青反而是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一双眼睛是直勾勾的盯着这儿 我能够看出他内心里的纠结 可是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却又不知该怎么去做 如果想要前进的话 就必须破坏这个阵法 可一旦阵法被破坏 那可怕的东西就又会出现了 说完 李长青回头看着我和关妮月 事情到了这一步 只能将选择权交给你们了 究竟是打开还是离开这里 我最头疼的就是这种选择题了 可是到了如今这个点儿 却好像没有任何的办法 破坏他 关妮月口气坚决 徐军昊 你怎么想 此时的李长青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然后跟着问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况且关妮月做的这个决定 都没有过多犹豫 那我自然也没有必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破坏他吧 李长青点头 但他脸上却依旧还是带着些许的无奈 说完 他慢悠悠地接近这阵法的中心 在口中念动了几句十分奇怪的咒语 破 画落 他举起手中的桃木剑 对准这中心的位置就直接戳了下去 伴随着一阵强光照射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几乎都没办法睁开了 缓和片刻以后 我回头看着眼前的位置 才算是注意到这阵法的中心竟然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可以进去了 李长青说完这话之后 便回头朝着我们看了两眼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自然是不能有过多的犹豫 纠结片刻 此时的关妮月却率先一步走上前 他盯着洞口所在的那个位置 看了两眼 犹豫片刻之后 脸上的表情也是带着些许的疑惑 明明还没有接触 就能够感受到一股很不对劲的气息 他说完眼前这话 表情中却依旧带着些许的紧张 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切还是没办法保证的 快点 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李长青话说到这里 整个人的表情中 明显带着些许的不耐烦 到了如今这点上 我也没有过多犹豫 在那儿深吸两口气之后 便迅速朝着洞底下的位置靠近了 粗略地看了一眼 里面十分的阴森 光是接触到 就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 之后 在李长青的带领下 我们总算是走到了这个 所谓的地下洞穴 可刚接触到那儿 便感觉到这阴森的气息正在扩散 不知道究竟是诅咒出现了问题 还是这儿的环境让我变得非常不适应 此刻的我 此刻的我开始剧烈地咳嗽着 没事吧 李长青回头对我小心地问 我却也不知该如何去解释 只是平静地在那儿深吸了两口气 尽量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着 这时的我顺着前方不断地走过去 此时 一道十分狭窄的门堵在了我们面前 李长青这时停下了脚步 脸上的神色中更是带着些许的紧张 缓和片刻 他突然用着很是紧张的语气对我们说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想要打破这扇门应该也没有那么简单 可都已经到了这个点上 说什么也绝对不能这么随意的就放弃吧 想到这儿 我突然跟着后退两步 脸上更是带着一丝丝的紧张 目前来看 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比这个更让人头疼的了 办法总归是人像出来的 关尼月突然开口 这女人的脸上一副轻松的样子 看起来似乎很不简单 而接下来 那女人更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了一枚炸弹 卧槽 你哪里来的 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绝不会相信事情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关尼月倒是表现得非常淡定 在那忍不住跟着苦笑了两声 她继续说 来之前 我想着这东西究竟能不能有点用 只是没有想到 竟然还是用上了 不管如何 这件事情 已经完全不能用凑巧来形容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关尼月的炸弹 确实是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为什么刚才门口那个阵法里没有用 李长青的脸上也是带着疑惑 忍不住在口中问着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打算用了 只是当时你说有办法能够破解这个阵法 我就放弃了 听起来 这一切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啊 说着 关尼月已经把炸弹提前埋好了 你们先退后 这炸弹的威力可能不小 关尼月用着激动的语气说着 为了防止炸弹伤害建设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几个还是乖乖的往后退了两步 生怕会出现一些问题 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此刻的我突然感到整个地面都形成了一阵波动 我跟着后退两步 感受到了那阵爆炸之后 终于是冷静了下来 但不管如何 这次的事情还是没任何办法保证 没事吧你们 李长青回头朝我们看了一眼 见我们几人都没什么大碍 之后他松了口气 然后朝着前方走了过去 我小心谨慎 甚至生怕自己会出现什么意外 关尼岳那女人倒是十分的淡定 说完这话的同时 也用着平静的表情朝我瞥了一眼 谁也不知道 他这个样子看我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眼前的情况好像并不简单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洞口的最深处了 这里看起来好像宽敞了许多 但是总感觉哪里有问题啊 我小心地说了两句 然后跟着说 李长青却并没有表现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而是用着十分谨慎的眼神来回地观察着 过了一会儿 却突然听到周围传来了一阵咕咚咕咚的声音 怎么回事 我听到这声音 却突然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在倒吸两口冷气之后才跟着问 当我们踏出了这个环境以后 早就已经猜测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了 李长青的表情中带着些许严肃 我虽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此时却也是不敢多说一句 可是这阵响动声却突然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此时在我脑袋的上方突然炸下来一个身影 是砰的一声 那一刻我的身体跟着后退 脸上的表情更是带着恐慌 这拥有庞大体型的怪物 在我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对着我脖子上就要一口咬下去了 我疼得浑身颤抖 身体也是出于本能把这怪物推开了 下一秒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的身体都在颤抖 一股寒冷的气息在我身体不断游走 李长青和关尼越是迅速上前 率先一步替我挡住了这怪物 徐军浩你没事吧 李长青是一边挡住怪物的攻击的同时 还忍不住对我问 我无力的回应 看了他们一眼之后 就昏了过去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当我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格外的僵硬 真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 关尼越的话语中带着些许的调侃 但眼神同样是很紧张的 而到了如今这个份上 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前面 李长青正拿着手中的桃木剑 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前方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表情中带着些许的紧张 一时之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还记得刚才咬你一口的那个家伙吗 关尼越突然用着很严肃的语气对我说 我并不清楚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切绝对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可下一秒 我却感觉自己的身体 仿佛像是被许许多多的虫子啃咬了一般 而且根本没办法动它 你没事吧 关尼越看了一眼我的状态 她的眼神变得越来越不对劲 话语中也是带着紧张 我虽然很想开口 但此时却无法动它 只能用着十分僵硬的表情 在那支支吾吾的 不用想了 刚才你被这家伙咬了一口 肯定中了毒 什么 明明来到这之前 我就已经遇到了那么多的麻烦了 事情为什么到了如今这点上 却还是这么糟呢 我现在恨不得自己有十条命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 面前 李长青的表情却是十分的淡定 我先想办法解决掉这个难缠的家伙 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能够救你 她冷冷的笑了两声 之后便用着飞快的速度 接近这如此恐怖的家伙 那怪物咆哮两声 即便这时候努力的想要挣扎 但却发现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了 李长青的身手的确是十分了得 很是轻松的便将这家伙瞬间控制住了 整个过程十分的迅速 在我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时 却发现他们竟然已经获胜了 李长青虽然轻松的对付了这家伙 但此时的状态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稳妥 他紧锁着眉头 脸上的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紧张 眼前的事情虽然解决了 但你的情况好像还是很糟糕 说着李长青突然伸出手对着我脖子上点了一下 就在他刚接触时 我突然感觉自己胸口有一阵淤血吐了出来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这淤血竟然是黑色的 怎么会这样 我瞪大了双眼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这一切 看来情况是挺糟糕的了 李长青说完这话时 突然伸出手在我脖子上轻轻的抚摸着 这三个印记 难不成是 关妮月注意到这点的时候 原本平静的脸上 此时也是紧张了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二十九集 第二百二十九集 是的 这就是尸毒 如果顺着这样的情况一直蔓延下去的话 不用过多久 你就会变成僵尸 变成僵尸 这消息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我木讷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即便心里很是紧张 但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倒也不用太着急 我会想办法救你 这次李长青的话语当中 确实带着些许的平静 但我却总认为这一切没那么简单 也许她只是找个方法能够说服我罢了 但对于整件事情还是不能保证 所以我也只能让自己冷静下来 别太伤感 你毕竟都是一个已经要死的人了 关尼悦在这时 说出了一句更是让我感到不爽的话 如果这女人实在不知道如何安慰别人 她可以选择闭嘴 而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影响别人的心态 我此刻不敢有任何的废话 而是平静地待在原地 李长青那家伙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来到了这僵尸的面前 想要治好你身上的伤 就必须利用僵尸口中的獠牙 将其碾成粉末形状 然后直接吞下去才行 她直接将眼前僵尸的獠牙取了下来 当我看到这如此恶心的东西 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去做 由于我现在身体没法动弹 他们十分随意地就把这东西递在了我的眼前 并且强行灌在了我的嘴里 刚吞下去 我便感觉自己原本僵硬的身体 这时似乎已经可以微微地动弹了 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并不久 是不是感觉好点了 李长青问 我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说 可是我感觉好像并没有完全解决啊 当然了 彻底解除湿毒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只是单纯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体情况不能动弹 所以暂时用这个压制住你体内的毒素罢了 原来李长青只是给了我一个看上去十分渺茫的希望 别抱怨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所以必须继续前进 李长青甚至根本没心思顾及我现在的情绪了 而是继续朝着前方走 不知不觉中 我们似乎已经来到了这洞穴的最深处了 由于刚才那只僵尸被解决了 所以这儿的阴气反倒变得更重了 注意到这点的同时 我的身体跟着就是一阵哆嗦 为什么 这里的气息好像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了 我小声地说了两句 却也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此刻李长青突然停下了脚步 用着很是疑惑的表情在周围来回地观察着 当我以为这家伙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时 他却突然回头对着我们说了一句 迷路了 什么鬼 这么狭小的一段路 怎么可能说迷路就迷路了呢 我感觉很是荒唐 可那家伙做出的事情就是这么让人无法理解 这里存在着怨念磁场 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根本就不是真的 李长青说完这话之后 便拿出了手中的指南针 这东西的指针是转得飞快 让人光看着就感觉很怪异 这算什么 玩游戏吗 我忍不住吐槽 下一秒 这手中的指南针突然掉落在了地上 指针被弹开的瞬间 我们三人同时陷入了沉默 一时间竟不知该怎么开口 这 李长青的表情有些尴尬 纠结片刻之后 终于是将这东西重新的捡了起来 好家伙 我们唯一能够指路的道具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破坏掉了 完蛋了 本来就很难走出这个磁场 按目前的情况来看 几乎是更加不可能了 关尼玥的表情中带着些许的无奈 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他用着奇怪的眼神朝周围看了过去 我不说话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我根本没有任何能够插手的机会 别紧张 指南针碎了 只能说明这里的怨念太强了 如果继续在这待下去 很有可能会更加糟糕 李长青明明都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还在努力地替自己辩解 行了 只能凭借印象前进了 关尼玥打破了这尴尬的对话 而是继续朝着前方走 此刻 这条路似乎变得是越来越诡异了 我小心地跟在身后 却也不敢多说一句 很快 眼前出现了一条岔路口 似乎将我们几人全部拦在了原地 好像出不去了 我皱了皱眉头 话语中带着些许的谨慎 观尼玥却是想都没想 而是继续顺着前方就走 就在他准备接触到那堵墙时 李长青却是突然一把把他拉住了 别乱碰 你可不能保证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李长青那家伙竟然这么谨慎 这点着实让我想不到 观尼玥刚想开口 但眼前这堵墙却突然间裂开了 接着一只巨大的手势突然伸出 差点将我们几人全部逮住了 好在这关键时刻 李长青及时躲开了攻击 才没有让情况变得更糟 我看着如此庞然大物 整个人的身体也是随之颤抖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除了害怕之外 几乎找不出任何能够做的事 别紧张 这东西不过是吓唬人罢了 说着李长青倒是十分的淡定 拿起手中的陶木剑 对着那庞然大物的身上 就直接刺了下去 看他如此自信 本以为这下能够成功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陶木剑在那怪物身上 没有任何的作用 什么 李长青瞬间反应了过来 但此刻已经来不及了 那怪物咆哮两声 然后抬手 对准李长青的胸口前 就怼了过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230集 李长青在几乎来不及做出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被重重的打翻在了地上 看到他口吐鲜血缓慢的站起来的模样 似乎已经受到了威胁 我的天啊 这怪物似乎比我想象当中还要难缠 说着 李长青的手点了几下自己的穴位 也算是让自己恢复了过来 可这只巨大的怪物却一步步的朝我们身边逼近 并且动作是越来越快 现在想要退后几乎已经不太可能了 下一秒 这怪物突然张开血盘大口 如此庞大的嘴巴 在快要接近我们的时候 差点就直接将我给吞了下去 五行阵 关键时刻 李长青是再次用阵法弹开怪物的攻击 可是 从他如此艰辛的表情来看 这怪物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对付 撑得住吗 我问 不清楚 这怪物身上的力量太恐怖了 李长青神色紧张 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怪物 却不说一句话 跑吧 关尼月突然拉着我的手 朝回头的方向走去 不是吧 就这么抛弃李长青了吗 显然 李长青对我们这突然的举动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他回头盯着我们的同时 一句话都不说 你们 而这时 我和关尼月已经跑得不见了踪影 我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用着很愤怒的语气问 你在做什么 到了现在这个点了 你觉得自己有办法能够帮他吗 关尼月反倒是这样子问了我一句 一时之间竟让我不知如何去回答 我停留在原地 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无奈 既然保护不了 那我们就只能选择逃跑 这样一来 还能够减轻那家伙的负担 关尼月倒是说的头头是道 可这李长青再怎么说 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绝对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他 你干嘛 关尼月突然对着我问 当然是回去救他了 我可不想让自己后悔一辈子 说到这儿 我继续朝着原来的方位跑了过去 刚走没多远 李长青那家伙便用着飞快的速度 朝我所在的方向跟了过来 就在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时 他却突然给了我一个眼神 然后示意我继续朝着回头的方向跑 别管我 快跑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自然只能是往回头的方位跑 也不知这样折腾了究竟多久 但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已经累得不成样子时 总算是无理地趴在了地上 回头看去 李长青似乎也和我差不多 缓和片刻之后 他终于是站了起来 你没事吧 我小心地问 目前来看 怪我是不会过来了 说到这里 李长青无奈地叹了口气 怎么办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了 如果回头的话 那我们花费这么久的时间 就等于是功亏一篑 我有些不甘心 如果自己真的没有办法 必须要面对死亡的话 那我根本不会介意这些的 可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影响 对我来讲 不只是自己一个 不 那怪物应该有办法能够对付 李长青眼神平静 说完这话的同时 却跟着松了一口气 怎么对付 你在他的面前 连根虫子都算不上 我虽然很不愿意说出这话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可能是十分正常的 李长青说话 但这家伙脸上的表情中 却带着些许的尴尬 我想到了对付这个家伙的办法 此时 湾泥月这女人突然间走了上来 然后她用着一副非常严肃的表情 在那说着 刚才你跑得最快 现在你居然有脸说这种话 李长青忍不住在口中嘟囔了两句 无所谓 如果你们不愿意听的话 那我不说就行了 反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不会有任何影响 关泥月的语气十分的平静 说完这话之后 她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好家伙 这算是苦肉计吗 等等 我们知道错了 李长青知道眼前的情况有些不对 所以只能选择服软 她用着一副很是委屈的语气 在口中说着 此时 关泥月这女人终于是松了口气 在那用着很随意的笑容 跟着苦笑了两声之后 才拿出了炸弹 只要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 想要对付那只怪物 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什么鬼 那女人之前不是已经用掉了吗 别感觉意外 我担心会发生特殊情况 所以提前留了一个 关泥月口中的话 倒是十分的平静 但我 却总感觉没那么简单 李长青显然是来不及多想 他迅速的站了起来 然后将这东西夺了过来 没办法 总比没有的好 李长青脸上表情复杂 说完这句话之后 便朝着回头的方向走了过去 我并不打算跟上 可关泥月此时 却突然瞪了我一眼 那眼神变得很是奇怪 到了如今这点 我根本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我只能选择继续前进 之前所在的那个位置 怪物的身体 依旧将这地方堵得死死的 现在如果什么都不去做的话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 会有任何护身的机会的 怎么做 我愣在原地 然后用着一副 很是紧张的表情看着他们 徐军昊 你身上有尸毒 所以非常容易吸引 这个家伙的注意 而我们只需要趁着这个机会出手 就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 李长青一本正经地说出这话 但目的非常的明确 就是打算让我去当活靶子 开什么玩笑 我的表情变得很是激动 自私啊 想要拒绝这个想法 但他们的眼神却让我变得非常的恐惧 显然 如果不按照这些家伙的要求去办 那我 只有死路一条 这样才对 接下来你只需要这么做就行 一旦出了问题 交给我们来处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231集 李长青的话倒是说的十分轻巧 他无奈地朝我看了一眼之后 便将我整个人的身体朝着前方狠狠地推了一把 我几乎无法动弹 身体狼狈地朝着前方窜了过去 果真如此 简单的一个动作瞬间吸引了那怪物的注意 这之后怪物仿佛把我当成猎物一般 紧紧地贴着我的身体 不要啊 我无力地哀嚎了两声 然后用着飞快的速度朝着前方跑了过去 本以为到了这点上 那怪物会选择放弃的 但回头时却发现对方依旧是紧紧地盯在我的身后 不打算离开 这下我终于明白了 事情或许比想象中的还难处理 为了逃命 我这时候只能用着越来越快的速度前进 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是甩开了这怪物 行了 看来是时候轮到我们出手了 李长青平静地说了一句 然后纵身一跃 身体整个悬空 对此 那怪物却并未注意 自己的背后已有危险降临了 当我回头看了一下这家伙 却莫名地产生了些许同情 很快 李长青将手中的桃木剑又一次对准这怪物的后背 怪物的身体发出了轻微的叫声 紧接着他迅速抬手 快点 李长青几乎是用尽全力一般对准观尼越喊道 此刻 观尼越终于不再犹豫了 将手中的炸弹直接扔上了前 抓住这点之后 李长青想要及时抓住这个东西 但却被眼前的怪物所阻挡 该死 他在口中骂了两句 身体也随之退后 只是表情中带着些许的不爽 没有想到的是 那炸弹竟然主动落在了怪物的手里 别管 赶紧后退 说着 观尼越用尽全力对我们呼喊了两声 虽说并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 但还没等到那怪物出手 他的手臂却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爆炸 声音响起 我感觉原本就十分狭小的洞口 这时都快要塌了 一阵浓烈的烟雾散去 那怪物的身体已经被完全炸烂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可不敢相信这件事情竟然是真的 结束了 我倒戏两口冷气 只感觉自己就像是死里逃生 没事吧你们几个 观尼越倒是十分的轻巧 说完这话之后便慢慢地走到我们面前 我跟李长青同时摇了摇头 行了 现在没有什么大碍的话 那咱们就不用浪费时间继续前进吧 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哪 或许是自己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 所以才会如此随意地说出这种话 不过李长青倒也并未表现出懈怠的样子 而是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对他来说有着更加重要的使命 所以到了眼前这点上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此时一扇门突然拦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扇门看上去好像是由某些机关触发 想要打开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 观尼越随意地打量了一番之后 便用着非常淡定的语气说 我触摸着门 却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生出了一枚飞刀 差点要了我的命 小心点 如果随意触碰的话 很有可能会触发机关 李长青注意到了眼前的情况之后 对着我们两人提醒 我自然是不敢有任何多余地表示 我平静地待在原地 同时一句话都没多说 观尼越这时继续朝着前方看去 盯着那机关上面的许多图案 来回地观察着 有没有发现什么 观尼越开口 我愣住了 仔细地端详着那上面的内容 感觉这些东西 看上去非常的熟悉 但是 却又说不出来 思考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突然想起 这正是之前 跟爷爷学习逢尸的时候 在他收藏的那本书里的图案呢 好复杂 看起来像是某些谜题 但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太难了 李长青也是上下的打量了好久之后 发出了感叹 观尼越的眼神 同样是十分的复杂 即便他没开口 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这女人有些不痛快 我知道 纠结很久之后 我缓慢地走上前 然后用着一副非常不确定的语气开口 那几人看着我 似乎有些不太相信 你确定 如果没有答对的话 这机关可是会直接要了我们的命的 不会错的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虽说生死对我来讲非常的恐惧 可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却依旧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几个图案都是完全相似的 所以我认为跟我爷爷之前那本书 一定是有着某些的联系 如果真的出错 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反正这条烂命早就已经保不住了 说完 我试图上前 又一次盯着上面的图案 每个图案都有相对应的记号 而眼前是完全被打乱的 想要把这些图案跟记号完全的融合 最起码需要五个步骤 如果这中间出现了一丁点的差错 那么恐怕我就会当场丧命 放心吧 如果真的出现意外 你最起码还能替我们挡住飞刀 李长青说出的这句话还真是无情 但不管怎么样 既然是我自己开的口 那就一定要尝试 等等 你们注意到旁边的那炷箱了吗 关尼月又一次开口 如果没有猜错 等这炷箱烧完 怕是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好家伙 原本就是十分棘手了 没想到 这时竟然多出了时间的限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三十二集 我心里很是焦躁 此时连双手都在跟着颤抖 那两人的性命 此刻都交代在我的手上 如果无法处理 那么接下来的后果 简直是不敢想象 快点吧 没必要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 关尼月此刻说话的语气 倒是相对平静 从这女人的表情来看 她对我还是存在着关心的 不然也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点点头 然后慢悠悠地伸出手 按照自己原本所计划的 实行了第一步 处理过之后 却发现 此时周围 似乎并没出现任何的东西 看来我这次的判断 应该是正确的 别犹豫了 那主箱已经快烧完了 之前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所以这个点上 必须要全部争取回来 即便如此 我还是不敢让自己掉以轻心 两下 三下 四下 都如同自己原本所计划的那样 进展得十分顺利 并且没有任何的意外 可就在我准备着最后一步时 却突然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不知为何 此刻我这心里 竟然产生了些许的疑惑 总认为 这一步 好像和之前的 有些不一样 不对 如此强烈的迷惑性 在我脑袋里是不断地反映着 到如今这个点上 我更加不知 究竟怎么做 才是正确的 你怎么停下来了 李长青看到眼前的情况不对 忍不住在口中对我问 我现在也不确定 究竟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思索片刻之后 我开始变得犹豫了起来 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 甚至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如果你真的不清楚的话 那就相信你的第一印象 关尼岳上前 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话语中更是带着些许的平静 第一印象 除去目前的可能性之外 这种办法或许是最直接的了 我平静地愣在原地 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应 不过既然那女人已经说了我处理问题的方法 那这时候绝对是不能轻易放弃的 思索片刻之后 我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 由于此刻的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所以绝对不能允许自己出现半点的差错 我是说好长一段时间 最终还是打算利用第一次的想法开始进行 果真 就在我认为情况已经变得十分糟糕的时候 那扇门竟然被直接打开了 太棒了 李长青的一双眼盯着我 脸上更是带着惊喜 虽然现在侥幸地逃脱了 但当我们走进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 却不知这儿究竟会有什么东西 小心点 周围可能随时都会有机关 关妮月说完眼前这话 脸上的表情更是十分地复杂 对于这点 我们自然是十分地确信的 所以绝对不敢让自己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就在我们几人继续前进时 却突然发现正前方的位置 竟然多出了一个 看上去十分奇怪的东西 这好像是一幅棺材 李长青开口 我们又不是瞎子 当然知道了 关妮月的语气依旧还是那样的冷漠 说完这话的同时 也是顺着前方走了过去 刚刚开始 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十分地正常 但就在我们逼近的时候 却突然注意到 眼前这幅棺材 直接被炸开了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竟然是一具 已经完全四分五裂了的尸体 如此诡异的画面 在此刻我们当中 看起来是那样的诡异 我的身体跟着倒退了两步 眼神中也是带着些许的紧张 怎么办 思索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回头对着那几个家伙问 还没反应过来 正前方竟然一下子出现了几个 模样十分奇怪的黑色服装的家伙 不行 看来这些家伙 是想要对我们下手 李长青顿感情况不妙 说出这话的同时 表情也变得不对劲了 我的身体随之退后两步 此时依旧还是不敢开口 只是尴尬地待在那儿 你想办法解开这上面的谜团 接下来的事情 就只需要交给我来处理了 李长青拍了拍我的肩膀 然后迅速上前 这男人的举动 还真是十分的果断 不都不说 现在的情况 的确是十分的紧急 所以绝对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不然 只会让这一切的结果 变得更为糟糕 我来回地观察着 棺材里的尸体 深吸两口气之后 便突然间 用着很是激动的语气说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幅棺材上的尸体 必须要被封合 巧了 那不正是你最擅长的事情吗 观尼悦的语气 十分地平静 说到这里之后 更是随意地 朝我看了一眼 没错 最近的事情 若是想要解决 的确需要依靠我 可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却变得有些紧张了 行了 在我们还能撑住 这些家伙之前 你可最好要将 整件事情解决 说完 观尼悦也是迅速跟了上去 一时间 这儿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除了木讷地待在原地 看着这尸体之外 我却几乎想不出 自己 究竟该怎么去做 但既然都到了这个点上了 那就绝对不能让自己 出现任何的问题 思索片刻之后 我缓慢地接近这家伙 在其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控制的情况下 伸出手 压制住其身上 几乎所有的力量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三十三集 不得不说 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明明在自己 快要接近尸体身边时 最后 为所折射出的那些金光 却让我一时之间 不知如何是好 我反复地来回观察着 此时 却感觉这时候的情况 变得更是微妙了 别紧张 那两个家伙 还在替我拖着 不然的话 就是真的对不起他们了 我口中这样子 安慰自己两句 然后倒吸了两口冷气 准备继续出手 我想要将眼前的尸体缝合 那么 身体的每一处关节 都需要连接的 我粗略地看了一眼 这只尸体的两只手 和两条腿 已经完全和身体分开了 所以 必须要确保一切 不会有什么问题 缓和片刻之后 我慢慢拿出自己 提前准备好的道具 将眼前这具尸体的关节 和身体连接处 牵上绳子 之前遇到过更糟的情况 但在我一手技巧面前 都是顺利地解决掉了 而眼前的这具尸体 看上去 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难以处理 就在我认为 自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时 却突然间被眼前的情况 给整得有些吃惊了 我本以为所有的尸体 都已经穿过 自然不会留下什么毛病的 可眼前发生的情况 却还是让我有些吃惊 为什么 我明明之前都已经处理好了一切 怎么尸体上的绳子 竟然会断了 情况有些突然 我一时之间有些无法接受 我再次看向这位置时 却发现 原来这绳子上的关键位置 竟然都已经完全地裂开了 难道普通的绳子起不到作用吗 我来回地观察了两眼 似乎可以确定 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由于绳子已经完全断了 加上普通的绳子 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所以我现在只能是另辟蹊径 不过观察了好久的时间 却也发现 没有任何能够代替这绳子的东西了 等等 好像并不完全是这样 我深吸两口气 突然注意到 这尸体底下的东西 那些看上去 如同金黄色一般的奇怪东西 仿佛像是 能够绑住的绳子 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思考片刻 然后深吸两口气 在那将那些东西是一把抓过 可刚刚接触时 就发现这上面的手感 让我变得很是怪异 算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小声地在口中安慰着自己 然后继续将这东西 如同之前的绳子一般 重新绑在了一起 整个过程进展的十分顺利 好像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当我处理过这一切之后 这才发现 这儿的情况 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 这一次 我反复确认 终于可以确定 自己所做的情况 绝对是正确的 最后 那尸体 竟然开始动了起来 我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甚至 已经想过这东西 会不会突然惊醒 然后朝着我身边扑过来 可真实的情况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尸体 只是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但依旧是 一动不动的 就在这时 我身后的门 被打开了 我的天哪 竟然把开关 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 说完这话 我便朝着那方向 直接看了过去 李长青和关尼岳他们两人 现在的情况 也并不好受 他们同时对抗那么多的对手 早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赶紧过去 出口的门已经被打开了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对着他们两人喊道 李长青回头 见我所说的不会有假 之后他便迅速地朝着那个方向冲了过去 临走之前 他一把把我抓住了 然后身体随之带了过去 同时还有关尼岳 也蹲在了地上 看他这样子 似乎是有些撑不住了 倘若继续下去的话 也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确实挺累的 关尼岳也跟着开口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想要让这一切结束 倒也不那么容易 此时 正前方的位置 我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 却突然愣住了 不对劲啊 我说 关尼岳也是朝着前方跑去 在盯着那个位置看了一眼之后 表情也是变得严肃了起来 没办法了 前面的路已经断了 李长青听完这话 他突然起身 你没有再跟我开玩笑吧 他问 关尼岳摇头 我们本以为 这件事情能够顺利解决 但没想到 竟会是这样的结果 到了如今这点上 没有任何人能够接受 不可能的 我费了这么多的事 不就是为了来到这里吗 李长青有些不愿相信 用着非常快的速度 向着前方跑了过去 可当他看到眼前的情况时 整个人却是突然间傻了眼 或许他自己也不会想到 这个折腾了这么久的时间 竟是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 李长青的表情中近乎绝望了 他伸出手朝旁边的墙面 是狠狠地砸了下去 由于那一拳十分地用力 所以手上 也是渗出了鲜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三十四集 可看到这儿 我完全不知该去如何安慰他 如果花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就只是这样的结果 那我宁可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李长青话语中的每句话都带着难过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们却不知该如何去安慰他 除了被动地待在原地 不用太紧张 倒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关尼玥总是能在这样关键的时刻 给我们惊喜 我跟李长青同时看向了那个女人 说了那么多废话 难不成你想让我们飞过去 李长青原本的表情中 还带着些许的愤怒 但当他说完这话的时候 却突然间停了下来 对啊 只要能够飞过去的话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飞过去 这种事情 正常人几乎是没办法做到的吧 李长青整个人都已经变得很不对劲了 哪怕现在说话的语气 都完全不像是个正常人 别在这儿开玩笑了 别在这儿开玩笑了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到 不 可以做到 关尼玥同样也是非常的坚定 他们疯了吗 这简直是到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了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他们所说的这样的话 绝对不会相信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接下来怎么办 我突然问 关尼玥这时候说着 突然 她拿出了一个帽子 递给了我 这什么 我拿着这个奇怪的玩意儿 然后小声地说 其实 我是比较怀疑这女人 会不会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 戴上这个 一会儿直接飞过去 什么 我看着关尼玥 听着她口中说的 这究竟 是不是正确的 可是 尽管面对我这样十分疑惑的眼神 关尼玥的脸上神色 依旧是十分的平静 说完这话之后 她很是坚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许君浩 你要相信我 绝对不会有什么意外 看着正前方的这片悬崖 但这个女人口中的话 却又说的是如此的淡定 谁又能够完全相信呢 我不敢面对这次结果 所以只能是不断地后退 你们去 我的身体十分地坚决 用着坚定的语气在那说着 旁边 李长青那家伙却已经是戴上了帽子 并且表现出了一副非常淡定的样子 你看着就行 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李长青的表情中带着些许的淡定 整个人看上去也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说着那家伙果然是纵身一跃 你疯了吗 我在背后奋力地喊着 但那家伙却根本不顾 可这时 李长青的身体竟然半边悬空了 这什么鬼啊 我做梦也不敢想象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能够让他这样子自由地飞行啊 正当我还在疑惑中时 那家伙却已经到了对面的岸边上了 过来吧 没什么太大问题 他说 到如今这点上 我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犹豫片刻之后 将目光转移到了关尼月的身上 你先去 人都是怕死的生物 尤其是到了眼前这个点上 关尼月只是无奈地朝我看了一眼 说完这话之后 也是直接跳了过去 当他顺利落地的时候 我这才意识到 这儿发生的一切 根本不能用正常的原理解释 行了 你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赶紧给我下来 李长青说话的语气中 带着些许的催促 似乎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没办法 思索片刻之后 也是纵身一跃 然后这才发现 自己整个人的身体 随之变得轻盈了很多 悬浮在半空中的感觉 的确是十分的微妙 在我不断地接触着的同时 却也非常的惊喜 缓和片刻之后 我也算是平安地落地了 这时 原本紧张的心 才完全放松了下来 行了 平安落地 咱们就必须想办法 尽快离开这里 说着 李长青 用着很严肃的表情 朝我们看了一眼 然后 继续朝着前面走 我小心地跟在他身后 此时 也不敢多说什么 很快 我们来到了目的地 这条路 看上去 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漫长 由于周围是一片空白 所以根本不清楚 现在究竟还要走多久 好累啊 忙活了好一阵子 我有些力不从心了 没道理的 这个地方本身就那么大 为什么走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到达终点 关倪月这时 也跟着疑惑了起来 李长青没说话 而是掐着手指 在那儿推算着什么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他突然是深吸一口气 接着 便用着非常严肃的语气 对我们说 情况有点糟糕 什么 听完这话 我迅速起身 用着很是惊讶的表情 看着面前的那个家伙 这条路是阴路 由于怨念太深 所以想要走出去的话 就必须要凭借 自身的抵抗力 我完全听不懂 这家伙口中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大概能够感觉到 这件事情想要结束 并没有那么的容易 思索片刻之后 我突然起身 身体挺得笔直 却连一下动弹的机会 都没有 你没事吧 身边的李长青 用着很是奇怪的眼神 看着我 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紧张 我不说话 因为刚才那一下 确实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而变成这样子 也让我着实是想不到的 之后 我仿佛感觉 自己的背后 有一只手 紧紧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让我几乎没有任何能够动弹的机会了 糟了 若是按照这个节奏持续下去 我甚至连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三十五集 此刻 我的呼吸 开始变得是越发的困难了 我尽力地想要找他们求救 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或许 在他们的眼里 我目前的这个样子 看上去 只是比较奇怪罢了 不对 关尼越那女人很是聪明 立刻意识到我遇到的危险 然后 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她对着我身上 就狠狠地推了一把 那一瞬间 我的身体摔在了地上 然后 才算是恢复了过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 关尼越问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刚才有东西掐住了我的脖子 让我没有办法能够动弹 我一边咳嗽着 一边解释着 李长青那家伙 却突然间冷静了下来 看来 情况的确很不简单呢 说完这话之后 她用着平静的眼神 朝前方看了过去 当我意识到 这情况有些不对劲时 眼神 也是顺着那位置 瞥了一眼 果然 在我们几人的正前方 一个巨大的黑影 已经将前面那条路 完全地堵住了 那 那什么 那黑影的身上 散发着许许多多的邪气 光是靠近它 就感觉会有危险 能够守在这地方的东西 还能会是什么好的吗 说到这句话时 关尼越 也是忍不住在那苦笑了两声 此时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严肃 好强大的气场啊 李长青此刻 忍不住在口中感叹了两句 可我们如果要继续前进的话 那就必须面对这个家伙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根本无法保证 究竟能不能够顺利地解决 害怕了 关尼越很是随意地在那儿问 废话 这么巨大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让人不紧张 李长青说完这话的同时 整个人的身体也跟着颤抖 我能够感觉得到 这次的她是真的恐惧了 这次如果想要强行突破 那就必须要对付这只家伙 哪怕现在李长青 在面对这个家伙的时候 全身都已经开始颤抖 整个人几乎不敢上前 不行 如果继续在这里待着的话 怨念只会变得越来越强 这样对我们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事 关尼越像是想到了什么 话语中同样是带着些许的紧张 一时间情况变得十分的焦灼 李长青倒吸两口冷气 在无奈的小声说了一句之后 便将自己手中的符纸 朝那儿丢了过去 符纸落地 在周围只是形成了一团 小型的火焰 却并没有掀起任何的波澜 如果这招只是为了试探 那它确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可现在 李长青的面色非常不对劲 表情中也是同样的带着紧张的 普宗的符纸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李长青说完这句话之后 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复杂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 最为头疼的是 现在面对那个家伙的时候 却根本没有任何的胜算 如果能绕开就好了 我忍不住在口中说了一句 或许 是我无意间开口说的这句话 点醒了他们几人 对啊 既然避免不了的话 那我们应该可以想办法绕开这个家伙 李长青的语气非常激动 说完这话之后 便来回地在这十分可怕的家伙周围 不断地观察着 本以为到了这点 事情能够有所缓和了 可就在我们试探性地 朝前方迈出第一步时 却突然感觉不太对劲 疯了吗 如果那么容易就能够成功的话 也不至于会守在这个地方 观尼悦的一句话 打破了我们所有的幻想 不得不说 事情的确是十分的棘手 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明白了这点 如果眼前这时不出手的话 那基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李长青倒也没说那么多的废话 再次掏出手上几乎所有的道具 可恶啊 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难道我今天说什么 也得毁在这个家伙的手上吗 想到这儿 李长青往后退了两步 即便口中的语气十分的嚣张 但却依旧是不敢接近这家伙 时间在一丁一点地流逝 而眼前这个怪物 却突然间将自己身边的黑物 全部逼近了我们面前 看到如此可怕的黑物 在周围不断地环绕 我们几人 甚至不敢有任何别的动静 只能是被动地退后 别怕 这黑物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 李长青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他丢出了一张符纸 这次 符纸在周围是迅速地消散 缓和片刻之后 终于是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奇怪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由于这件事 根本没有任何进展的机会 所以 只靠我们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多少 还是会觉得有些恐慌的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今这个地步 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纠结一段时间之后 面前的这怪物 却突然间消失了 就在几乎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消失在了我们所有人的面前 什么鬼 我倒吸两口冷气 只觉得眼前这件事实在是太过于荒唐 是不是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想到这儿 回头对着那几人说 可当我转身时 却发现周围怎么一个人都没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李长青 我奋力地呼喊着 可却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这是怎么了 自出现这些莫名其妙的幻觉之后 身边竟然连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不在了 这种情况对于我来说 是无法理解的 关尼月同样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而这样一个硕大的环境 现在只剩下我孤独的一个人 多少还是会有些恐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三十六集 办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却又不知该如何去做 除了被动地待在原地之外 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 就好 哥哥 正当我疑惑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 自己的背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猛然回头看去 才发现那人竟是廖家新 他的眼神中带着些许的恐慌 你怎么在这儿 我表示自己非常不能理解 看着这家伙的同时 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此时 廖家新却没有废话 而是一步步地接近我 九号哥哥 我好害怕 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吗 从廖家新那副恐惧的表情中 我可以确定 这女人绝对不是在说谎的 但我不明白 她为什么好端端地 会出现在这儿呢 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的身体也是随之一阵颤抖 就在那女人快要接近我的瞬间 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眼神中更是带着 些许的紧张 你不是廖家新 我可以肯定 她绝对不会平白 无故地出现在这种地方 你在说什么呀 我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女人呢 廖家新一边说着 口中还不断地重复着那些话 生怕我会拒绝 这种行为实在是让人觉得荒唐 她逼近了过来 而且离我是越来越近 终于 在她伸出手朝我拥抱的那一刻 我无情地将她推开了 廖家新的身体摔在了地上 那楚楚可怜的模样 看上去更是让人心疼 徐君浩 你总算是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她说着 那脸上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嘲讽 我不清楚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但一时间 完全不知该如何回应 缓和片刻 我总算是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徐君浩 其实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你只是在做些 让自己满意的事情罢了 不管这个廖家新 究竟是真是假 但她口中说出的话 确实让我很是不爽 我捏紧手中的拳头 在这女人接近我身边的同时 毫不留情地 对着她身边就冲了过去 可快要面对她时 我却突然傻了眼 是啊 自己这样做 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呢 我开始有些怀疑起了自己 但除了这点之外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退路 此时 廖家新却是趁我不备的情况下 伸出手 朝着我脖子上就直接掐了过来 我奋力地想要挣扎 但却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 我表情痛苦 整个人的身体 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动弹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只是感觉这种压力 让我变得很是崩溃 许金浩 在你这一无是处的家伙 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死在这里 廖家新的脸上 更是带着些许的嘲讽 在这个情况下 我几乎没法动她 只能用求饶的眼神看着她 我以为这个女人会清醒的 但事实告诉我 显然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了 你究竟是谁 我用着最后一口气问 听到这儿 那女人突然间笑了起来 还真是天真可怜呢 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廖家新话语中带着些许的平静 可很快 这女人的脸 却突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廖阳 是的 那家伙仿佛就是我的噩梦 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瞬间 我竟然完全不知该怎么去做 廖阳肆意地用手 在我脖子上狠狠地掐着 几乎不打算放过我 而到了如今这时 我感到自己大脑是一片空白 什么都看不清了 现在等待着我的 大概只有死亡了 眼兽 正在此时 李长青那家伙 却不知怎么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替我挡下了这只恶鬼 没事吧 他回头小心地对我问 我咳嗽两声 此时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撑不住了 不要紧张 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罢了 是这样子的吗 那这样子来看 整件事情应该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关宁月也是一样的 我们三个人都被安排进了不同的幻境 好在我提前一步走了出来 所以才能及时出手 说着李长青点燃了手中的符纸 他夹着胡桃剑 对准那只恶鬼身上就刺了下去 廖阳的身体在发出痛苦的惨叫声之后 却突然又变成了另一只丑陋无比的恶鬼 我的天啊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我瞪大了双眼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 但不得不说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能够侥幸逃脱 已经是十分的幸运了 随着眼前的恶鬼被解决了 周围这片漆黑的环境 瞬间也变得敞亮了起来 而此时 我这才发现 我们三人竟然还是待在原地的 不过 之前那个神秘的东西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间巨大的宫殿 虽然并不明白这宫殿什么来头 可仔细一看 里面确实非常的豪华 走出来吧 李长青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然后问 我点了点头 毕竟自己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了 差点就当场丧了命 幻境很容易抓住别人的软肋 好在与我灵山修道多年 所以世俗这些 对我并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力 听那家伙一本正经的样子 倒也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可是 关尼玥却依旧还是守在原地 看起来非常的木讷 他也中了幻境吗 我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的 不过 我只能够考虑先救你 然后带你一起去他的幻境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三十七集 去这个女人的幻境 李长青看出我脸上的疑惑 在那深吸两口气之后 才继续说 没办法 事情到了这一步 必须要解决 而且我能够明显感觉到 这个女人的幻境 可能并不简单 可我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普通人 去了 也没什么意义啊 我还想解释 但那家伙 却根本不给我任何的机会 他抓住了我的手腕 灵念驱散 眨眼间 我发现自己 正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 李长青 李长青 我对着周围 喊了两声 但却听不到 那家伙的任何回应 我的天哪 他只告诉我 能够进入这空间 但也没有告诉我 我们两人 必须要分开啊 光是想到这儿 我的身体就一阵哆嗦 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环境里 可不知道 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行啊 别磨叽了 此时 李长青突然现身 用着很平静的语气 对我说 见到这个家伙 我紧张的心 总算是放松了下来 太好了 没有你我害怕 搞个像个娘们似的 行了 这地方看起来应该挺大的 我们还是先赶去找关尼月吧 幻境究竟因何而生 我并不清楚 但好像是自己内心当中最为重要的东西 可是 明明都是幻境 为什么关尼月的 却跟我会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呢 我没多想 因为时间也并不允许 在这片草地里 走动了好一会儿 但却并没有见到关尼月 我虽然并不疲惫 但还是失去了一些耐心的 此时 我无力地坐在地上 然后用着很不痛快的语气说 我的天啊 我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听完我口中的话 李长青却突然对着我是淡定一笑 这么容易就没有主见的话 是不是太对不起你自己了 我愣住了 缓和片刻之后 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就目前来看 事情的确是让人头疼 可就在我们还在议论着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周围传来了一阵巨响 什么情况 我顿感情况不妙 然后用着很是紧张的眼神 朝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可是周围除了一片空白之外 似乎没有任何的东西 行了 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赶紧跟过去看看 李长青眼神紧张 说完这话之后 便用着飞快的速度 接近了那个位置 折腾片刻之后 我跟李长青总算是到达了目的地了 这儿光是看着就会让人不寒而栗 灌铃月真的在这个地方吗 我来回观察了好久 却还是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此时 李长青虽然没说话 但他锐利的眼神 却紧紧地盯着正前方 刚才就是在这个位置 传来了爆炸的声响 说过这些之后 李长青神色复杂 甚至他没有多说一句 我跟着来回观察了两眼 但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存在 这时候 我甚至开始觉得 是不是李长青这家伙 太过于敏感了 小明 一阵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果然是观泥月 在前面 赶紧过去 李长青表情激动 说完之后 飞快地朝着前方跑了过去 朝着眼前的仓库跑去时 打开门 却发现我们此时 正出现在一间酒吧的门口 酒吧里灯火通明 可是 却看不到一个客人 如此奇怪的环境 反倒是跟这儿的清冷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遇到这样的情况时 我多少还是会有些惊讶的 颤颤巍巍地 在周围看了两眼 此时 却也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李长青和我 没有闲心在乎这些了 而是不断地寻找着 关泥月的下落 别关注这些没必要的了 如果不想办法 就会 那个女人 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李长青突然一句话 让我瞬间清醒过来 此时明白了 我点了点头 然后在这间酒吧里 来回地搜寻 可走了好几个房间 却始终没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 就在我感觉有些不对劲时 却突然听到 隔壁的房间 传来了杯子碎裂的声音 只听是啪的一声 这一声让我和李长青 瞬间就清醒了 连头也不回的 就朝着那方向跑了过去 打开门 果然见到了关泥月 此刻 她的身体 被眼前的一团黑雾 紧紧地压着 并且整个人的半个身体 已经悬空在上面了 当我回头看去 却发现这时候 竟莫名其妙地出现在 二十几楼 如果关泥月 被那团黑雾 直接推下去的话 怕是整个人 会被当场摔成粉末的 你过去救她 李长青 用着非常激动的语气 对我说 我们两人分工十分地明确 李长青 负责对付那些邪恶的家伙 而我唯一要做的 就是尽快地把关泥月 带回来 考虑到这点之后 我便用着飞快的速度 冲向这女人的面前 我 没事吧 我对着关泥月开口 关泥月此刻的表情 有些木讷 整个人看上去 已经是紧张得不行了 所以说 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她的心中 应该是看到了一些 不该看的东西 关泥月 醒醒 我奋力地呼喊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让她醒过来 可此时 关泥月的身体 突然是抽搐了两下 然后便用着一副 木讷的眼神 盯着我 不知为何 当我再次和她对视的时候 却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这时 关泥月却像是发了风似的 突然挣脱开我的身体 我不明白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但我担心这家伙 会直接摔下去 所以只能抓住她的腿 都是你 她突然用这样的一个 怪异的语气 说了一句 我顿感情况不妙了 下一秒 关泥月 果然是毫不留情的 抬起腿来 对着我胸口 就直接踹了过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三十八集 由于这下 让我的身体几乎没法动弹 所以整个人 差点被直接带飞了出去 一旦松手 这家伙 就会从二十楼之间掉下去啊 虽然疼痛 而且呼吸都变得困难 但我却依旧没打算松开她的腿 关泥月 在连续挣扎了几下之后 似乎是缓和了片刻 她突然起身 然后用着一副怪异的眼神 看着我 到了如今这点上 我甚至琢磨不透 这女人她究竟想要干些什么 是军号 关泥月用着一副连自己都不确定的语气问 我点点头 虽然不知如何回应 只是希望这个女人不要再这么无情了 咳嗽两声 终于是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而面前的关泥月 看上去 似乎也没那么糟糕了 不过 李长青的身体 却差点跟着摔下去 好在 她在这关键的时刻 一把手 抓住了眼前的玻璃门 才让自己 勉强地撑住了 可恶 这东西 比我想象之中 还要难以对付 李长青倒吸两口冷气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团黑雾 虽然并不明白 这黑雾究竟是什么来头 但看到李长青这么奋力的样子 我似乎能够猜得到 整件事情 绝不简单 为了担心类似的事情继续发生下去 我只能够选择将眼前的窗户赶紧关上了 李长青再次跟眼前的黑雾纠缠了起来 可他手中的任何道具 似乎都没办法能够对这黑雾 产生一些效果 楚军昊 帮我 说到这儿 那家伙突然对着我身上 狠狠地就推了一把 我还未曾反应 那黑雾却突然逼近了我 瞬间 我便感到自己眼前是一片的漆黑 什么都看不清了 就这样被锁在这个环境里 让我开始变得非常难受 救命啊 由于周围的环境实在是压抑 甚至已经让我感到呼吸都变得困难了 李长青那混蛋 做出这种事的时候竟然完全不顾我的情况 这东西 果然是超出阴阳五星之外的存在 李长青这话说完 便突然将我拉了回来 不得不说 如果不是这家伙关键时刻帮忙 或许我刚才那会儿早就丧命了 但勉强让自己稳定下来 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从那地方走出来之后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奇怪 没事吧 关倪月这次突然对我关心地问了两句 我摇摇头 毕竟除了脑袋有些昏沉之外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麻烦了 现在李长青看上去 似乎变得自信了很多了 在平静地深吸两口气之后 突然盘腿坐在地上 既然你不是五星当中的怪物 那就自然需要采取特殊的情况来处理 说着 李长青抬手 朝着半空中指了过去 天神 赐我力量 刚说完这话 这家伙是突然睁开了双眼 然后 我便看到他此时的状态 变得非常的不对劲 好奇怪啊 我忍不住在背后说了一句 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疑惑 不用感觉意外 这家伙不过就是借用了半神的力量而已 关尼悦的眼神非常平静 然后用着一副认真的语气说 虽然并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从他们口中的话来看 这家伙应该是挺厉害的 黑雾已经在周围扩散 李长青又一次抬手 突然对着眼前那团黑雾 发起了攻击 随后黑雾的周围突然形成了一股闪电 之后黑雾瞬间消失了 然后一切回归了平静 看上去似乎好像没有那么的繁琐 我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然后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周围的一切 太好了 你们所有的灯都没什么事情 李长青说完这话 自己也是跟着松了口气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出去 我思索片刻 突然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李长青来回地看了两眼 刚准备开口时 我们几人却突然感觉自己的眼前 是一片漆黑 等到再次回过神来 却发现自己正出现在了之前的那地方 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 却感觉好像很是奇怪 只是唯一不同的是 之前那个十分奇怪的东西 竟然已经完全地消失了 怎么会这样 我多少有些疑惑 虽然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好事 但由于这种情况消失得太过突然 所以多少还是会有些紧张的 环境结束了以后 那东西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 李长青口中解释着 然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这话听着倒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我总觉得不大实际 行了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关尼玥突然用一句话 打破了眼前的尴尬 我们继续顺着前面走 然后发现前面有一扇铁门 本以为这次还会有机关的 但是没想到 这扇门似乎没有任何的开关 可以直接打开 我愣了愣 李长青看了一眼 却还是试探性地试了几下 确定不会有什么危险之后 才直接把它推开了 这里头看上去十分的正常 由于这里环境特殊 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那是什么 我去 这正前方 却突然注意到 那儿放着一幅棺材 这棺材和普通棺材并不一样 这个棺材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走进观察 才发现 它竟然是由水晶打造出来的 我的天哪 这东西应该价值不菲吧 我来回地抚摸了一下 这么光滑的感觉 让我自己都有些支撑不住了 不得不说 人都是贪婪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时 多多少少都会激动的 打开看看 也许能够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观尼月说 我抬手 但就算是使出了吃奶的劲 也不见眼前的棺材 有任何的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三十九集 没用的 这幅棺材已经被锁了封印 李长青说完这话之后 也是缓慢地走上前 他粗略地看了一眼 接着便轻轻地 在这幅棺材上抚摸了起来 随后 他念动了几句奇怪的咒语 只听伴随着一阵嘎吱的奇怪声响 眼前的这幅棺材竟然真的就这么被直接打开了 但由于棺材上面有个盖子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就必须要将这棺材板给推开 这个艰巨的任务 自然就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满是惊喜 推开了眼前的棺材板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得不清啊 这里面竟然有一具尸体 仔细一想 棺材里躺着一具尸体 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或许是由于这棺材价值太高了 所以才会让我有了这种奇怪的想法 仔细一看 却发现躺在棺材里的那尸体 是一个漂亮的女子 不得不说 廖家新就算是在这女子面前 似乎也没那么好看了 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这女人面色红润 并且嘴唇也是如此 准确来说 这个女子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死人 更像是在棺材里睡着了 但是这种荒唐的事情 始终让人是无法相信的 李长青也愣在了原地 或许被眼前这女人的颜值所吸引吧 可接下来 她却伸出了一根手指 朝着这女人的鼻子上 就凑了凑 有呼吸 什么 我看着李长青 实在是不敢相信 她口中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可就在我也去试了试之后 也是愣住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口中小声地嘟囔着 在这件事情中 保持着十分冷静情绪的人 依旧只有关尼月一个 她对于眼前的情况 倒是没有任何的意外 情况太诡异了 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乱动 关尼月思索了好长一段时间 她说出了这么一句 而如今 却好似找不到任何能够拒绝的理由 毕竟 眼前的情况十分紧张了 所以绝对不能允许 自己出现半点的差错 缓和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用着非常激动的语气 在那儿不断地重复着 但就在我们几人 还在犹豫的时候 那躺在棺材里的女人 却突然睁开了眼 水灵的眼睛 在这时候 看上去 却多出了些许的恐惧感 我们三人的身体 不断地后退 一时间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 随后 这女人的身体 竟然站了起来 然后 整个人悬空了 卧槽 这是个什么情况 我瞪大了双眼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 但就在我还在纠结时 这女人却突然抬手 然后伸出手 朝着我的身上 直接就挥来了一个巴掌 我被莫名其妙地 打了一巴掌 那脸颊上火辣辣的疼痛 甚至让我觉得 非常的不舒服 缓和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终于才算是冷静了下来 当我再次看向这女人时 却发现 这女人的周围 散发着十分强烈的气场 好恐怖啊 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 维持下去 可能真的不知道 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了 关尼月和李长青两人的身体 也是随之后退 真是没有想到 能够打开这扇门的 竟然会是你们 女人的表情中带着些许的严肃 但说话的语气 却好像有些嘲讽 我们完全不明白 这家伙为什么会说出 这种奇怪的话呢 你究竟是谁 李长青问 竟然连本小姐都不清楚 那女人得意一笑 然后快速地逼近我们 不得不说 这女人漂亮的面孔 确实会让人感到有些激动 但是她身上却散发着那种 十分明显的寒气 如若是接触到 都会让人整个的身体 变得十分的寒冷 不说废话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 无非只是想要救自己身边的人 对吧 什么 这个女人 竟然能够一眼就看穿 我内心里的想法 李长青和关尼玥 却并未感到意外 只是用着冷漠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这家伙 有什么想说的 就尽管开口吧 李长青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自然是不想功亏一篑的 所以此刻她的语气中 也是十分的果断 聪明 我就喜欢跟你们这样的人合作 合作 可我们明明什么都没做 究竟有什么值得合作的地方呢 我多少有些不理解 不明白这贱货 为什么会说出这种奇怪的话来啊 李长青思索片刻 然后才继续问 说吧 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够让你们答应下来 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实在是无法相信 很好 如果你们想要让自己身边的人活下去 并且解除那个傻小子身上诅咒的话 就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这女鬼看上去语气严肃 倒也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在如今这份上 我们如果不答应 那自然是不会得到这女鬼的照顾的 别说那么多废话 直接开口就行 李长青自然不愿意在这时多想 哈哈哈哈哈哈 行 既然你已经这么开口 那我自然没有任何必要 其实非常简单 我只想让你 替我杀掉纳木针 什么 纳木针那家伙 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事 竟然能够得罪眼前这个女鬼 我可以答应你 但如果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救回自己身边的人 的确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留给我们的时间本就不多了 如果答应她来对付纳木针 三天的时间还没过去 恐怕我们就会先没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四十集 放心 既然我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自然是会有一定的准备 这女鬼是微微一笑 哼哼 这臭小子身上的诅咒和尸毒 都已经被我解开了 至于你想救活的那个女人 我能够利用现在的寒气 将她身体封印住 李长青有些犹豫 一双眼看着对方 似乎还在纠结着 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去做 你没有退路 因为除了我以外 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人救活你的师妹 好厉害的女鬼啊 竟然能够把这一切事情调查得这么清楚 可我实在是不明白 能够待在这样的环境里 为什么会拥有如此恐怖的渗透力呢 行 我答应你 很好 不过这件事情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你最多只能再延伸一个星期 如果到时候没有完成的话 那你的女人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吧 女鬼说完这话 更是发出了两声奇怪的笑声 之后便迅速地将眼前的棺材盖上了 一切回归了平静 而我们几人依旧用着紧张的眼神 看着周围 事情发生得有些突然 但到了如今这点上 却好像没有任何的办法 行了 事情到如今这个点上 也只能按照你的想法办事了 关尼岳此时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无奈 说完这话的同时 却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至于我 好像在这莫名其妙的情况里 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 这件事情你们没有必要插手 只需要交给我一个人就行了 李长青神色复杂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一切 那可不行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都没有活下去的机会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我用着很是激动的语气在那说着 尽管如此 李长青却还是显得有些被动 一双眼睛看着我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继续说 我知道你是出于一片好心 可这件事情 你能够做得实在有限呢 这话虽然说得难听 但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有些被动 只是尴尬地待在那 不 许君浩或许是最能够帮助你的人 关尼玥却在眼前 此刻他对着我说了一句 而我 面对这样情况的同时 却完全不知该怎么去做 只能是被动地待在原地 尽管我想帮忙的 但也不会起到那么关键的作用吧 关尼玥却没有理会我的想法 而是偷偷地贴近李长青这家伙面前 小声地说了两句 李长青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 然后用着一副 很是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当我再次注意到这家伙时 却感觉他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行了 这件事情就嫌麻烦你了 虽然有些突然 但好歹他还算是 接受了我的一片好意 这样一来 我也总算是不会让自己 有愧疚感了 缓和片刻之后 我终于是松了口气 然后继续在周围折腾着 此时情况已经是十分的明显 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为什么他突然间就改变了主意 我变得有些疑惑 用着很是认真的语气 在那问着 关尼玥却只是笑了笑 没有告诉我这其中的原因 反倒是这样的方式让我变得疑惑了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却始终找不出更好的机会 至于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 倒是有着很大的问题 很快我们便走了出来 师兄 刚出门口 一个熟悉但又看上去 很让人不爽的影子出现了 那家伙正是之前和李长青产生了矛盾的人 但由于这次情况特殊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插手的必要 关尼玥跟那家伙对视了一眼 此时的表情也同样变得疑惑了起来 那家伙真的是太讨厌了 我此刻还是有些忍不住 很正常 像他们这些身份的人 一般性格都比较古怪 所以没有什么值得意外的 关尼玥说出这话的同时 整个人的表情变得有一些奇怪 我倒也不想在这事上 过多地去纠结 因为这当中和我本身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沉默片刻之后 我们几人便继续朝着 回去的方向走去 路上 李长青偷偷地跟在我身后 然后对我小心地说了两句 听着 这件事除了我们四个人以外 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对我说这样的话 就按照我现在的情况 也根本不可能 会有跟任何其他人接触的机会吧 当然了 对于这一点 我并没有直接说清楚 只是 当我再次看向另外那个男的时 他的眼神却变得有些怪异 师叔那边的情况 我到时候会跟他解释的 至于这件事情 你们不需要太过担心 李长青 李长青用着相对平静的语气 对着眼前的这男人说 留下这句话之后 那男人跟着点了点头 然后便直接离开了这里 我跟着观倪月 带着李长青 回到了原来的家里 李长青神色复杂 虽然看上去表情严肃 但是他并没开口 我怕影响这家伙 所以只能安静地待在一旁 甚至不想多说一句话 又是这里 李长青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前面 那脸上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复杂 他有些不爽 而到了这点上 我也却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回应了 缓和片刻 他却突然冷静了起来 然后在周围看了两眼 你打算怎么对付纳木珍 我思索片刻 然后坐在沙发上说 目前还没有想到 确切的办法 但这段时间 我应该会好好地做准备 说到这儿 此时李长青脸上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严肃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面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四十一期 虽然并不明白 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整件事应该没那么简单 我问过师叔 纳木珍是一等一的高手 如果跟他硬碰硬 未必会有任何胜算啊 李长青是个聪明的家伙 自然明白这一点 竟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我不说话 就这么平静地待着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此时的李长青突然起身 又来到之前那个熟悉的位置 朝外面看了一眼 此时的夜色一片宁静 周围看上去是那样的繁华 但是却又给人一种 说不出的压抑 现在我跟他两人 仿佛就像是出现在这儿 让人紧张的环境中 与这样的环境所衬托的 这是我们现在的情绪 我明白 李长青还在担心苏婉儿 由于现在事发突然 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保证 至于接下来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实在是没办法可以想明白的 就眼前的情况来看 事情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而到如今这个点上 也绝对不会出现半点的意外 缓和片刻之后 李长青突然深吸两口气 然后继续在那儿说着 我累了 就先休息了 说着 那家伙竟然直接就回到了我的房间 在我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就霸占了我的床位 此刻 我心里本就不爽 见到眼前的情况 更是烦躁 但看到这家伙 如此疲惫的样子 我似乎也没什么办法 折腾片刻之后 我显得有些百无聊赖 于是趁着这机会 去外面看看情况 同一时间 在某个不算起眼的酒吧的位置 那个男人正在周围来回地观察 此时 纳木珍的身边聚集着许多的美女 你是谁 显然 见到那男人的时候 纳木珍脸上的表情 还是带着些许的严肃的 男人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坐在那 然后跟着笑了起来 你应该听说了 有人想要杀你 对吧 纳木珍平静的脸上 多出了些许的疑惑 你在这里说什么 纳木珍虽然知道情况变得有些突然 但是现在 却还是会有些突然 那个臭小子根本不足为据 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 此刻 纳木珍却无所畏惧 或许在他面前 这不过是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而已 是吗 如果你身上的弱点被别人知道的话 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吧 男人的话说到这儿 却突然冷笑了起来 脸上的神色更是带着些许的随意 纳木珍听完这话 满是自信的脸上 此时却多出了紧张 没有人能够拥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是这种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会有风险的 够了 你究竟想干什么 纳木珍说完这句话 将身边所有人都赶走了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男人不放 合作 只要你同意跟我合作的话 我就一定有办法让你对付李长青那个家伙 到时候 整个灵山都未必会是你的对手 纳木珍轻微一笑 脸上很是嘲讽 能够做出这种事情 可以证明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正所谓只有野心相符合的时候 才会有合作的机会 男人话说到这里 也忍不住跟着笑了一笑 对此 纳木珍似乎也没有任何能够拒绝的机会了 他思索片刻之后 才跟着冷笑了起来 行 那我跟你合作 很好 到时候我会告诉李长青 如何对付你的办法 等到时候 情况就会发生意外 此刻 我正坐在一间饭馆的门口 百无聊赖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刚刚出门 准备给李长青带点吃的时候 却突然在门口撞见了之前李长青的湿地 这家伙 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倒是让我产生了疑心 我跟着他 经过一间巷子门口的时候 一个黑色的身影却突然间从我背后传来 然后将我一把拉住了 我刚想开口 抬头一看 却发现这个人竟是关尼月 关尼月表情忧虑 眼神死死地盯着我不放 对此我表示非常地疑惑 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儿啊 你做什么 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 用着非常激动的语气 在那儿问着 关尼月朝我看了一眼 然后用着小声的语气说着 我在跟踪这个家伙 只是没想到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开口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小声地说着 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充满了愧疚 算了 你在这里也是好事 正巧我担心 跟着这个家伙容易被发现 关尼月说完这话之后 却也是跟着叹了口气 糟了 他溜了 我顿感情况不妙 立刻对着身边的关尼月开口 关尼月似乎也注意到了情况的严重 然后快一步 带着我朝前方跑了过去 随后 我们两人加快了脚步 打算看看这家伙 究竟想要做些什么 可就在我们几人 继续朝着前方走去时 却突然撞见了 这时的李长青 他怎么醒过来了 我表示非常的疑惑 对于眼前的情况 简直是无法理解 看来 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 关尼月说完眼前这话的时候 用着一副非常严肃的表情 看着周围 只是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确实是比较好奇的 李长青那家伙 应该是故意瞒着我们的 关尼月突然开口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整件事的结果 似乎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那到了如今这个点 我却只能平静地待在原地了 师兄 你要的东西 我已经给你了 说着 那个男人 突然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 看上去很是奇怪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四十二集 关尼月原本平静的脸上 这时也多出了些许惊讶 怎么了 我思索片刻 然后用着一副很是疑惑的语气 在那儿问着 那是个灵静 关尼月再次开口 她说话的语气更像是在问自己 我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所以此时却也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只能在那儿平静地等着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任何事情都没法解决 所以现在 如果不能将一切处理干净的话 那也只会变得更加糟糕了 师弟 这次多亏你跟师叔的帮忙 等事情结束后 我会好好感谢你们的 李长青十分客气地笑了两声 没事 之前我跟你之间出现的误会 关于婉儿的事情 也希望师兄你不要介意 我这么做 无非只是想要让他活过来而已 说到这句话的同时 那个男人平静地笑了两声之后 便转身离开了这儿 但不知为何 那男人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露出了一副 很是奇怪的笑容 我甚至开始怀疑这家伙 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们躲在这儿了 等到那家伙离开之后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在原地愣了片刻 然后慢悠悠地 走到了李长青的身前 见到我的时候 那家伙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 只是脸上的表情中 带着些许的严肃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不放 我饿了 折腾了这么久的时间 他却突然说出了一句 如此奇怪的话 我瞬间愣在原地了 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去回应 给你准备了点吃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什么 说着 我将眼前的食物 递给了李长青 那家伙倒是一点都不客气 接过眼前的食物之后 便开始狼吞虎咽了起来 看着他这么贪婪的样子 我倒是有些无奈 只是想要开口说的话 却也只能憋在心里 先回去吧 我看了眼观泥越 然后开口 等到回去之后 我便把今天所发生的事 告诉给了李长青 既然已经被你们知道了 那我也没什么隐瞒的必要 这件事如你们所想 的确没有那么简单 说着 李长青无奈地叹了口气 脸上的表情 看上去更是十分地复杂 而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甚至还是怀疑 自己所做的一切 究竟是不是对的 现在我苦笑两声 这时候脸上的表情 也突然变得有些紧张了 目前来看 情况似乎也已经变得 很不一样了 可是 利用灵静 真的能够对付那个家伙吗 观泥越沉思片刻 说话的语气 也变得很是严肃 这是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那就不可能会有 任何对付他的办法了 说到这儿 眼前的李长青 跟着笑了两声 也不用太过紧张 我之所以不愿意 将这件事情告诉你们 就是怕你们太过担心了 好家伙 都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竟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此时 我突然感到情况 有些不妙 因为这家伙脸上的自信 似乎 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 可能没那么简单 什么时候动手 观泥越的话语中 带着些许的急促 等到一切安排好了之后 最迟也需要明天早上 只要能够找到纳木针 那剩下的一切 自然也就不算什么了 听到这儿 我们所有人 都选择保持沉默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静静地待在一旁 行 那就在这里先等等看吧 观泥越 倒是十分的客气 说完这话的同时 身体慵懒地 靠在旁边的沙发上 看着那个女人 如此慵懒的样子 我们倒是没什么办法 而事情在这点上 自然也是需要解决的 我靠在一旁的沙发上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 睡了过去 等醒来之后 发现已是第二天了 李长青那家伙 此时正靠在我的身边 用着一双痘大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不放 我顿感情况不妙 身体跟着一阵哆嗦 然后用着非常恐慌的眼神 看着他 你神经病啊 面对我口中所说的脏话 那家伙显然没介意 只是在那儿 平静地笑了两声 然后才跟着说 事情处理得差不多 我觉得咱们应该 是时候动身了 看着他这么认真的样子 我倒是感到有些意外了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也找不出 更好的办法 可是我们不是说好了 今天晚上在动身的吗 现在这么急出手 这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啊 我犹豫了一段时间 此时说话的语气 也开始变得不太稳 事情需要提前准备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说到这儿 李长青对着我微微一笑 缓和片刻 我被迫地深吸两口气 跟着这家伙走在他的身后 关妮月呢 想到昨天晚上 这个女人还在这儿 此时的我 突然变得有些激动 沉默一段时间之后 才继续跟着问 走了 一早上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不过那女人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没必要去管那么多 李长青的话语中 带着些许的随意 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搜集素材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灵静起到最为强大的作用 说着 李长青突然抬手 在空中跟着比划了几下 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空洞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的身体跟着一阵哆嗦 这奇怪的东西 光是看着就让人感到紧张 而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周围却突然传来了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直接将我整个人都给吸了进去 转眼间 我和李长青已经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儿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陌生 怎么转眼间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了 我思索片刻 然后用着非常激动的语气在那儿说着 李长青却没理会我 而是继续朝着前方所在的位置走了过去 这段路似乎比想象中的还要长 我们究竟要去哪儿 我思索片刻 非常激动地在身边问了句 去了你就知道了 绝对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李长青话语中带着些许的严肃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却也忍不住回头朝着我看了一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四十三集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件事情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跟我继续走吧 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李长青说完这话的时候 忍不住朝前方看了一眼 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会表现得这么淡定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整件事绝对没那么简单 缓和片刻之后 我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在那儿来回地瞥了两眼 然后用着一双严肃的表情对周围看了过去 此时由于担心会发生意外 所以我甚至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随后 李长青也已经跟我来到了这地底下 我们要找的素材就在这里 所以必须要小心行事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说完这话之后 他突然朝我看了一眼 那脸上的表情更是变得奇怪了 我来这儿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吧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说出了这句连自己都不大相信的话 不 你拥有阴阳眼 能够看到一些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李长青说完的同时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不放 从这家伙的表情中 我似乎能够感觉到 整件事没那么简单 行了 这些也没必要过多的了解 李长青的语气有些不耐烦了 说完这话的同时 便直接朝着前方走去 我虽然心里疑惑 但却也不敢继续多问 因为这家伙的性格向来如此 到了洞穴地底之后 才发现这周围的环境 看上去十分的阴森 但到眼前这个点上了 我绝不会让自己出现任何的意外 所以十分的小心谨慎 放心吧 在没有找到药材之前 我们应该是不会遇到危险的 李长青刚说完这话 周围便突然窜出了一个黑色的身影 此刻李长青抬手利用手中的符指 才算是勉强挡下了攻击 你不是说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我瞪大双眼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这时的黑影 虽然说这种感觉 让人觉得十分的微妙 可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不至于会是这种结果 目前来看 李长青这家伙口中的话 根本不值得信任 躲我身后 说着 李长青突然抬手 身边爆发出了一股 十分可怕的力量 并且将这些准备出现的家伙们 全部处理干净了 这次 我的身体随之跟着后退 如果不是听到这家伙说出这样的话 我是绝对不敢相信 他究竟有什么值得信任的地方 此刻的我 乖乖地躲在那家伙的身后 看着眼前出现的几个黑影 虽说 我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却没那么简单 眼前 李长青再次紧盯那几个家伙 虽然此时 他没出手 但眼神中 却透着些许的恶意 给我退 话到这里 李长青突然抬手 生出了一股 十分强劲的力量 便将眼前这些黑影 全部击倒 若不是我亲眼所见 绝对不敢相信 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但不得不说 这家伙的实力 的确是让人放心的 行了 这些东西都已经被解决掉了 说着 李长青又突然回头 朝我看了一眼 那脸上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严肃 眼前 总算是已经安全了 那自然 也就没有任何必要 担心什么了 我深吸两口气 此时 却也是让自己 慢慢地冷静了下来 然后 看着眼前的 李长青 折腾了这么久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去做了吗 我问 毕竟 他带我来到这个地方 肯定不像是 现在这样的 所幸 这时的李长青 却只是看了我一眼 在那儿 跟着咳嗽两声之后 才说 需要你替我寻找 一味药材 只有找到这个 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说着 他突然 指了指前方 那脸上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 些许的严肃 可我实在是不明白 究竟为何 变成现在这样子了呢 红药 只有找到这个东西 一切才不会有 任何的问题 李长青 神色激动 看我的表情 也突然变得 有些奇怪了 虽然不明白 这家伙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事情貌似到了这个点上 也只能按照原本的要求行事了 而且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行了 赶紧处理一下眼前这件事情 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可没这么多时间在这里浪费了 李长青说完眼前这话 突然回头 朝我看了一眼 他脸上的表情 更是变得有些随意 在这点上 我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思索片刻之后 便跟着点了点头 可这个东西 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找到啊 我来回观察了好久 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红药 或者这类似其他的什么东西 但就在此刻 我已经变得很是焦躁了 甚至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事 却隐约地感觉 整件事情 貌似没那么简单 等一下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突然朝前方看了一眼 此时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激动 李长青的脸上 先是微微一愣 然后顺着我所在的方向 就直接看了过去 此时 情况似乎变得有些突然 这时他倒吸两口冷气 然后迅速朝着前方 飞快地接近 虽然不明白 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 但是眼前这个点上 绝对不能做出任何的让步 慢点 虽然这东西已经找到了 但咱们可绝对不能乱来啊 我激动地在口中说了两句 李长青那家伙 听完我口中说的话时 却突然冷静了下来 他犹豫片刻之后 整个人淡定地一笑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那一切就如你所说 他平静地深吸两口气 然后给了我一个眼神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四十四集 可明明到了如今这时候 我却不知该去怎么做 现在的情况有些紧张 可那家伙口中的话 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我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退后的机会的 就目前情况来看 整件事情的确不那么简单 所以绝对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至于到时候 事情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依旧还是没有办法可以保证的 行了 你过去吧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到这儿没错 但我依旧觉得有些不对劲 到了如今这点上 似乎已经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了 在那里犹豫片刻之后 我最终还是跟着点了点头 整个过程进展得十分顺利 倒也并没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正当我缓慢地顺着前方继续走去时 却突然隐约察觉到 这里的情况 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管不了了 为了能够尽快离开这儿 想着 我伸出手 对着眼前这朵花 就伸了过去 可就在我刚接触时 这朵花却突然张开 眼看就要对着我的手臂上 直接咬下去了 好在我及时把手缩了回来 才没有让事情变得更为严重 但不得不说 那一下确实让我产生了恐惧感 我表情非常紧张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东西 你没事吧 李长青那家伙 似乎已经注意到 我脸上的狼狈模样 但是他却并没有半点同情 反而是故意调侃了一句 然后慢悠悠地走进我身旁 我没说话 只觉得这家伙的行为 有些过分了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说着 李长青在自己手上 点了红墨水 等再次触碰到那朵花的时候 却突然老实了下来 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但心中也在责备 为什么那家伙 不肯告诉我这当中的原因呢 行了 事情已经解决了 咱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说着 李长青抬手 脸上更是摆出了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或许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缓和了好长一段时间 终于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我彻底松了口气 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已经升华了 而让人意外的是 关宁月这时候却突然走了过来 总感觉这女人总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出现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情已经办完了吗 关宁月说完这话 突然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那脸上的表情似乎也变得有些严肃 嗯 差不多了 李长青点头 此时的天色已经变得有些阴暗了 我们处理好这一切之后 似乎也打算准备开始进行下一轮的工作 晚上我在酒吧门口负责把风 根据李长青他们几人的判断 纳木真这家伙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就是这里 可是我来回地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 却还是没有半点收获 但就在我感觉自己已经不耐烦的时候 此时的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 那家伙不是别人 正是纳木真 好在这个让人紧张的时刻 他并没有注意到我 而是一双眼睛全在酒吧里那几个性感的女人身上 如此一来 我的确是可以松口气了 然后慢悠悠地待在一旁 静静地在那里观察着 过去了很久 那家伙似乎还是没有任何的举动 他满是兴奋的 不知道在折腾着什么东西 时间就这样一丁点地过去了 当我已经感到有些不耐烦时 却突然注意到他跟着其中一个女人走了进去 健壮 我自然也是有些坐不住了 迅速地朝着前方靠了过去 之后 那里头传来了一阵很是奇怪的声音 让我听着非常不舒服 到如今这个点上 我自然是没有任何浪费时间的必要了 打算趁着眼前这机会赶紧离开 可不曾想 当我回头时 却发现这周围竟然陷入了一片黑暗 我去 我不是在酒吧里吗 当我来回地观察 却发现这里似乎变得有些奇怪 可情况的转折就是这么突然 甚至让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 我有些惊慌了 不断地在周围观察着 试图想要找到些有用的东西 可目前来看 整件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正当我陷入被动时 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动静 这声音像是有人在敲门 此刻我身体颤抖 几乎是使出了权力一般的朝着回头的方向看去 可这时候 那熟悉的身影突然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这次我愣住了 我除了被动地呆在原地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的办法 不错 那木真这家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一双眼睛是死死地盯着我不放 不知为何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竟然有些紧张 甚至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你想杀了我 对不对 那木真的语气变得是越发严肃了 仿佛像是在逼迫我一般 我不敢说话 除了用一双无辜的眼神看着这家伙之外 现在我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那种说不出的恐惧感 让我整个人变得麻木了起来 不过 那木真这家伙却并没有因此 而对我产生半点同情 反而是十分得意地笑了 真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现在就要看看 你究竟还能做什么 留下这句话后 他突然抬手 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对着我的胸口就直接垂了下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四十五集 糟了 这次要完了 我连续地后退 此时想要尽力地躲避那家伙的攻击 但不曾想到的是 此时的李长青 却率先一步出手 替我挡下了 你怎么会 我虽然有些惊讶 但话还是没有全部说完 到了如今这一步 我甚至无法想象 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行了 你先退后 这里交给我就行 李长青微微一笑 他的脸上多出了些许的自信 我点了点头 乖乖地坐在角落里 只是我不明白 为何这儿好端端的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呢 丑道士 我跟你没有任何瓜葛 你为何还要这样针对我 纳木针神色愤怒 语气也是相当的不痛快 抱歉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就没有办法救回我最重要的那个人 说着 李长青是毫不犹豫地拿出手中的桃木剑 便顺着那家伙的身上就刺了下去 这纳木针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只是轻轻一招强行挡下了攻击 李长青显然有些吃力 原本自信的脸上 这时也是多出了些许的紧张 我较为担心 生怕这件事情会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不错嘛 可话到这里 此时的李长青依旧是十分的不爽 他将手中的桃木剑拔出之后 算是拉开了距离 由于周围空间很大 所以两人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力量 李长青紧紧地捂着胸口 我知道他身上应该还是留着底牌的 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绝对是不会轻易交出来的 不错嘛 比起上次你这臭小子的实力确实进步了不少 纳木真说完这话 突然间他闭上了眼 这时我能够感觉到一股诡异的气息 在他的身体周围不断地游走 虽然并不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恐怖的感觉 但此时的我却还是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李长青不会给对方任何的机会的 他甩出了手中的符指 可符指落地 瞬间变化出了灰烬 我傻了眼 怎么也不敢相信竟会是这样的结果 正当我疑惑时 纳木真此时却突然睁开了双眼 而跟眼前不同的是 他的眼角之间多出了两道奇怪的印记 深红色的模样 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害怕 怎么了 怎么表现出一副这么没用的样子 纳木真说完 突然是一声咆哮 顷刻间地面开始剧烈地晃动 我努力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想要让其强行地稳定下来 但却发现根本无法做到 晃动的节奏是越来越快 我的身体也随之摔倒在了地上 而之后 地面上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痕迹 倘若不是我亲眼看到 绝对不敢相信 事情竟然会变得这么恐怖 煞事间 许许多多的骷髅从地面上钻了出来 李长青撞到眼前的情况时 也是突然变得紧张了起来 我可没有功夫陪你浪费时间 你还是乖乖陪着这些家伙玩玩吧 说着 纳木真是突然一挥手 整个人竟然不知去了哪 我来回地观察着 努力地想要找到他的痕迹 可折腾了很久 却还是没有半点的收获 我的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同一时间 李长青正十分奋力地对抗 眼前的那几只骷髅 他虽然有些本事 但奈何同时对付几个家伙 也不一定会有多少的胜算的 折腾了好久 此刻的他 已然是有些个撑不住了 果真 其中一只骷髅 突然扑向他的身旁 李长青 小心 我一时着急 却也顾不得自己身边的危险 朝着他的身边就冲了过去 或许是由于自己的举动 太过着急了 我竟在不知不觉中 将自己手中的一根银针 丢了出去 那骷髅不小心中招之后 瞬间停留在了原地 竟然一动不动了 我傻了 李长青同样也感到疑惑 但他的身边 还是有着不少难以对付的东西 所以此刻也没有太多的心思 照顾眼前的情况了 许君浩 还有没有这东西 最好是全部丢出去 我的心里愣了片刻 此时却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 犹豫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按照那家伙的要求 将所有的银针都顺着周围扔了个遍 好在 我的命中率还是不错的 在几乎没有任何多余准备的情况下 顺利地替他解决了不少的麻烦 没事了 我松了口气 只感觉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可显然 我还是太过得意了 刚反应过来时 地面却又一次跟着晃动了起来 并且节奏变得是越来越快 不错嘛 能够让你们侥幸找到这个破绽 说着 纳木针再次出现了 跟之前不同的是 这家伙的脸上的模样变得更为恐怖 我们两人一时之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身体却也不敢轻易地靠近 好可怕的力量 也不知道这家伙究竟会不会爆发 我口中轻轻地嘟囔了两句 却也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片刻 那家伙却突然靠近我们的面前 糟糕 我突然叫了一声 纳木针抬手 朝着我胸口 就是一掌落下 我原本身体就十分的难受 这重重的一招 几乎没有办法能够承受了 随后 我整个人的身体狼狈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动弹 真是丑陋的样子 纳木针的眼神中带着些许的嘲讽 一双眼更是死死地盯着我不放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第二百四十六集 我口中吐出了鲜血 无力地在地上挣扎两下之后 终于是缓慢地站了起来 但我明白这一切只不过是无用功罢了 看着眼前这家伙如此凶狠的模样 我明白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更为可怕 许君浩快跑 尽管我现在努力地想要逃跑 但自己的身体却根本不听使唤 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许君浩 我原本是打算把你当成朋友的 可现在看来似乎也没那个必要了 说着 纳木真是冷冷一笑 他的五指化作利爪 就要对着我的胸口抓下去 住手 李长青在背后呼喊一声 手中也已经拿出了宝贝灵镜 显然 见到这东西时 纳木真的眼神中带着些许的恐惧 确实是最高等的法器 可你应该明白 这东西很有可能并不是真的 说完这话 李长青突然愣在原地了 可就在他陷入被动的状态时 纳木真却突然上前掐住了他的脖子 李长青 你还真是个天真的小子 现在的我似乎都在怀疑 灵山是不是都是一些头脑简单的傻子 被锁住身体的李长青 奋力地想要挣扎 但却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 他连续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 无法挣脱开眼前这家伙的束缚 许君浩 接着 或许是使出了身上所有的力量 李长青将手中的灵静扔向了我 我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奋力地朝着前方跑去 为的就是能够接触 虽然并不知道这东西究竟该怎么用 但我相信 只要得到了这宝贝 就一定可以顺利成功的 此刻 灵静已经逼近我面前 下一秒 我的身体却突然失去了平衡 在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看着眼前这面镜子落在了地面 镜子是啪的一声 直接衰裂了 形成了许许多多的碎片 我绝望地蹲在地上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 那木针亲眼看到眼前的情况时 却如同是疯子一般 在那儿得意地笑了起来 真的是太可怜了 你们 本来以为这个东西能够对你们起到一定的帮助 结果唯一的信念 亲手毁在你们自己身边 应该很绝望吧 李长青全身无力 似乎已经认定了这个结果 他苦涩般地发出了一阵奇怪的笑声 我同样是趴在地上 眼神中更是还有着对这事的绝望 如果所有的结果都不能因此而改变的话 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或许早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意外了 那木针无情地将李长青的身体松开了 虽然我知道你马上就要死了 但我认为这件事情在结束之前 需要告诉你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 李长青无力地靠在墙边上 整个人更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我似乎能够明白 所有信念在这个瞬间全部被打破的感觉 究竟是多么地难受 其实我早就已经料想到 你们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我 而负责通风报信的 是你的师弟 什么 那个男人虽说有些恶心 但我也不认为 他会做出那种卑鄙的事来啊 可那木针 在面对两个快要死掉的人的时候 应该是不会说谎的 得知真相对你来说应该很难受吧 但有的时候啊 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 既然你没有办法能够成功 那就 说着 那木针再次将自己手中的利爪 朝着李长青的胸口就刺了下去 李长青 在近乎绝望般的状态下痛苦地叫了出来 我奋力起身 努力地想要冲到这家伙的面前 可那木针只是一个简单的眼神 却让我瞬间就慌了 我现在才算明白 自己和他的差距究竟是多么的大 说到这儿之后 那木针抬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 那家伙不是别人 满脸落腮胡子的老头子也出现了 他们两个正抓着李长青的师弟将那家伙的身体狠狠地压在了身下 有点意思 你们竟然将这个臭小子给逮到了 那木针话语中带着些许的惊讶 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 也许在他面前 我们几人的实力根本是不足为惧的 不 你太自信了 所以你应该明白 自己之前摔掉的那个 不过只是假的灵静罢了 关尼月微微一笑 随即命令身边的这古董店的老板 掏出了真正的灵静 那木针一时之间竟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李长青原本绝望的脸上 这时候终于是看到了些许的希望 但就目前的结果来看 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能够保证 所以眼前这点上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 缓和片刻之后 关尼月他们几人 直接拿起手中的这个东西 朝着面前的那木针身边 甩了过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也不敢相信 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四十七集 我十分紧张地待在一旁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那木针整个人的脸上的表情 已经变得非常愤怒了 伸出手的同时 竟然也是强行地挡下了攻击 真的以为有了这个东西 就能将我解决了吗 他说话的语气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愤怒 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脸上多出了些许得意 我们几人勉强地感觉这件事 似乎并不简单 而到了如今这个份上 也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 很快 这股力量爆发了 一阵烟雾散去之后 所有人都十分狼狈地躺在地上 包括此时状态很差的我 但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却不知应该如何出手 只能用着些许紧张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前方 可让谁也不曾想到的是 这时候的纳木针这家伙 却突然间站了起来 用着些许得意的眼神 回头看向了我们 他的身体虽然也很糟糕 但不知为何 这时候竟然还是能够活动的 真是几个可怜的家伙 糟糕 关尼悦他们三人此时便想要动手 但由于身体遭受了巨大的重创 所以也几乎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怎么会 关尼悦眼神紧张 甚至不敢多说一句话 真是非常抱歉啊 你们明明差一点就能够成功了 可惜啊 我只能抬手送你们几个去见阎王了 说着 纳木针冷笑着 缓慢地接近我们所有人时 他的身体却是突然地一阵颤抖 这时候 李长青缓慢起身 然后拔出了自己手中的桃木剑 真是非常遗憾 你还是太轻敌了 说着 李长青是微微一笑 竟然直接将这个男人推倒在了地上 纳木针的身体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动弹 不过 李长青刚才出手的瞬间 也是耗费了自己身上几乎所有的力量了 他半跪在地上 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动弹 我用着紧张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纳木针 让人意外的是 这家伙的身体竟然不断地融化 并且逐渐地成为了浓水 结束了 我松了口气 身体十分无理地趴在地上 此刻自己的脑袋一片昏沉 然后便陷入了空白 也不知究竟过去了多久 当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廖家新却突然出现了 是你吗 我伸出手去拥抱这个女人 可廖家新却是一个侧身 躲开了我的动作 就这样吧 许久好 廖家新要离开我了吗 不行 你不能走 我几乎是喊出了权力一半 趁着那女人 还未曾反应过来的同时 及时伸出手 想要将她一把搂住 可当我再一次清醒 却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身边抱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李长青那个家伙 我是满脸尴尬 把她松开了 你做了什么梦 李长青用着很是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眼神之中显然带着些许的指责 我不知应该如何开口 那自然也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 你师弟你打算怎么处置 突然想到的这个问题 我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是开口跟着询问了一句 李长青原本平静地脸上 这时带着些许的惊讶 沉思片刻之后才跟着继续说 没什么值得想的 这件事情我希望她自己能够跟师叔交代清楚 也确实 李长青本身对整件事情就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压力 所以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的必要去纠结这些了 既然你醒了 那我应该就可以直接告诉你了 我打算现在离开这里 啊 什么 这结果实在有些太快了 一时之间竟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你是打算回去了吗 我还是很不情愿地说出了这话 李长青先是微微一愣 然后在哪跟着点头 没办法 因为这次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而且我也跟那个女鬼商量过了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到灵山 她有自己的自由 我自然是没办法能够插手 所以只能保持沉默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算很长 但我对这家伙还是有着些许微妙的感觉的 这些天以来 承蒙你的照顾 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去灵山找我 听李长青说出这样的话时 我的心中确实会有些许感动 但不得不说 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我绝对不能因为一时的情绪而把这家伙留在这儿 行了 那就希望我们以后能再见面吧 我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说出了这句让自己都不太高兴的话 本以为说完这话之后 那家伙会选择离开的 但他却用着一双严肃的表情在那儿看着我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 你不是要回去吗 我看着他 然后问了一遍 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送我回去 确实 灵山到这儿也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 加上他还带着个人 如果现在就出发的话 怕是要很久才能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四十八集 上了车之后 李长青锁着自己的尸地 坐在我车子的后座静静地看着对方 也不知究竟过去了多久 那家伙终于是醒了过来 师兄 你这么做又是何苦呢 那男人语气中带着些许的焦躁 整个人的表情都变得非常的紧张 这些话你不用跟我说 等到了灵山向师叔交代吧 看得出来 李长青对于眼前这男人 还是存在着些许感情的 只是对方并没有好好地珍惜 所以才会让事情变得这么糟糕罢了 但事情本身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去调查的必要 只是听着他们口中的话 然后叹了口气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件事情似乎已经没有办法能够保证了 车子一路颠簸 到了晚上的时候 终于是来到了灵山的脚下 看了一眼周围的夜色 此时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将李长青送下车之后 我便赶紧回到了车上 准备一踩油门赶紧离开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车子竟然在这时候突然熄火了 不知为何 我总感觉 这跟李长青至今还存在着某些联系 你怎么了 李长青也许并不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那个 我能不能跟你去一趟灵山 我的车子熄火了 李长青似乎没多想 只是在那淡定地点了点头 哦 没关系 争巧我师叔他们 应该也不会对你有什么意见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便跟着他们一同来到了灵山 这儿的周围是一片漆黑 我拿着手机 用着微弱的灯光随意地扫着 但尽管这样 还是很容易踩空 好在自己并无大碍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是到了目的地 来到这儿 我原本悬着的心 这时也是放松了 虽说来到这儿并没有很多次 但总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 你先待一会儿 我跟师叔汇报一下情况 然后找人安排你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说着 李长青押送自己的师弟 离开了这里 刚没多久 却只见门口突然走出了一个 看上去比较肥胖的男人 你是谁 那男人对我问 但他的眼神之中 却并没有任何的严肃 见对方似乎没什么恶意 我也直接表达了自己的身份 长青朋友啊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那男人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很是热情地把我拉到了一旁 既然来了 那就是客人 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 长青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吧 我点点头 心里想着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可做 于是便答应了这胖子的要求 我叫李盛 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年了 李长青是我师兄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还算不错 听这胖子一说 我似乎也少去了对这家伙的紧张 然后两人各自笑了起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切的进展似乎是非常顺利的 我跟那胖子两人呢 聊得也非常的开心 不知不觉 就这样过去了 将近两个小时 好奇怪啊 李长青怎么还没有出来啊 我感觉有些疑惑 只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 不用担心 应该是师叔那边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再跟他商量吧 听完李盛那胖子口中的话 我也算是放下心来了 嘿嘿 其实我是负责后厨的 现在厨房里除了我一个人以外 也不会有什么人来到这里 正巧 你应该也没有吃过晚饭吧 李盛说着 突然端出一碗饭菜递到我的面前 我原本并不饿 但闻到这饭菜的香味之后 肚子瞬间就叫了起来 我尴尬地看了一眼李盛那家伙 便狼吞虎咽地跟着吃了起来 你身上有股很独特的味道 在我吃饭的时候 那胖子突然用着很是严肃的口气 对我说了一句 听完这话的我突然觉得有些惊讶 沉默片刻之后 便将自己手中的碗放了下来 然后用着一副很是疑惑的表情看着他 别紧张 我只是常年跟着师兄他们学习了一些本事 所以会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罢了 李盛说话倒是十分的客气 其实我并没有责怪他胡说 因为关尼岳本身他就不是正常人 而且这段时间我们两人一直走得很近 李盛这胖子能够觉察得到 也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吃饱了吗 如果不够的话 我这里还有点吃的 我摇了摇头 虽然这一路奔波让我非常的饿 但毕竟刚刚到这 为了留下好的印象 却也没多说什么 见我表情沉默 此时的李盛便坐到后厨的火堆旁 和我聊了起来 这时候我才明白了 李长青和苏婉儿之间 究竟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感情经历 正当我们两人聊得十分开心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门口那儿 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当我以为是李长青那家伙回来的时候 门却被突然间打开了 但此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是几个看上去 各自十分瘦弱的男子 由于对这些人没有半点印象 所以他们进来的那一刻 眼神变得有些怪异 显然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我 而是待在我身边的那个胖子 有 还留下点剩饭剩菜 如果你们不够的话 就先对付一下吧 多的也没有了 李盛看他们的眼神 同样变得有些奇怪 待那些家伙拿了食物离开之后 李盛却突然间忍不住吐了口痰 对 我并不是个傻子 光从这个举动就能看出这胖子 对他们似乎不太友好 这些人谁啊 我问 还能是谁 苏毅身边的那些狗腿子呗 苏毅 难不成就是李长青押送回去的 那位师弟吗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四十九集 当时我只记得他们在回来的时候 那个男人无意间跟李长青产生了矛盾 苏鸿口中提到过这个名字 苏毅跟李长青两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 我感到有些疑惑 然后忍不住在口中问 李盛显然也有些无奈 似乎不大愿意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但见到我脸上的表情十分的好奇 却也还是没忍住 嗨 说到底都是因为婉儿姐 因为婉儿姐跟李长青算是青梅竹马 所以婉儿姐对李长青是有感情的 但是苏毅喜欢的却是婉儿姐 这样一来 苏毅就自然比较憎恶李长青了 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因为感情上的事 苏毅那家伙憎恨李长青 这也倒是能够理解 但明明得知有办法可以救助苏婉儿的时候 那男人为什么还要出手阻止呢 事情的情况似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但为了稳住眼前的状况 我却并没有将这事告诉这胖子 总而言之 你不要跟这几个家伙来往 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特别会拍马屁 李胜没好气地在口边跟着说了两句 我点头也不想继续追究这事了 过去了半个小时左右 李长青终于是走了出来 见到我的时候 他似乎有些惊讶 毕竟他怎么也不会猜到 我竟然和李胜待在一起 徐君豪 你的事情我已经跟师叔说了 他答应让你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想到这儿 我也是松了口气 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多少还是会有些惊喜 太好了 我先去给你准备一个控制的房间 你跟他聊聊吧 李胜那家伙倒是十分的热情 他非常高兴 说完这话之后便直接离开了 之后 李长青问了我一些和那胖子之间的琐事 对了 苏毅打算怎么处置啊 思索片刻之后 我还是说出了这话 虽然此时的表情中 依旧带着些许的谨慎 李长青也是微微一愣 沉默一段时间之后才继续说 由于他这次犯下的错误实在太严重 所以师叔打算将他软禁 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惩罚的方式实在是有些算不得什么 可他差点害你没命了 难道你不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我并不想挑拨离间 但仔细考虑之后 还是觉得这是让李长青背负了太多没有意义的事情 李长青听完之后 却是跟着苦笑了两声 那脸上的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随意 无所谓了 只要我没什么大碍 也就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李长青的性格向来如此 但我担心他这老好人的属性会让自己吃亏的 但事情都已经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也根本没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选择点头 然后不去继续追究 总而言之啊 这次的事情还得多亏你的帮忙 至于关尼玉 那个女人呢 我怕是没机会再跟她见面了 但我还是想要让你替我跟她说句谢谢 聊过这些内容之后 李盛那个胖子也是正好走了过来 见到我们两人聊得这么开心 他也跟着说 好了 你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如果累了的话 现在就可以去休息了 听到这儿 我跟着点了点头之后 回头看了一眼李长青 那家伙神色平静 虽然没说话 但我却还是感觉 事情有些不对劲 晚上 我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但此时的心情 却是格外的沉重 似乎有种说不出的压力 由于我现在的房间正对着月亮 看外面的特殊风景 我一时之间也没什么困意 想着最近所发生的那些事 我的心里不免开始变得有些紧张了起来 对于李长青 我本身还是比较同情的 上次他带着苏瓦尔离开 当时在口中说出了一句很是奇怪的话 我不明白 那些话究竟是跟我说的 还是跟廖家新说的 但距离那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很久 如果我继续开口询问 他也未必愿意把真相告诉我 想到这之后 我忍不住苦笑了两声 只觉得自己实在是有些太敏感了 而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响动声 此时已是深夜 但这声音听上去有些不对劲 我把身体悄悄地靠近窗户前 朝着底下看了过去 那是一片草丛 但是能够依稀地看到 有什么东西在晃动 奇怪 难不成是只野猫吗 我抱着这样的想法 但却没有思索太久 犹豫片刻之后 还是将自己的身体 靠在了床边 与此同时 在灵山大门口附近的小破屋附近 苏毅正十分狼狈地靠在锁链上 一副非常绝望的表情 李长青 我会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你 他咬紧牙 此时的表情更是愤怒 想到之前曾发生过的那些事之后 他毫不留情地伸出拳头 对着墙面就狠狠地砸着 这一下并未带来任何的作用 反倒是让自己的手上留下了伤痕 哎呀 看看你现在这副狼狈的样子 倒是还真挺让人同情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身边突然传来了一阵 奇怪的声音 面前的苏毅 多少还是会感到有些疑惑 沉默片刻之后 便突然抬头朝着正前方看了过去 此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 是一个看上去既熟悉 但又有些陌生的家伙 你来这里干嘛 苏毅的脸色并不好受 他用着很是严肃的表情 看着对方 然后冷冷地说 我可是来救你的 如果你继续待在这里的话 你的事情迟早会暴露 到时候苏洪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你吧 对方语气冷漠 但说出的话却是一针见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五十集 苏毅平静地待在原地 虽然他没开口 但此时表情中却是带着些许的恐慌的 那种感觉让自己是无法适应 所以到了如今这点上 也绝对不敢有任何多余的表现 如果救你出去 我希望你能替我办一件事 至于李长青那个家伙 他到时候会有他自己好受的 眼前的神秘人说到这句话之后 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的得意 苏毅深吸两口冷气 似乎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他明白自己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如果不肯答应对方 那么到头来死掉的人 就一定会是自己 聪明的你 应该不会拒绝这个好机会的吧 别废话 有什么想说的 尽管说就好了 苏毅眼神冷漠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 很好 这是我给你的东西 上面记录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法术 你去了之后 找个机会 让纳木真复活 苏毅微微有些吃惊 但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 到时候 你一定要跟他一起联手 那就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对方再次笑了起来 你跟纳木真合作 难道就不怕施主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会将你送进这里 不会的 这件事除了你之外 根本不可能会有其他的人知道的 就算到时候他知道了 事情也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苏毅没说话 这家伙的身上带着很强的野心 如果自己不肯答应他的话 事情恐怕会变得更糟 况且被锁在这样的环境里 自己无论如何 也是没办法能够接受的 这或许是唯一一个 能够逃出去的手段了 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切对你来说 应该是十分公平了吧 你也找不出能够拒绝的理由吧 此时 灵山门口 李胜 往往是最后一个回到房间里的 他趁着眼前没什么事 便在山庄的门口晃悠了一圈 原本平安无事 可这时候附近的那个地牢里 却突然传来了一阵 微亮的灯光 李胜感觉有些奇怪 但此时他也没有多想 于是便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 可当他朝前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刚准备要观察之时 却突然注意到苏义所在的位置 竟然还有一个人 过去 是他 李胜见到那男人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中更是意外 但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只是没开口 而是静静地躲了起来 偷听着他们之间的谈话 我这么帮你有什么好处 苏义冷冷地说 上次李长青他们杀掉纳慕针 只不过是出于运气罢了 纳慕针作为南洋法师 实力是十分恐怖的 如果这次能够利用这个阵法 将他复活过来 那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人 到时候我们联手 灭了苏洪等人 自然不就是一件好事了吗 苏义沉默 但很快自己那脸上 却露出了一副 近乎病态的笑容 苏洪死了 李长青那家伙 基本上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到时候 苏婉儿那女人 不就成了你的了吗 确实 这是苏义现在能够唯一拥有的最好机会了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理由去拒绝的 况且苏洪已经将自己打入了地牢 并且随时有可能会要了自己的性命 与其是坐以待毙 倒不如主动出击 而身后的李盛 在得知这消息的同时 整个人的眼睛 也是瞪得老大 他不敢相信 这两个家伙 竟然会拥有如此可怕的野心 不行 必须用最快的时间 把这事告诉给其他人 李盛想着 并打算趁着眼前这时候 赶紧离开 可是由于自己的疏忽 在返回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一块石头 正是这不经意当中的一个动作 却是瞬间引起了身后那几个家伙的怀疑 李盛清楚 自己绝对不能继续在这儿待着了 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安全的地方去 事情有点改变 看来我们必须得果断一些了 苏毅身边的这个男人说完这句话之后 把钥匙扔给了苏毅 然后他迅速地消失在了这一片夜色中 当我醒来之后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 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此时的山庄门口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由于我之前从未在这儿过夜 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倒也是觉得有些意外 才六点 难道山庄里面的人这么勤劳的吗 我感觉很是疑惑 只是也有些忍不住 缓慢起身之后便朝着门外的方向走了过去 刚出门便见到了李长青 那家伙的表情也是有些奇怪 但正是这样的态度 更让我怀疑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怎么了 这么一大清早就愁眉苦脸的样子呀 我实在是有些忍不住 于是便跟着问 李生死了 李长青平静地待在一旁 然后用着很严肃的口气 说完了这句话 什么 我本以为他是在和我开玩笑的 但当我再次看到他的眼睛时 却似乎明白了这一切 可能是真的 这一瞬间 我感觉整个人的大脑 仿佛被雷狠狠地劈了一下 于是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迅速朝着案发的现场就跑了过去 可来到这儿的时候 却发现 李胜的尸体早就被抬走了 同样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 苏毅那个家伙也消失了 两件事情联系起来 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很准确的定论 没错 是苏毅杀了李胜 然后逃掉了 李长青很是愤怒 或许对于自己来说 最要好的一个朋友 就这样消失在自己面前 谁也是无法接受的 苏毅 你混蛋 他说着 便狠狠地用拳头朝着旁边的墙上 就砸了下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五十一集 看着这家伙如此无奈的样子 我也找不到能够安慰他的办法 只是用着些许同情的眼神看向他 这时 苏洪还有身边的一众师兄弟都已经走了出来 李盛的事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件事除了我那个徒弟苏毅以外 根本不可能会有其他的人做得到 苏洪说完这话 脸上更是带着些许的愤怒 也许对于他来说 自己亲手培养的徒弟杀害了自己人 那才是最无法接受的事 这还用讲吗 那家伙犯下了滔天大罪 这次无论说什么 也必须要把他带回来 轻尸问罪的 旁边 一个看上去不算年轻的中年男人 也是跟着附和了两句 这家伙虽然我之前并未了解 但光从他的身份就可以判断 应该是李长青的师兄 我去 李长青此时突然站了起来 一双眼睛很是坚定 哎呀 长青啊 你最近忙了太多事情 我担心 师叔 让我去 还是同样的回答 还是那样的坚定不移 李长青显然已经非常清楚 自己现在的目标了 他这次绝对不会轻易地放弃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苏洪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他犹豫片刻之后 也只能是跟着点了点头 嗯 行吧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 至于 他是死是活 就凭你自己了 李长青只是平静地在那点头 但我依旧能够看出 他在这事上的愤怒 师叔 如何复活玩儿的事情 我已经告诉你了 原本这件事情 是我要亲自动手的 但如今这个点上 我觉得恐怕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李长青此刻的话语 依旧是十分的坚定 嗯 我知道 这件事情啊 你暂时不需要去担心 去做你自己认为对的就行了 苏洪还算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人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也确实让人感到欣慰 还有 也不希望玩儿再找我 这件事情的真相过于残酷 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 苏洪点头 嗯 我知道 这个 你无需担心 确定了这点之后 李长青总算是放松了下来 可我 多少还是会感到有些无奈 毕竟 这家伙刚刚忙完一件事 马上 又要下山去 但是我绝对不会打算 劝他留在这里 毕竟 自己最好的朋友牺牲了 这件事对他来说 打击绝对是最大的 师叔 我觉得已经不能这样再继续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打算现在就离开 说着 李长青便带上我 一同来到了山脚下 此时 我安排的车子 也已经被修好 回去的路上 我一直开着车 但到了如今这点上 我还是有些按捺不住 在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用着连自己都不确定的语气 在哪儿跟着问 你真不后悔吗 如果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那我当时就会直接要了他的命 哪怕师叔会责怪我 李长青捏紧了手中的拳头 在说到这话的同时 却是忍不住对着车窗前 狠狠地捶了一下 但好在 他的力气不算大 所以车窗的玻璃 并没有因此损坏 但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又怎么寻找呢 我提到了问题的关键 李长青愣了一会儿 或许他也是在思考 这件事到底应该如何去做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 他却再次说 苏伊的身上拥有独特的气息 我可以通过这点 大概判断出他在什么地方 是这样子的吗 话都已经到了这份上了 那我自然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只能跟着点头 先回去吧 到时候我需要特意布置一个道具 只有通过这个道具 才能够知道他大概在什么地方 大概过了两小时之后 我们终于是回到了家里 此时 李长青不紧不慢地 从自己那个破旧的布兜子里 掏出了几个看上去 十分破烂的玩意儿 你身上带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就用这么个破布兜装着呀 我虽然很不愿意开口 但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 却还是没忍住 这不是什么布兜 这是我爷爷之前留给我的 李长青很是平静地解释着 然后将手中的针 还有稻草 全部拿了出来 正当我好奇 这家伙究竟会做些什么名堂的时候 他却不紧不慢地 处理着每一个细节 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他总算是松了口气 然后将自己的成品 放在了我的面前 不曾想到的是 出现在我眼前的 竟然是一个稻草人 这是什么 我感到很是疑惑 在灵山 所有的弟子都会有自己的名号 而每个人的名号 周围却还有一个相对应的编号 这个编号 原本是为了方便我们在对方失踪的时候 能够观察到他的下落 所以只需要利用一些阴阳学术 做成这个通灵的稻草人 便可以大致推断出在什么地方了 李长青倒是解释的一本正经 但口中的话 我却一个字都听不懂 也就是类似于追踪和雷达 只不过 在这些传统的学术当中 没有那么高级的称呼罢了 我点了点头 因为我已经看出那家伙脸上 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继续烦他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起没必要的麻烦 处理完这些之后 他将眼前的这个稻草人 直接端了起来 走 说到这儿 他突然抬手 眼前这个稻草人 竟然真的跟着动了 可光是能够看出这稻草人在动 又怎么能够判断出 大概在什么地方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第二百五十二集 我表示不能理解 而到了如今这点上 一切变得很是荒唐 甚至让人感觉有些不知所措 正在我满是疑惑 想要知道接下来的事情 应该怎么去做的时候 李长青 却又突然间 拿出了一个类似于 地图一样的东西 不会吧 通过这样的手段跟踪 难道真的能起到效果 我表示非常的疑惑 甚至完全不能理解 但为了不打搅这家伙的分析 我却不敢将这事说得太过明显 只是平静地待在一旁 静静地观察着 李长青太过专注 或许根本就没注意到 我口中所说的话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这时已经不知不觉 流逝了将近两个小时了 我开始觉得有些不耐烦 很是无奈地 在周围来回地观察着 找到了 他突然变得满是惊喜 说完这句话之后 整个人也跟着激动地 跳了起来 看到他这么兴奋 我大概已经可以猜到 事情应该有了线索 大概在什么位置 这里 说着 李长青一双手 指着眼前地图上 所标记的那个地点 池塘镇 当我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此刻的表情 却突然变得有些怪异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 那就只能让你一个人去了 我用着不情愿的语气 说完了这话 哦 为什么 我为了找到这个位置 可是花了不少的心血 你不一起去吗 李长青很是奇怪地看着我 似乎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过分的人 情况特殊 因为我对那里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 所以 我本想直接果断地拒绝 但没想到 李长青突然接近我 那脸上的表情中 更是带着些许的同情 你知道的 我现在最好的朋友已经被他杀掉了 所以我现在明明知道他所在的位置 却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我做梦也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会给我打起感情牌 但当我看到这家伙 一副委屈的样子 一时之间也是变得同情了起来 谁又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相比起他所经历过的那些 我在那地方所留下的阴影 似乎少了很多 哎呀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 终于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半个小时以后 我开着车子和他一起去往池塘镇的路上 这个地方看上去挺正常的嘛 也没有什么让人觉得特别恐怖的地方啊 李长青一边观察着 一边忍不住说 而到了如今这时候 我觉得自己也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了 在你眼里 这件事的确算不上什么 我只记得这里是一栋私人别墅 那里的老板叫做王大海 我跟他之间有那么一丁点过激 李长青大概不明白这点 而是用着非常奇怪的眼神盯着我 算了 不想跟你说这么多了 我无心继续沟通 而是开着车子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这栋私人别墅的附近 像我这种普普通通的车子 自然是无法在如此高贵的豪华别墅停下的 出于无奈 我只能在附近找了个相对偏僻 而且不会影响的位置停下 然后带着李长青那家伙一步步走过去 刚走进这别墅的门口 出现在我眼前的那只狗却是毫不留情的对我吼了两声 我生气了 捏紧自己手中的拳头做出一副威胁的样子 那只恶狗总算是停了下来 看来你在这里的确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 我不想回答 而是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铁门被锁上了 守在门口的是一个年纪看上去很大的老头子 请问两位有什么事吗 老头子用这一副很是疑惑的表情问 但这老头子看向我的时候 却突然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其实我大概能够猜出 他八成已经是认出了我的样子 而到如今这个份上也没有什么办法 事情的确比想象的还要糟 许君浩真的是你啊 沙发上一个满是油腻的中年男人 一边玩着手上的雪茄 一边用着很是嘲讽的语气对我说 我承认这个家伙已经到了让我恶心的地步 但是为了稳住眼前的情况 我却只能陪着做出一副笑脸 是啊汪老板 我想上次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意外 意外 你小子还有脸跟我说意外 王大海突然起身 那满脸肥肉就这样贴近我 光是接触时 他身上所散发出的那股独特味道 差点让我没忍住 许君浩 那时候我可是好心相劝 你小子倒好 当时头也不回的就走 根本就没有给我一点面子 他说完这话之后 情绪倒也是稳定了下来 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说的话 你说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见面的 对吧 我点头 没错 如果不是因为遭遇眼前这件事 我是绝对不会再和他碰面的 和你现在又过来求我 算是什么意思呢 汪老板 您大人有大量 就不要跟我这种矛头小子 尖尖计较了吗 我苦笑两声 然后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用着很是无奈的语气 在那儿巴结了两句 这胖子似乎没说什么 只是轻哼着 随即将自己手中的雪茄 掐断了 我先不管你有什么事情求我 但这次 你的确是有备而来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也不想将事情做得太绝 只要你们两个人帮我个忙 那我就可以考虑原谅你们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根本没有拒绝的可能 并且能够大概猜得出 这家伙他究竟想做什么 行 您说 只要是咱们能够做到的 我一定在所不辞 现在看你这副欠揍的样子 还真是挺搞笑的 王大海这时倒也不打算给我面子 而是毫不留情地在口中羞辱着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53集 我气愤 但却无奈 甚至恨不得在这家伙脸上直接来上一圈 其实要做的事情也非常简单 上次的事情你没有答应我 所以我一直将尸体安在阁楼间 这次既然你已经来了 那我希望你能够免费替我完成这次的要求 免费 你在开玩笑吧 我一时之间没忍住 直接站了起来 我用很是愤怒的眼神看着那胖子 怎么 看来你是不打算跟我合作了 无奈 这家伙似乎抓住了我的软肋 所以可以这样的肆无忌惮 我回头看着李长青 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可以说 为了这个家伙 我几乎已经抛弃了自己身上所有的尊严 行 我知道了 很好 今天晚上之前我必须要看到成果 不然的话 我只认为你对我一点都没有信心 好家伙 现在不仅将事情做得越来越假 反而还给我定下了时间的限制 我知道了 之后 那年迈的管家带我们来到了阁楼间 刚进去 一股强烈的恶臭 便瞬间让我整个人都想要作呕 即便这儿的尸体经过了特殊的方式处理 但由于时间太久 所散发出的味道还是十分的浓烈 打开棺材之后 里面不成人形的样子 光看着就让人难受 许君浩先生 即使这一切都是您咎由自取 如果当时早点答应我们少爷的条件 事情肯定不会变成这样的 我点头 甚至不想跟这家伙多提一个字 行了 那我就先离开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就尽管开口 我们都能在门外听得到 那管家点头 然后就离开了 当我再次看向棺材时 却只感觉整个人都要疯掉了 李长青也没有觉得多少意外 这是做什么 逢尸吗 他问 不算 准确的来说呀 是比冯尸更加恶心的事情 我此时没有什么办法 加上现在的确是无从下手 所以也便打算趁着这机会 将之前发生的事告诉李长青的 这个王大海啊 是个口味很重的家伙 他喜欢抱着尸体睡觉 但是由于有些尸体的部分会腐烂 而他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他打算让我通过融合的方式 将一幅完整的尸体整合出来 什么 居然还会有这种人 李长青也多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谁知道呢 这些恶趣味的家伙 为什么不能早点去死 偏偏恶心我 光是想到这儿 我就觉得有些荒唐 明明是一具 已经完全毁得不成人样的尸体 他竟然打算让我恢复成女明星级别的存在 所以那时候的我才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他 即便他提出了要给我一百万这样的高额报酬 但现在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那时候如果处理的话 说不定尸体还不会像现在这样的恶心 但到了如今这地步 似乎也做不出更好的选择了 除了骨骼以外 上面的肉块基本上都已经完全腐烂了 所以如果不通过一些特殊手段 这些肉是必须要剔除掉的 我一边说着 一边嘴里还在犯着恶心 我帮你吧 虽然并不懂这上面的规矩 李长青用着很是激动的语气说着 到了如今这点啥 我自然不希望看到这家伙坐在那儿发呆了 犹豫片刻之后 便从手中的纸上拿出了一张配方 嗯 你按照这个上面的几个材料 将这些东西融合 虽然无法保证能够把这尸体 恢复成一副原来的样子 但我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尽量让这已经腐烂的肉块 恢复成原本的状态 这些曾经是记录在爷爷 所创作的那本书上的 不过他告诉我 这些一般都是不常用的技巧 对于冯师来说 这已经是完全超出了范围之内的事 爷爷的去世依旧还是个谜题 但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不仅没有把这事调查清楚 反而倒是离得越来越远 李长青的动作还算快 这时候已将所有的材料全部融合 并且搅拌成了均匀的液体 已经处理好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李长青一双眼看着我 然后他用着很是激动的语气问着 将这些液体全部都倒在尸体上 每一个位置都不能漏 李长青点头 然后便乖乖地跟着赵做了 他的手法熟练 看上去有模有样的 当然我在这事上 还是选择没开口 只是在那时不时地朝他看两眼 本来一切是十分顺利的 可就在他刚要完成的时候 这家伙却突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怎么了 我有些好奇忍不住问 这时他却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 思索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继续开口 那个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呢 虽然我明白 这家伙并不是无意中想要坑我 但此时的气息似乎的确有些不太寻常 我平静地待在原地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即便只是没开口 但却还是会存在着些许的谨慎 有东西来了 李长青突然指着后方 说话的语气变得非常严肃 有人 我只记得刚才那老头子告诉我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是绝对不会进来打扰我的 这些人怎么说话不说话呢 我刚想埋怨 但突然觉得自己的后背传来了一股良意 只见这时的李长青神色紧张 虽然他没说话 退后 这时李长青突然抬手 只见此时的空气当中 突然是生出了一个黑影 差点就直接要了我的命 我的身体一阵哆嗦 赶紧躲在了他的身后 怎么回事 我小心谨慎地问着 不清楚 但这个东西的目标 很明显就是我们 李长青在口中小声地说着 眼睛也是时不时地在周围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五十四集 好家伙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是越来越危险 给我去 说着 李长青紧锁着眉头 随意地丢出了一张符纸 这符纸在空气中形成了一团火焰 随即快速地覆灭 情况有些突然 我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准备 只能用着很是恐慌的眼神在周围不断地观察着 等到一切结束了以后 似乎已经变得缓和了不少 结束了 我小心地躲在一旁 然后用着非常激动的语气问 李长青没说话 一双眼睛却依旧在周围不断地观察 从他那脸上严肃的表情来看 事情貌似没那么简单 我不敢多嘴 而是静静地待在一旁 看看事情到头来到底该如何收场 没事了 他突然说 虽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光从那家伙口中的话 大概可以确定这件事绝对不会有假 我也没多想 平静地吸了两口气之后 便继续开始自己的工作 好在眼前的尸体并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 刚刚那东西究竟什么来头啊 我一边想着一边忍不住问 李长青或许存在着自己的想法 只是待在一旁 却并没有告诉我当中的原因 见他不打算开口 我也没有勇气继续多问 处理了将近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尸体的大概模样 似乎已经被安排得差不多了 相比之前来说 眼前的尸体看上去 似乎变得赏心悦目了不少 还真是挺厉害的 李长青上下地打量了一番 然后用着很激动的语气说着 还行吧 只不过身上还是带着些些臭味 这些尸体放久了以后 形成的副作用罢了 我平静地说完这句话 然后便拿出手中提前准备好的道具 这是什么 李长青看着这瓶子 用着很疑惑的口气问 这些是特制的香料 在尸体上涂抹之后 能够让尸体变成原来的样子 并且身上散发女人的香味 我得意地笑了两声 然后很是认真的在口中解释着 可这时候 李长青看我的眼神却突然变得有些奇怪 我明白 这家伙大概已经猜到了什么 别乱想啊 我可不是什么心理变态的人 这些是我爷爷当初留下来的 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尸体变臭 李长青是一阵唏嘘 似乎也没有打算继续追问下去的意思 见他脸上表情平静 我也就不再过多地解释了 我慢悠悠地来到尸体前 然后将手中的香料 直接倒在了尸体身上 就一滴 他见我小心谨慎的样子 多少还是感觉有些吃惊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用着很激动的语气问 对啊 这香味很厉害的 一滴已经足够了 是吗 那香味持续的时间 应该也不久吧 你错了 这个香味啊 能持续一辈子 当然 毕竟是死人 所以是没有办法 真正能做到女性身上那种感觉的 我解释着 但我认为 这对于那个胖子来说 他根本不会介意的 像他这么有钱的人 又怎么可能遇不到女人呢 说到底 这一切只不过是恶俗的趣味罢了 好了 我想这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忙活完了这一切之后 我拍了拍手 然后用着很激动的语气说着 李长青也是同样的松了口气 毕竟因为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他也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苏毅的下落 之后 管家走了进来 带着王大海随意审视了一下眼前的这副尸体 不错嘛 你小子果然有本事 看来还真是没让我失望 说着 王大海挺着那硕大的肚子 然后就这样靠在一旁 王老板 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答应我的条件 我问 听到这句话时 那胖子却突然间跟着笑了 条件 我答应过你什么条件 什么 都到了这时候 他竟然出尔反尔 这可是你自己 许君浩 这可是在我家 我做过什么事情 难道还需要你来跟我说吗 这胖子的眼中透着些许得意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不放 现在 我总算明白了 原来这家伙 打从一开始 就不想告诉我事情的真相的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情的话 你可以走了 说着 王大海倒是依旧的十分悠闲 说完这话之后 便打算休息了 但就在下一秒 一把刀突然放在了他的脖子前 李长青眼神冷漠 死死地盯着他 然后用着激动的语气说着 如果你不说的话 就别怪我杀掉你 他冷漠的样子 让王大海几乎没有任何的办法 身体不断颤抖的同时 却也多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 我答应你 他小心谨慎 在口中说了两句 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 还是同意了请求 告诉我 苏义在什么地方 王大海瞪大了双眼 显然并不知道 我们口中所问的那个家伙 他究竟是谁 不肯说吗 李长青表情依旧冷漠 此时 他已经举起手中的剑 并对着那家伙的脑袋上 就准备砍下去 慢着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我松了口气 然后开口 王大海拼命地点头 脸上那副可怜的模样 倒是让人觉得有些个好笑 这个人你总应该见过吧 我拿出手中苏义的照片 然后递在这胖子的面前 王大海上下地随意打量了一番 此时表情中 依旧是带着些许的恐慌 他犹豫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跟着摇了摇头 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这家伙 看来他的确是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 说着 李长青是果断出手 对着这胖子的肩膀上 就要砍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五十五集 王大海被吓得是浑身哆嗦 然后就这样 晕了 看着那家伙一动不动的样子 我基本可以确定是这样的 废物 李长青口中骂着 然后便将自己手中的武器重新收回 其实能够明白 他根本不想对付这胖子的 之所以这么做 无非只是给他点教训罢了 地方已经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了解到那家伙的线索 我叹了口气 用着很无奈的语气说 我的阵法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李长青依旧相信自己 但那脸上的固执 却也让我更加的不知所措 正在这个时候 待在别墅门口的那老头子 突然间走了过来 老先生 你应该见过他吧 我想到这儿 再次将苏义的照片拿了出来 眼前的老头子瞥了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有点印象 今天下午的时候见到过 那家伙好像就出现在 咱们少爷所住的别墅的旁边 那个破旧的屋子里 什么 也就是说我忙活了这么久 其实这胖子 根本不能给我提供任何的帮助 想到这儿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爽 对着这昏迷的家伙脸上 又是来了一圈 爽多了 我得意地笑了两声 然后便趁着眼前这时间 赶紧离开了 正如我们所料的那般 在这个别墅的身后 的确有一个 看上去十分破旧的房屋 那里阴森森的 我再次说 足以野心很大 这家伙向来都会做些 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这次 必须要小心行事 李长青倒是热心 替我提了个醒 我没开口 继续顺着前面所在的位置走 一切刚好 当我来到这间破旧的房屋面前时 天色已经完全地阴沉了下来 该死 如果不是听那胖子处理尸体的话 也就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行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况且我们也从那老头子身上了解到了线索 李长青倒是看得开 我没说话 但心中依旧是非常的不爽 就这样随意地朝着门口走去 小心 李长青在刚说完这话的时候 我却已经是一脚迈进了屋里 此时 一股良意瞬间从我脚底是侵入了全身 我的身体一阵颤抖 然后整个人竟然不能动弹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保持现在这个姿势 你中了阵法 李长青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然后用着很是激动的语气说 虽然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情况 但却只能按照这家伙口中说的去做 别紧张 这个阵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充其量也只是要了你的命罢了 充其量 如果不是现在无法开口 早已将那家伙骂得狗血淋头了 好在中招的不是李长青 不然可就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了 真是没想到啊 师兄 你的动作还挺快的 此时门口出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 那家伙不是别人 正是苏易 你为什么杀李盛 李长青捏紧手中的拳头 一双眼睛是恶狠狠地盯着对方 苏易没说话 而是平静地看着我们 师兄 我跟你的关系向来不和 而李盛那个家伙 看着就让人十分讨厌 所以我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选择要了他的性命 从而让你愤怒 李长青听完眼前这些挑衅的话语 却也不敢有任何多余的举动 只是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不放 师兄 既然咱们这次好不容易能够有说话的机会 我想也不用藏着掖着 如果情况允许 我倒是希望你忘记这些 跟我一同合作 什么 这家伙是疯了吗 明明前面杀害了李长青最好的朋友 现在竟然又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知道你一时之间可能不会同意 但如果我将这件事情说得比较明确一点 说不定你就会有别的看法 苏易冷笑两声 然后拿出了一张纸条 林山现在也不过是强弩之末 如果你只是为了惦记长老这个位置 那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必要了 我看不清上头的内容 但李长青脸色上的变化 却已经让我感觉到这件事并不简单 师兄 虽然我跟你两人的确有很深的恩怨 可是说到底 不过是因为婉儿罢了 小时候你救了我一条命 只要你愿意在婉儿的事情上让步 我还是你最好的朋友 天真 真是天真 苏易这家伙摆明了就不是什么好人 那奸诈的笑容更是证明了他所遇到的一切 只是李长青现在他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师叔背负了不少的负担 但他已经到了老年 这个长老的身份已经维持不了多久时间 等他结束了以后 那新的烂摊子就只会交给你了 李长青眼神愤怒 还没等苏易说完这话 便抬手对着这家伙的脸上就狠狠地打了下去 苏易没有防备 所以他的脸被很快打变了形 然后口中吐出了鲜血 疼痛感是真实存在的 可这时的苏易却并没有着急还手 有点意思 他摆出一副怪异的笑容 然后非常平静地看着李长青 既然你不肯听我说的 那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接下来就得让你们自生自灭好了 冷笑两声之后 苏易瞬间消失在了我们的面前 糟糕 李长青意识到情况不对 但此时外面的大门已经被锁上了 我顿感情况不妙 因为脑袋上方一个铁网机关 正用着飞快的速度朝着底下下坠 快救我呀 我心中还在默念着 但由于被控制住了 所以身体无法动弹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李长青快速地丢出了一个小人在我身边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可以动了 快 李长青一阵咆哮 我一个利索地翻身 总算是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让自己逃了出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五十六集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只是更有着说不出的感觉 可真是太惊险了 我小声地嘟囔着 然后在周围不断地观察 好在一切进展得十分顺利 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李长青却没有多说什么废话 而是继续带着我朝前方走去 路上一切都相对稳妥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危险 可明明就只是一间小破屋 没想到竟然会变成这样 这怎么深不见底的 我忍不住开口 李长青听完这话之后 却只是冷笑两声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困在幻境里 我联想到之前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 此时的身体也是跟着颤抖了起来 但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那自然也是没什么办法 小心行动 我也不知道这里究竟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我点头 在此时此刻也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十分谨慎地跟在李长青的身旁 粗略来看 一切似乎都十分的平常 倒也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会不会太敏感了 我小声地跟着问 毕竟这儿实在是太过安全 但就在此时 周围突然传来了一阵怪叫 李长青朝我看了一眼 似乎用眼神在告诉我 这一切可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我不再继续说话了 而是跟着他 顺着前方继续走 幻境里所看到的一切东西 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如果在这幻境里 丢掉自己的性命 那就等于是真的没了 那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 光让人听着就不寒而栗 片刻之后 我用着一副非常紧张的语气问 不太清楚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自己必须要小心一点 话都说到这儿了 我自然不敢有什么多余的想法 犹豫片刻之后 却也只是在那儿跟着点头 很快 前面已是死路一条 我们被堵在了一个几乎走不出去的地方 这下 事情好像变得麻烦起来了 看来只能从别的位置出发了 想到这儿 李长青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于是便继续顺着另一个方向走 我紧紧地跟着他 但是不时地还会担心之前那奇怪的声响 可就在此时 一个身影突然朝着我身边扑了过来 那速度飞快 几乎让我根本没有任何能够准备的机会 我虽然奋力想要躲避 但还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被这家伙给咬了一口 剧烈的疼痛感 让我的身体哆嗦得很是厉害 整个人更是慌张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了 给我滚 李长青倒是十分的果断 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家伙 然后拿起手中的长剑 对着怪物的胸口前就直接刺了下去 一招毙命 这怪物瞬间就没了呼吸了 没事吧 李长青缓慢地靠近我 用着些许关心的语气问 我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什么大碍 就此前的情况来看 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些许的缓和 但接下来会怎么样 那就不得而知了 没事的话就继续前进吧 谁知道这里会不会再出现什么奇怪的假话 李长青口中的话 说的是非常小心谨慎 而到了如今这点 我自然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而是继续在周围来回地观察着 此时 李长青突然停下了脚步 然后用着一副很是奇怪的表情看着我 你觉得那家伙是不是在拖延时间呢 你现在才明白啊 我问 虽然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 但这个家伙的反应速度确实让我是有些无法接受的 不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发现了 只是当时不太确定罢了 说到这儿的时候 那家伙的表情也变得紧张了起来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周围 很快 面前竟然出现了四只一模一样的怪物 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绝不敢相信事情竟然会变得如此棘手 可到了现在这份上了 却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你先退后 这里交给我来 我乖乖地待在一旁 此时却不敢有任何多余的举动 虽然眼前的他似乎很有自信 但我认定这件事也绝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得到解决的 果真 仅仅只过去了一瞬间 所有的怪物竟然在这儿 通通围成了一块 把我们包围了起来 你你顶得住吗 我开始有些担心了 忍不住在口中问 废话 只要你别来碍事就行 这话听得我很是不爽 但此时却也没什么办法 很快 李长青便利用身上的符纸 将面前这些怪物全部解决了 整个过程进展得十分顺利 倒让我感觉有些个不可思议 虽然情况很是特殊 但不得不说这家伙的确厉害 已经没什么事情了 李长青说完这话之后 非常平静地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我在一旁小心地说 这时候只能选择相信他口中的话 毕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切的结果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没事就行 我可不想你出现意外 那家伙看我的眼神突然变得有些奇怪 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却也忍不住在那儿跟着轻哼了两声 你看 就在我们几个人都已经放松警惕 认为一切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所在的屋顶突然间是传来了一阵巨响 只用了一瞬间 一只巨大的怪物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卧槽 这也是幻觉吗 我惊呼两声 身体更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李长青显然也未曾遇到过如此可怕的情况 他整个人瞪大了双眼 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 在那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怎么办 那只怪物已经逼得是越来越近 我忍不住在口中问 快跑啊 说着 李长青果真是头也不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57集 好家伙 我本以为这会是陷入一场恶战的结果 但没想到那家伙竟然这么聪明就意识到了自己和对方的差距 想到这儿 我也是毫不犹豫 挺直了身体 便拼命地朝着前方 没一命地狂奔着 这时候 李长青突然停下了脚步 然后回头朝我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我有些窃喜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会主动愿意留下来等我 但就在我很是感动 准备说出谢谢事 那家伙突然一句话 让原本的一切被再次打回了原形 乌鲁克走了 此刻 那家伙在我身上所有的好感 几乎在一瞬间是全部覆灭了 而同时 背后那个巨大体型的家伙 却在突然咆哮了一声之后 伸出手中的利爪 朝着地面上 狠狠地抓了下去 如果不是我俩反应迅速 或许刚才那一下 可能就没命了 我倒吸两口冷气 用着一双愤怒的眼神 看着那怪物 就算生气 但我依旧没有任何的办法 光从体积上来讲 那家伙的体型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十倍不止 怎么办 我紧锁眉头 此时不敢多说一句 现在 李长青终于是老实了下来 用着一双严肃的表情紧盯着前方 看来我只能英勇就义了 什么鬼 别啊 就算想不出别的办法 也不至于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吧 我有些紧张了 在口中苦笑两声 然后用着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家伙 李长青 依旧没有任何的表示 而是用着一双严肃的表情 直勾勾地锁定了那个方向 大不了只有死路一条 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 咱们还害怕什么呢 说着 李长青 果真如同 疯了一样 朝着那个方向 就直接冲了过去 我刚想伸手阻止 但那家伙的速度飞快 不出所料 仅仅连一个回合都不到 他已经被重重地打趴在了地上 看着那家伙如此痛苦的样子 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是好 只是表情中却依旧带着些许的恐慌 没事吧 你不该逞能的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那家伙身边问 李长青终于起身 但却只是非常随意地跟着活动着自己的身体 然后再次站了起来 我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个家伙了 什么鬼 难不成是因为刚才那一下 打通了他的人毒二脉 让这家伙的智商瞬间暴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 徐军浩 我需要你的帮助 替我引开这个怪物 什么 我这么瘦弱的身体 如果被他逮住的话 那基本上一下就没命了 听完这句话的我 多少还是有些不太情愿 可李长青却在那摇头 然后用着十分坚决的语气再次说 就是这样才能发挥你的钳制 况且我相信你 绝对不会让我失望的 话刚说完 他朝着我身体上狠狠地推了一把 我在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身体笔直地撞在了那怪物的身上 此刻怪物似乎注意到了我 那家伙一双痘大的眼睛 光是看着就让我不寒而栗 随后 这怪物是猛地一声咆哮 然后毫不留情地举起他的力爪 对准我的胸口前就拍了下来 妈呀 我一个翻滚 也算是狼狈地躲开了 虽然模样十分的凄惨 但好歹是让自己活了下来 面对这只怪物 我可能还比不过一只蚂蚁 但运气绝不会一直眷顾我的 如果李长青不尽快想办法对付他 那我距离死亡就只会越来越近 想到这里 我猛然回头看去 只见那个家伙正盘腿坐在地上 都什么时候了 他竟然还有心思在那睡觉 我心中非常不爽 但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如果强行把怪物引过去 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就算他十分的过分 但不得不说 他也算是唯一一个 能够带我离开这儿的人了 可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那怪物竟然再次举起巨大的手掌 然后毫不留情地 对着我脑袋上就拍了下去 这次我没来得及躲避 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昏昏沉沉的 随后周围是一片黑暗 当我清醒过来时 却发现眼前的情况 似乎并没有得到缓和 我缓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却发现整个周围都陷入了一片空白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久 我总算是清醒了过来 但不得不说 现在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稳妥 就在我还在犹豫时 那怪物一步步地接近了我的面前 伴随着这阵咆哮 怪物毫不留情地抬起手中的拳头 然后朝着地面上狠狠地砸了下去 我的身体狼狠地摔在地上 而且几乎没办法动弹 现在僵硬的身体 让我根本无法有抗衡怪物的能力了 我本身就只是一个瘦弱的普通人 在面对这样的怪物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机会的 而就在这时候 我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 只有死路一条 我来了 李长青说完这话 突然冲向那怪物的面前 他的速度飞快 哪怕我用眼睛仔细看都没看清楚 这家伙便已经是接近了怪物 很快 李长青是利索地一刀刺了下去 那怪物在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被直接砍成了两半 什么鬼 明明之前交战得那么艰苦 结果竟然到了这时候 竟然一刀就解决了怪物了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 绝对不敢相信 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五十八集 你怎么做到的 我用木讷的眼神看着那家伙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跟着问 面对我口中的疑惑 那家伙倒是一点都不急 只是在那跟着笑了两声之后 便接着说 没什么 我刚刚就已经说过了 有了对付这个家伙的办法 所以 我绝对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我松了口气 却也不想在这时和他计较什么 怪物解决了吗 我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说话的语气中 依旧带着些许的谨慎 就目前情况来看 应该是差不多了 李长青多少没办法保证 说起来也没什么 毕竟这家伙 不过是个幻觉的东西罢了 我点了点头 既然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份上了 那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纠结什么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走 沉默片刻 我再次跟着问 别急 静静等待 一定有办法能够离开这个地方的 与此同时 在王大海的家中 那家伙 脱着一副满是油腻的脸 一双眼睛 看着面前的这男人 看着面前的这男人 你是认真的 他问 当然 我知道李长青跟许金浩他们两个 对你做了很过分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一定有办法让他死在你面前 苏毅的语气非常坚定 说完这话的同时 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大海心中还是有些犹豫 似乎对这件事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怎么 都到这个时候了 难道你还不好好考虑一下 苏毅倒也并不着急 只是慢慢地跟着这家伙开口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那也就只能算了 说着 苏毅竟然头也不回 打算离开这儿 王大海心里还是有些着急的 见眼前的情况已经发生 于是便立刻安排自己身边的手下 拦住了这家伙 兄弟 别这样嘛 我只是没有想好罢了 听这家伙口中的语气 似乎已经证明一切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很好 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 就是会同意跟我们合作 对吗 面对苏毅口中所说的那句话 眼前的王大海的心里 多少还是有些纠结 看来你对自己还是没有一点信心呢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也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又一次同样的招数 这时候王大海终于是没了任何的办法 只能被眼前这家伙给折服 行 我答应你 是不是只要这么做了 你就一定有办法能够将那小子给杀掉 当然 毕竟我不会跟你开玩笑 只需要你跟我一起配合 同一时间 我们好不容易总算是走了出来 当再次睁开眼睛 看着这熟悉的地方时 却有种说不出的惊喜 我的天啊 我对这里可真的是太怀念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此时的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无奈 快起来 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明白那家伙究竟想要干什么 但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份上 他竟然连让我休息一会儿都不肯 你疯了吗 我感觉我都要撑不住了 你居然还不让我休息 口中虽然埋怨着 但此时却也没什么办法 纠结片刻之后 我还是支愣起自己的身体 然后跟着那家伙 继续朝着前方走 刚出门口没多久 我便突然感到情况有些不太妙 躲起来 趁着李长青还没反应过来 我迅速将这家伙的身体压到了一旁 怎么回事 别说话 我盯着他 只是表情变得格外的激动 刚才我听到有动静 而且应该是有人过来了 此时 李长青立刻点头 乖乖地待在一旁 却连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切的事情的确是没有办法能够保证 所以绝对不能允许自己出现半点问题 很快 门口所在的那个位置 此时出现了十分熟悉的身影 那家伙究竟是谁 李长青口中问着 不太清楚 不过这么快就找到这里 我想这家伙的目的绝对不单纯 我用着很是严肃的语气在那说着 然后继续在周围观察着 接近那几个家伙的身边时 终于是听清了 他们几人口中的谈话 是的 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了 但好像并没有发现他们呢 啊 好 知道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搜寻 一旦找到那些家伙 马上就会把他带过来 看来这些家伙真正的目标 果然是我们 虽然情况有些意外 但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却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小心地躲在一旁 趁着那些家伙 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再次回到了之前 和李长青在一起碰面的地方 怎么样了 李长青比较好奇 我刚才得到的线索 所以他问着 他们是要过来杀我们的 如此一来 基本可以确定一点 要么就是王大海 想要斩草除根 要么就是苏毅 不知道从哪儿 叫来了几个帮手 等等 会不会 他们两个人 从一开始 就已经沟通好了呢 我顿感情况不妙 但此时 却不多说一句话 如果现在 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信息 透露给其他人的话 那造成的影响 自然是十分的可怕的 所以我平静地待在原地 那些家伙的动作越来越快 而且马上就要逼近我们的面前 怎么做 我再次看向李长青 但让我不曾想到的是 这个家伙 竟然已经冲了上去 对付恶鬼 他的实力 的确是非同小可 可这些人的身上 可都是带着武器的呀 找到了 在这里 说着 所有人 同时冲向了这个位置 我此刻想要后退 但却发现根本做不到 果然 李长青那家伙 已经被两个人同时困住了 而且身体几乎不能动弹 我来回地看了两眼 终于是注意到 自己的脚底下 竟然还有一根 看上去比较粗壮的木棍 到西两口冷气之后 我终于还是选择冲了上去 趁着其中一个家伙 没注意时 我直接朝着他的背后 就砸了下去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259集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疼痛 那家伙的身体紧接着就跟着抽搐了起来 李长青也是因此抓住了机会 直接对着其中一个家伙的脸上 就怼了过去 快跑 他用着很是激动的语气 在口中说着 我点头 却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迅速朝着前方狂奔而去 这一片夜色之中 却总是让人感觉有些不寒而栗 也不知究竟逃了多久 我的脚底下突然踩滑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随后 我便感到自己的脑袋是一片漆黑 然后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 许君后 李长青呼喊我的声音 在耳边不断地回荡着 哪怕这时候我想要做出反应 但却依旧不能轻易得手 也不知过了多久 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 却发现自己正出现在一个洞口的前面 待在我旁边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长青 你总算是醒了 他看着我 眼神中更是带着些许的窃喜 这是在哪儿 我小声跟着问 不清楚 当时看你的状况很糟糕 所以我就随便带你来这个地方了 李长青说出这话的时候 倒是表现出了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似乎看不出自己身上有半点的紧张感 而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却也已是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所以现在必须要尽快离开这里 最该死的是 那些家伙居然还没有离开 所以必须要小心啊 这时候 李长青偷偷摸摸地 瞅着前方看了过去 但由于现在情况特殊 所以绝对没有办法 能够有任何的想法 我点头 却也只想让这时候的自己 冷静下来 片刻 一阵剧烈的声响 开始在周围传开了 感觉那些家伙又要逼近了 说着 这时的李长青便带着我 迅速朝着前方跑了过去 显然 我也不想遇到那些难缠的对手 如果被他们抓住了 那基本上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连续狂奔了不知多久之后 我终于是感到自己 有些精疲力尽了 十分无奈的情况下 我被动地坐在地上 感觉自己整个的身体 变得非常难受 可别停在这里啊 一旦被那些家伙逮到了 那可就真的麻烦了 李长青见我 依旧十分平静地待在原地 所以这时的表情中 依旧还是带着些许的紧张 我缓和片刻 意识到自己 很有可能会再次遇到危险 所以此时也没有过多犹豫 迅速站了起来 果然那些声音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如果慢上一步 很有可能会被他们直接逮住 正前方的路开始变得十分的曲折 但此时却没有任何退后的办法 我多少是有些紧张的 只能用着无奈的眼神 在周围来回地观察着 看看究竟周围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等等 前面看上去有些不太对劲啊 我思索片刻 此时说话的语气变得都不太确定了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正前方的位置的确是有些不太寻常的 如果继续接近的话 很有可能会遇到危险 但就此前的情况来看 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能够保证 所以现在绝对不允许自己出现半点差错 前方好像有一股很诡异的气息 如果继续接近的话 有可能会遇到危险 李长青说完这话的时候 突然间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就这样的情况来看 任何事情都已经没办法得到保证 为了确保现在的情况 所以我只能选择静静地待在一旁 在那儿等待着情况的发生 可事情的进展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一切结束了之后 情况开始变得有所转折了 此刻我继续在周围来回地观察着 但却始终没有发现 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存在 这时候 李长青去往的那个地方 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是半天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我的身体一阵哆嗦 此时似乎已经明显感觉到 有些不对劲了 我思索片刻之后 便继续朝着前方走了过去 可刚到这附近 却突然感觉周围 传来了一股非常邪恶的气息 这种气息 倒并不是比之前的情况更糟 到如今这点上 绝对不能出现半点意外 李长青 你在哪儿 我倒吸两口冷气 然后用着一副非常激动的语气 在那儿跟着问 可此时的周围 却并未传来任何的回应 一切 好像都已经似乎陷入了 完全被动的境地 就在我还在纠结的时候 那家伙却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我顿感情况不妙 身体跟着一阵颤抖 然后用着很是紧张的眼神 看着他 只是出了点意外而已 你不用这么紧张吧 而那家伙倒是一副嘲讽的模样 甚至让我根本没有任何 能够去回应的想法 面对这家伙此时口中的话 我只感觉是越来越不爽 但由于现在情况特殊 所以我也不想太过于斤斤计较 只能是平静地待在原地 你刚才有没有发现 我愣了好长一会儿 然后才用着一副 连自己都不太确定的语气 跟着问 他摇头 脸上看起来倒并没有半点紧张 只是在那儿平静地笑了两声 说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如此 但我却依旧还是感到了那么一丝的恐惧 而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甚至不敢将一切表现得太过明显 所以只能是静静地待在那里 等待着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不过这里好像有人死掉的痕迹啊 所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当中的事情或许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危险 李长青说完这句话之后 突然捡起了其中的一块石头 然后对着前面的屋子那儿就扔了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六十集 刚接触到的同时 就突然听到那地方传来了一阵声响 当的一声 此刻的我用着看傻子般的眼神盯着那家伙 石头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有响动吧 你觉得你做的一切很幽默吗 面对我此时说话的语气 那家伙原本喜悦的脸上 这时却突然变得严肃了 我倒是看不出来这家伙为什么会表现得这么难过 刚才的动静证明里面应该有人 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什么 我多少感觉有些疑惑 但就此刻的情况来看 可以证明这家伙是绝对没有撒谎 要不要先进去看看 说不定会有意料之外的惊喜 李长青说到这儿 突然间用着胡一般的眼神对我一笑 那眼神更是看上去十分的奇怪 我心中有些纠结 但到了如今这点上 似乎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思索片刻之后 我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请求 于是在趁着他们都未曾反应过来的同时 便慢悠悠地朝着那地方走了过去 刚一进门 一股阴凉的气息瞬间是扑面而来 如若不是亲眼看到 此刻的我甚至会有种说不出的害怕 退后 李长青突然大声对我说着 我顿感情况不妙 身体是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 眼神中也是带着些许的紧张和害怕 李长青回头朝我看了两眼 然后还是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那家伙会感到害怕 自然是我没想到的 这时候 破旧的小屋里面传来的动静 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 没事了 我思索片刻 然后用着连自己都不太确定的语气在那问着 李长青却只是在那跟着摇头 脸上的表情中更是带着些许的疑惑 还不清楚 需要进去看看才能知道 说完这话之后 他整个人变得小心谨慎了起来 在那倒吸两口冷气的同时 便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粗略来看 一切都是十分正常的 似乎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我谨慎地松了口气 此时却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已经缓和了不少 但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奇怪服装的小孩子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他那苍白的脸色 还有如此恐惧的面容 让我快要再接触到那家伙的一瞬间 差点没被吓得昏过去 收 李长青倒是十分的果断 将手中的符纸贴在这家伙的身上 不出所料 这东西果然是老湿了下来 平静地待在原地 没有半点动静了 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呀 回过神来之后 我对这眼前的东西 似乎也没有之前那么恐惧了 可李长青却将我往后一推 用着很是严肃的语气说 千万不要被外表所蒙蔽啊 好家伙 说出这样的话 似乎证明了这家伙一开始的决心 我点头 此时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废话 在跟着纠结片刻之后 便继续地观察了起来 貌似这个破旧的房屋里出现了眼前那小东西之外 却好像没有什么 这是僵尸 尸体体内蕴含着怨气 经过月光的吸收 才会导致尸体变异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李长青一边绑着眼前那小东西的身体 一边在旁边跟我解释着 我倒是对这东西没有太大的兴趣 回头看去 却发现之前还在追着我们的那几个家伙 早就不见了踪影 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理 所以才放弃了跟踪 我问 李长青摇了摇头 紧接着他把小东西的身体控制好了之后 却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如何对付苏伊 火无语 本以为这家伙会暂时不顾去追究这些 却没有想到到头来竟然还是这样 算了 说太多也没有意义 倒不如考虑一下 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些小东西吧 看着那东西 一双眼睛倒是觉得 有那么些许的可爱 但想到他会咬人 瞬间就变得紧张了起来 没办法 只能烧了他了 什么 这样子做似乎有些残忍 别吧 这样是不是有些残忍啊 我此时的表情中带着些许的紧张 整个人说话的语气都变得不太确定 那你说怎么办 总不能放置这些家伙不管吧 李长青内心当中的正义 不允许自己做出那么过分的事情来 所以才会如此的坚决 且果断 到了如今这点上 我却不知应该如何解释 只是木讷地待在原地 犹豫了好长时间之后 我的心里突然萌生出了一个特殊的想法 要不把这东西带到身边 你疯了 这东西咬人不说 还特别惧怕阳光 等天一亮 你觉得他待在我们身边还有活路吗 李长青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的想法 将是想要活命就必须要吸食人血 好在这东西看上去较为年轻 又似乎并未品尝过人血的美味 不然的话 见到你的第一眼有可能就是对着你的脖子上咬下去了 李长青无奈一笑 说出这些话的同时 好像更像是在威胁我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颤抖了起来 然后紧紧地捂着自己的脖子 表现出一副非常恐慌的模样 行了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符纸封住他的棺材 然后将他放回去 就在李长青准备要动手的时候 我却再次拦住了他 既然你都说了这家伙没尝过人血 那只要我们不给他机会 不就没什么问题了吗 李长青愣在了原地 似乎对我所说的话 表现出了非常惊恐的样子 你疯了吗 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了 我不说话了 但此时自己心里的想法 还是表现得十分明显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第二百六十一集 是的 如果带上这个东西的话 说不定能够把我们离开这儿 王大海那边的手下已经追上我们了 与其这么没命的跑 倒不如借着这个小东西 替我们挡一挡那些家伙 可万一让他见到血 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李长青显然有些动摇 但仔细联想到这件事情 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是 整个人的表情 也是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我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行事 尽量不去动手 这样不仅仅可以让这个小东西保护我们 也能够让一切都稳定下来 最终 那家伙还是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也算是答应了下来 行 但是必须让我随时监视他 你走在最后面 一旦发生什么情况之后 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斩上 我点头 倒也并不是因为 觉得这小东西可爱 只是想到 能够带着这个东西 才能够离开 所以绝对不能花 任何一点时间浪费 一路上 我们几人的速度 都是十分的缓慢 马上又要进过 王大海的别墅了 那家伙向来喜欢派人罢手 所以我们这次 绝对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我说着 然后小心翼翼地 朝着侧边所在的方向走去 此时 我突然看见了自己的车子 不出所料 车子旁果然守着那几个家伙 模样 看上去是十分的凶狠 也许王大海早就已经猜到 我们很有可能会坐着车子 偷偷离开的 这么长的路如果逃跑一直走的话 也不是办法 所以咱必须得想个机会重新回到车子里 我看着此时的李长青 很是激动地说着 李长青摇晃着脑袋 表情之中同样是多出了些许的疑惑 与此同时 在王大海家别墅的二楼 苏毅此时正盘腿坐在地上 慢慢地感受着自己身上的力量 这时候房间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谁 他猛然惊醒 用着愤怒的语气说 苏先生 我们少爷问你是不是饿了 所以打算给你准备些吃的 门外的管家用着谨慎的语气说 没事 我不饿 苏毅见对方无恶意 于是便跟着开口 那管家听完之后 应了一声 然后便再也没了动静 此时 苏毅站了起来 伸出了一只手 手上一股邪恶的气息 开始在掌心里不断地游走 那感觉非常的微妙 刚下山时 他就来到了纳木真去世的地方 可那个时候 那家伙早就已经被炸得连骨头灰都不剩了 一股怨念虽然趁着这眼前机会逃了出来 但由于自身的力量过于薄弱 所以复活纳木真几乎成了不切实际的行为 苏毅并不是趁人之危 只是当他在感受到那股怨念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怨念和自己竟然有着说不上来的融合契机 他做出了打算 便让这股怨念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对不起了 我没办法答应你复活纳木真 但是我认为 只要我彻底掌握了这股力量 我现在的实力应该不会比纳木真弱吧 为了确保自己的提升 苏毅抬头朝着眼前的柜子那儿看了过去 一瞬间那柜子竟然瞬间是砰的一声炸开了 此时还并没有完全融合 但没想到竟然已经是拥有了这么强劲的力量 看来等彻底进阶之后 对付李长青也只是十分轻松的事情罢了 另一边 我跟着李长青正偷偷地瞄着那车子 非要这么做吗 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怪异 此时忍不住问 废话 这里距离我家可有将近几十公里 我们两个平静一条腿 那得走到什么时候啊 李长青没继续说话 但看得出来 那家伙的眼神中透着些许的失落 虽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 但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李天正 我现在先出去引开那几个家伙 你趁机溜进车子 然后将车子启动 我回头对着李长青说 他啊了一声 脸上是充满了不确定 怎么 你不确定 没有 你去吧 健壮 我终于是下定了决心 于是朝着前方直接跑了过去 这高调的行为自然是引起了车子旁那几个家伙的注意 臭小子 总算是逮着你了 那几个人说话的同时便朝我身边冲了过来 我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 这时候我没命地奔跑 余光还落在了李长青的位置 那家伙成功上车了 太好了 我本以为这次的计划十分的顺利 但不曾想到的是 眼前一个大汉却突然间拦住了我 他手中提着铁棍 模样看上去十分的凶狠 小东西 我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 面对这家伙的威胁 我此刻紧张了起来 身体想要倒退 但却发现根本做不到 李长青那家伙也不知究竟在做些什么 这车子怎么还没开过来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问 我们少爷的意思 没有必要跟你解释 说着 那个家伙就要抬手 等等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就算把我杀了 你也要 坐牢是吧 哥几个不会要了你的命 只会把你打成残废罢了 说着 那几个家伙 利索地举起手中的棍子 对着我的胸口前 就直接砸了下去 一股疼痛感传了过来 我的身体狼狈地摔在地上 剧烈的疼痛感让我差点就快要玩完了 终于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李长青那家伙开着车子 朝这里冲了过来 哪怕这些家伙再狠 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肉体去扛住车子的速度 所以这些人全部避开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原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六十二集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在车子所在的位置 伸出手朝着上面扒了过去 可以说 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惊险的事了 李长青生疏的开车记忆 让我意识到情况有些不简单 踩刹车 我喊道 那家伙奋力地摆弄着油门和刹车 完全分不清楚这到底哪个是哪个 这下我似乎已经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糟糕 李长青突然说了一句 车子瞬间失去了平衡 然后朝着某个地方开始倾斜 猛烈摇晃的车身 让我的大脑陷入了空白 于是就在这样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车子翻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当我缓慢地睁开眼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正出现在一个车内的死角里 车门这时候已经被卡死了 让我几乎没有走出去的可能 我奋力抬手 然后对着车窗狠狠地砸了几下 总算是勉强地砸出了一个口子 李长青也是陷入了昏迷 没办法 我只能先让自己脱身 然后再想办法来救他 但就在我刚准备爬出去的时候 却突然注意到 自己的眼前出现了一双腿 还没来得及 等我看对方的模样时 却突然被眼前的一个重物 砸晕了过去 又是不知过了多久 我的脑袋在连续两次 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已经是疼得不行了 可这次等我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正出现在一片 十分漆黑的环境里 旁边一个东西 突然跟着挪动了两下 我感到很是惊慌 于是便朝着那方位看了过去 这才发现竟然是李长青 好疼啊 他捂着自己的脑袋 撑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算是醒了过来 显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哪儿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些人应该不是之前 王大海的那些手下 我不懂呢 李长青这时才明白 自己身上的东西 早就已经被那些家伙给带走了 等等 似乎少了些什么 你见到那只僵尸没 我用着很是谨慎的语气问 我记得 我将那东西带上车了 李长青也是小声地回应着 很快 我们两人就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那僵尸还在车子里 完蛋了 毕竟当时是我提出的这个请求 如果真的放人 那小东西不管的话 他随便咬了一个人 那后果自然是不堪设想 许君浩 都是你 李长青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我 忍不住在口中对我是臭骂一顿 我倒也没什么办法 毕竟这件事的确是我有错在先的 但就在说了两句之后 那家伙却突然冷静了下来 蹊跃了 我试探性地问 不是 只是单纯觉得骂你没什么用罢了 李长青松了口气 看上去倒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啊不用担心 那个小东西早就已经被我们的道士给带走了 这时候 一阵奇怪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我跟李长青顿感情况不妙 于是便朝着铁龙的门口靠了过去 看着那个突然走出来的家伙 你是谁 快放了我们 那可不行 既然被我们的人给抓住了 那你们就得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儿 说话的中年人 语气非常不客气 眼神中也是带着些许的挑衅 我有些生气了 但只是没办法 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这家伙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面对李长青和我的谴责 那家伙不仅没有感到半点愧疚 反而很是淡定地笑了起来 嘿嘿嘿嘿 哎呀 别天真了啊 在仪式还没有开始之前 你们最好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待着 仪式 什么仪式 你这个死老头子 究竟要干什么 李长青奋力地摇晃自己眼前的铁笼 语气之中更是带着些许的愤怒 可面对这样的时候 那老头子依旧当作什么都没听到 冷冷地朝着我们看了一眼 便继续朝着回头的方向走了过去 当他彻底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情况似乎已经变得很是糟糕了 完了 这样比起来 我还不如被那几个家伙揍一顿 想到这儿 我的表情中更是透着些许的绝望 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被莫名其妙地卷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呢 现在竟然还要丢掉自己的性命 李长青倒是十分的淡定 那家伙在一阵闹腾之后 不知道究竟是累了 还是想通了什么 总而言之 他看起来格外的安静 我们逃着去吧 他突然对我说 我也想啊 你告诉我怎么逃啊 你是能够让那些人主动地把钥匙交给我们 还是天生神力把铁笼打开啊 见他没有任何的举动 我大概认为这家伙或许没有想过那么多 天哪 这灵山的人修到的时候 难道都不带脑子的吗 就这样过去了将近半小时左右 门口又一次走出了几个家伙 虽然没有之前那老头子那般讨厌 但他们还是利索地把铁门的锁给打开了 走吧 其中一个人对我们说 等等 难道说这些家伙突然是良心发现 打算就这样把我们放了 我刚得意 却不曾想到身后的两人竟然瞬间把我们抓住 并且将我的身体和脚同时绑住了 干嘛 考虑到特殊的情况 所以我们长老说了 必须要把你们绑回去 长老 应该就是之前那挑衅我们的该死的老头子吧 原本想到那家伙我就来气 没有想到他安插在身边的手下 却也是不干好事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263集 让我找到机会 我一定弄死那个混蛋 李长青口中碎碎念着 想法总归是好的 但现在的我们好像已经要被他们给弄死了 这样折腾了很久 总算是被带到了门外 此时在周围有一个巨大的火堆 而我们在毫不意外的情况下 被绑在了那堆火堆的上头 灼热的火焰烧得我们浑身疼痛 可由于身体被绑得严实 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动弹 张天师 这时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将这两个家伙给带过来了 并且绑在了这木桩上 长老很是得意地朝我们看了一眼 然后客客客气气地对着身边那所谓的张天师说 此时一个留着落腮胡子 样子看上去很是严谨的老头子 点了点头 这样正好 那两个家伙身上的邪念很重 如果不将他们焚化的话 恐怕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什么 原来这些人会对我们动粗 正是受到了这个所谓的张天师的蛊惑 可恶 我跟你们究竟什么仇什么怨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我忍不住骂道 住嘴 死到临头了 还敢在这里嘴硬 在这种关键时刻 李长青却好像并不在意 只是眼神一直看着正前方的内副棺材 他紧锁着眉头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用着很是激动的语气问 你们 你们让那只僵尸长血了 小子 你说这话 还没等他们口中的话说完 眼前的那幅棺材便瞬间炸开了 一股力量传了出来 周围所有人都变得惊慌失措 此时 那原本看上去较为和善的小东西 这时候 他的双眼之间 竟然透着些许的杀意 所有村民开始变得慌张了 并且紧张地退到了一旁 诶诶诶 张天师 这这这怎么办呢 长老用着十分紧张的语气 在口中说着 放心 交给老夫 那所谓的张天师 还没来得及出手 小鬼头是纵身一跃 便贴到了他的身边 然后对着这家伙的脖子上 就一口咬了下去 随着一声惨叫 德高望重的张天师 双眼发白 身体痛苦地躺在地上 不断地颤抖 好家伙 一世英明就这么毁于一旦了 可我并不打算去在乎这点 因为我现在的身体 已经被绑得是严严实实的 所以那僵尸很有可能会马上接近我的面前 快替我们松开 李长青像是疯了一般 对着那几人咆哮着 其中一个聪明的女人 这时候果断地解开了我们脚下的绳子 身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重重地下坠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差点落到这堆火里 被直接烧成了灰烬了 这么滚烫的东西 一旦接触 怕是整个人就会当场丧命的 太那么惊心了 李长青跟我同时抱着眼前的这根柱子 利用眼前的空档张开嘴 将手上的绳子解开了 被火燃烧的这木棍 此时变得是越来越烫 若不是凭借着对生存的信念 我或许早就松开了身体 解开绳子之后 我和李长青两人同时落到了地面 看着那只正在咬着无辜村民的僵尸 它已经不再是小东西了 怎么办 刚落地时 我甚至顾不得疼痛 然后用着非常紧张的语气 对着李长青问 没办法 我现在身上没有任何道具 你赶紧去里面找找 看看我身上的步兜究竟还在不在 李长青的身体跟着退后两步 然后对着我嘱咐 我可不知道那东西在什么地方啊 就在我的话刚说完 那家伙却突然扔给了我一个指南针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 很快就能找到了 李长青似乎没那么多时间和我废话了 而是迅速逼近那只僵尸面前 然后和其牛打在了一起 我点头显然不想在这浪费时间了 而是迅速地朝着里面跑了过去 指南针这时开始飞快地转动 我来回地观察着 却始终看不清这究竟指的是哪 坏了 就在我很是疑惑陷入被动的时候 却突然注意到正前方的屋顶窗户那儿 挂着李长青的步兜 可那个位置实在是太高了 如果凭借我是根本无法到达那儿的 我仔细地搜寻了一番 却只能找到一根看上去不算太粗的木棍 虽然小的时候我跟爷爷学过爬树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么小根木棍或许并不能支撑住我 算了 死就死吧 我说服自己 然后把木棍贴进了屋顶 然后就像一只猴子一般紧紧地缩着木棍 一点一点地往上窜 此时我借着余光朝内方向看了过去 李长青跟僵尸两人正在苦斗着 在没有任何道具的情况下 他对付那家伙绝对不简单 虽然无法感觉到他内心当中的真实想法 但我认为他应该是很紧张的 折腾了好一会儿之后 终于是顺利地爬到了屋顶 可就在我认为事情到了这一步 似乎已经能够安全的时候 却突然注意到 我的双手根本无法碰到那个布兜 想要接近他的话 就只能顺着这个位置跳过去 可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扑空的话 那我不仅拿不到他 甚至有可能连自己的性命 都会交代在这里 看着眼前的情况 我吞了口唾沫 内心当中更是有着说不出的恐惧 许君豪 这次全靠你自己了 在说服自己好多遍之后 我最终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为了能够确保不会有任何的失误 我身体倾斜 几乎成四十五度角 随后 我蹬着双腿 借用这弹跳力 以及抛物线的原理 迅速地朝着那方向靠近 就在我认定 自己已经支撑不住的时候 身体迅速地缩紧 然后紧紧地抱在一团 在这关键时刻 总算是接触到了那个布兜 太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64集 虽然有些侥幸 但不得不说还是成功了的 可这样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 此刻 我突然发现 眼前的布兜 似乎已经支撑不住我的体重了 就在我试图想要抓住这根柱子的时候 身体却瞬间失去了平衡 然后重重地摔了下去 从这么高的位置 就算掉下去不会死 也会摔个半残的 我紧闭双眼 正在口中念叨着 自己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 由于角度的偏移 正好摔在了一旁的马车上 这马车上盖着一堆稻草 算是救了我的命 老天爷 真是太感谢了 我松了口气 却也顾不得自己身上的狼狈 然后赶紧拿着破旧的布兜 冲向了李长青那里 此时 那儿除了他之外 就只剩下躺在地上的尸体 李长青 接住 我大喝一声 在他回头的同时 将这布兜直接甩了过去 李长青总算是在空中 接住了这桃木剑 还有自己的几张黄符 破 他将黄符盖在桃木剑身上 并用力索的动作 刺进了这只僵尸的身体 一股寒气逼出 那僵尸在原地挣扎片刻 终于是彻底停下了动作 太好了 看到那家伙胜利了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然后缓缓地靠近他 别过来 李长青却突然瞪了我一眼 然后抬手阻止了我 虽然不明白这家伙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我只能选择乖乖听话 随后 他伸出手臂 此时我才意识到 原来他的手臂上 竟然留下了一道伤口 你被咬了 我突然想到 一旦被咬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他点头 然后用手中的符纸 压住伤口 可这样做 貌似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他将布兜里剩下的 一部分黄服 全部丢在了地上 将所有的尸体 全部盖住 随后 他生出了一团火焰 总算是将眼前这些尸体 全部烧为了灰烬 而李长青此刻 也是无力地靠在一旁 脸色苍白 你没事吧 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他苦笑了两声 然后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你觉得被咬一口 能平安无事吗 你可是灵山的弟子啊 的确是这样 但灵山的人也是普通人 我们只知道如何驱鬼捉妖 可身体跟普通人没什么不同 确实如此 说到底事情会变成这样 也是因为我的盲目 对不起 我没想到 因为我竟然会害死这么多人 内心当中的愧疚 让我在此时 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算了 这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这个村子里面 人乱来 打破了这只僵尸的本性 也不会落成这样的下场 李长青虽然口中这么说 但我认定他只是在替我开脱罢了 怎么办 你现在 放心 这个伤口不算很严重 况且我刚才已经用皇甫压住了毒性 你先带我回去 我需要好好疗伤 李长青说着 身体十分虚弱地靠在我的肩膀 虽然他的体重很重 但这时的我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只能是强撑着他的身体 一点一点地朝着前方走去 好在一切十分地顺利 当我们回到马路上时 李长青那家伙却似乎已经昏过去了 你没事吧 李长青 李长青 我有些紧张 奋力地摇晃着他的身体 在那拼命地喊着 可他却始终听不见 而是紧闭着双眼 看上去非常的平静 正是这种平静 让我更加担心他的安危 我有些绝望 在这片深山之中 即便找到了一条大马路 但始终还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车子已经完全报废了 而周围也不可能会有任何的车辆 加上我现在身无分文 只能一个人无力地拖着他的身体 一步步地朝着前方走去 我并不清楚 究竟还要持续多久的时间 才能到达目的地 还有 李长青他能不能够等到那个时候 正在我陷入绝望之时 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身后出现了一辆汽车 抱着适时的态度 我突然靠近这辆车子所在的方向 伸出双手想要拦住他 不出所料 对方及时刹车了 可即便如此 我依旧还是被这强烈的惯性 给直接撞倒在了地上 虽然很疼 但这比起李长青来说 简直算不上什么 你没事吧 车内突然走出了一个男人 年纪看起来三十多岁 戴着一副眼镜 看上去丝丝纹纹的 让我意外的是 这男人并没有谴责我 而是看我可怜 迅速将我和李长青抱进了车里 谢谢你 上车的那一刻 我对着眼前这男人 有着说不出的感谢 那一瞬 他在我的面前 形象是如此的光辉伟大 没关系 看你的样子 应该挺急切啊 所以你的举动 我当时也能够理解 男人一边开着车子 一边在口中很是淡定地说 我没说话 而内心中 依旧还是带着些许的愧疚 正好我也需要去镇子上 就顺带烧你们一程吧 对了 在旁边有医疗箱 如果你朋友需要止血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使用 我点头 然后迅速从旁边 找到了一个 看上去不算很大的医疗箱 虽然我并不知道 如何解除尸毒 但自然也不希望 看到这家伙的伤口 一点点地蔓延 我利用绷带 替他简单地包扎了之后 才算是松了口气 至于李长青 他此时脸上的表情 依旧是十分的痛苦 并且并没有苏醒过来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看着那个斯文的男人 小声问 我叫杨文海 是一名律师 你呢 啊 许君浩 这次 当我再次看向 眼前这斯文的男人时 脸上的表情 却突然出现了变化 毕竟 成为一名律师 是我小时候 最大的梦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故里远方 第二百六十五集 可由于我不学无术 所以在高中毕业之后 也就只读了个三流的大学 在那之后 我距离梦想就越来越远 而现在 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人罢了 廖家新能够看上我 或许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了 只是想到这儿 我却再次感觉 自己是那么的没用 我倒吸两口冷气 成为律师 应该是让人很幸福的事情吧 幸福 小兄弟 你可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了 最近因为一场官司 我已经是忙得焦头烂额 已经是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了 我没说话 正巧现在距离回到镇子 还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倒是挺想跟你说说的 或许杨文海自己都会有些无聊 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点头 自然是不愿打破他的情绪的 哦 好 没问题 半个月前 杨文海接到了一个案子 委托人是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女人 这女人的打扮非常奇怪 在来到自己事务所的时候 竟然戴着一副墨镜 并且不愿意让别人看清她的模样 小姐 你这是 在我不愿意透露自己真实面目的情况下 希望你不要问那么多 女人表情严肃 杨文海这时候自然不敢有任何的想法 而是在那儿跟着点头 说吧 究竟是什么事情 关于我丈夫的 他被指控在半个月前 杀害了一名二十岁的少女 杨文海对此并没有感到非常的奇怪 毕竟这样的事情已经是非常的正常 所以你认为你丈夫没有杀人 算是吧 但这一件事情 可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女人深吸两口气 然后喝了一口咖啡 说说看吧 将你所掌握的线索全部告诉我 杨文海很是平静 那段时间 我犹豫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所以出差了 而就在我回来的前一天晚上 警察通知我 跟我说 我丈夫杀了人 而那个人正是他的一名学生 名为李源 杨文海的眼中有些疑惑 却并没有打乱这女人口中的话 而是继续问 那你为什么相信 你丈夫是无辜的呢 我很清楚她 她是一个十分胆小谨慎的人 平日里连杀之机都不敢 又怎么可能杀人呢 对此 杨文海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淡定 但是当时警方告诉我 尸体是在我家屋子里面发现的 而且在凶器上 除了我丈夫的指纹以外 似乎也没有其他人的了 这样一来 事情的结果已经是显而易见 只是杨文海 而身体的某个部位 恰巧因为某种关联 被凑巧碰到一起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才怀疑自己的丈夫是被人冤枉的 的确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事的确能够成为一个突破口 可最糟糕的是 我丈夫偏偏那天失忆了 女人说完眼前这话 脸上的表情中更是透着些许的无奈 杨文海一时之间也是陷入了胶着 甚至完全不知该怎么开口 总而言之 我现在能够掌握的线索就只有这些 至于接下来 我就只能将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说完这话之后 那女人便非常平静地离开了 杨文海目送她离开 但此时的表情中 却依旧带着些许的疑惑 是不是觉得特别荒唐 杨文海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忍不住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我没有说话 但不得不说这件事的凶手 她的做法的确是残忍 其实 在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我一直都没有任何收获 可对于那个女人的丈夫 大概也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事情到了眼前这个份上 的确让人觉得十分的荒唐 抱歉 其实我不应该询问你的想法 毕竟你只是个普通人 根本不会了解那么多 杨文海说完这句话之后 忍不住苦笑了两声 而到了如今这个份上 我自然也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了 我是冯氏将 这时候 杨文海突然是一脚踩了刹车 车子停了下来 他也用着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我 似乎认定我口中所说的话 没那么简单 真的 他再次说 是的 我想这件事情 只有等将尸体完全缝合以后 才能做决定吧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 但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也只能证明一切都是上天的巧合 我深吸两口气 然后用着非常平静的语气说着 毕竟 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 我并不想辜负他的一片好意 太好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请你一定要帮我 毕竟这件事情十分棘手 正是因为没有办法 能够确定这零散的尸体 如果能够完全缝合的话 一定会增加机会 看着杨文海 那很是激动的样子 我自然不好意思多说什么 这是我的名片 等你忙完以后 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联系我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成功 一定会少不了你的报酬 说着 杨文海将自己手中的明信片 递给了我 然后继续开车 我点头 这个忙我一定会帮 至于报酬的话 就不用了 怎么样都行 只要你能够替我解决 眼前的这个最大的麻烦 那你就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 半小时之后 车子总算是回到了镇子 原本杨文海 打算直接把我送去医院的 但我还是拒绝了 那就先再见了 等你忙完这件事情以后 一定要联系我 杨文海的眼神中 带着些许的期待 他用着恋恋不舍的眼神 朝我看了两眼 最终还是离开了这儿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离远方 第二百六十六期 我把李长青带回了家里 把他的身体直挺挺地放在床上 可看着他如此狼狈的样子 我却不知应该怎么做 正当我陷入被动的时候 李长青那家伙却突然睁开了眼 然后朝我看了一眼 你醒了 他的身体还是有些虚弱的 而且声音也非常的嘶哑 怎么办 你的伤口看上去 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糯米 找点糯米 撒在我的伤口上就可以了 听完他口中的话 我便迅速地朝着厨房走了过去 好在自己的家里 还有储备的些许糯米 虽然平日里不怎么用得上 但这时候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准备了些许糯米之后 我便将其敷在了李长青的手臂上 可是刚一接触 便感觉到了一股灼热的气息 李长青直接疼得浑身颤抖 半边身体也跟着支愣了起来 没事吧 我有些担心他 所以不敢继续下去了 继续 他看我的眼神坚决 而到了如今这个地儿上 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继续将剩下的糯米 全都压在他的手臂上 这时候 伴随着一阵烟雾的扩散 此时的他的身体 似乎已经得到了些许的缓和 已经没事了吗 我松了口气 总算是不再紧张了 没有 这只是暂时性地压制住了毒性 接下来必须要将眼前这块肉 全部割掉 李长青说完这话之后 便迅速地掏出了一把匕首 然后对着自己手臂上 就狠狠地刺了下去 当我看到 他将自己身上那块肉 割下来的时候 整个人的身体都在颤抖 他咬着牙 明明是揪心般的疼痛 但此时却还是一言不发 终于 这块烂肉掉落在了地上 而我也是迅速将提前准备好的纱布 包裹在他的手臂上 李长青脸色苍白 但还是强撑着身体 我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说着 他缓慢地靠在一边的床头上 然后紧闭着双眼 此刻 我甚至担心这家伙 有可能会醒不过来 可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他还是醒了过来的 不过 虽然自己手上的伤口已被处理好 但身上传来的疼痛 却还是让他非常的难受 对了 你是怎么回来的 李长青看着我 然后用着很是疑惑的语气问 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也不想过多犹豫 沉默片刻之后 便将自己在那里遇到的事情 告诉给了他 所以 你打算帮他这个忙 人家毕竟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要是你能够出手帮助的话 倒也是好事一件呢 说到这儿 李长青却忍不住跟着笑了 实不想瞒 这件事 我还真能出得了手 什么 别忘了 我可是专门捉鬼的 虽然有些事情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这个家伙 竟然能够看见鬼的话 那就一定有办法 能够类似于招魂的那种 你会招魂是吧 我问 没错 但是招魂的前提 是必须要有一副完整的尸体 还有 鬼魂说的话 是不能当作呈堂证供的 这也正常 但最起码能告诉我们这件事 真正的杀人凶手会是谁 我有点饿了 他突然用着一副 很是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似乎在期待着接下来的事情 行 那你在这里等等 我去给你准备食物 说着 我便直接来到了楼下的超市 此时虽然已是晚上 但也不算太晚 可让我感到疑惑的是 原本热闹的街上 这时竟然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不知为何 这样的情况 多少还是会让人感到有些疑惑的 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一个人来到超市 随便买了点食物之后 便准备回去了 可就在回去的路上 周围的路灯 却突然间全都灭了 只剩下一片漆黑 好在手机的灯光 还能维持着些许的光亮 正当我继续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时 却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了一阵 女人的哭声 你没事吧 虽然感到很是害怕 但出于好奇心 我还是小心地问了一句 可让我感到疑惑的是 对方却依旧是自顾自地哭泣 根本就没在意我眼前的情况 此刻 我意识到自己好像已经被忽略了 一时间竟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既然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就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直接离开就好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便赶紧从这儿溜走 但就在我刚经过这女人身边时 对方却停止了哭泣 仿佛从一开始就已经算准 我会经过她身旁 所以一切就是那么的不凑巧 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正在不断地颤抖 虽说这种强烈的恐惧感 并未对我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由于情况特殊 所以我也不敢有太过荒唐的举动 正当我还在疑惑的时候 那女人却突然间回头 朝我看了一眼 当我以为这次出现在自己面前 一定是十分恐惧的画面时 却没有想到 只是一个看上去 十分普通的女人罢了 由于情况特殊 所以我一时之间 竟也不知如何是好 你 你没事吧 我再一次问了一句 既然对方的模样 看上去没那么恐怖 那我也就是只能自己 吓唬自己了 女人微微摇头 却并没有理会我口中所说的话 倒也是能够理解 在这种场合出现男人来搭讪 多少会让眼前的女人感到有些不对劲 既然对方对我没什么兴趣 那我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 朝着那女人礼貌地笑了一声 然后便准备离开了 可此时 那女人却突然抓住我的手臂 由于动作太重 所以我的身体被强行地拽了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让我不曾想到的是 那个女人却只是摇了摇头 表情当中更是带着些许的平静 由于现在情况特殊 所以我也不敢太过谨慎 只能平静地待在一旁 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能陪我一会儿吗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 那女人突然开口 我不明白 在眼前这个点上 我留下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可看着这女人如此娇羞地痛苦模样 此时的我似乎也变得更为纠结了 缓和片刻之后 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她的条件 你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我坐在一旁 此时全然不顾周围的情况 而是小心谨慎地在口中问着 这女人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表情看上去非常的痛苦 却连一个字都不愿跟我提 如此一来 我感觉自己有些多余 由于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便打算找个借口离开 可就在我抱着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那女人却好像完全看透了我一般 突然间靠近我的身边 然后轻轻地抚摸我的胸口 有人死了 不知为何 当她很是冷静地说完这话的时候 我却突然感觉整个人的身体都在颤抖 或许是因为眼前这个环境下 听到如此恐怖的消息 会让我多少感到有些不安 你说的人是谁啊 由于现在情况特殊 所以我不敢将一切问得太过仔细 只能是小心谨慎地在口中跟着说 李源 什么 我猛然想起之前碰到的杨文海 他当时口中所说的那个家伙 好像是 李源 事情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整个人都已经惊讶地说不出话了 李源 是被一个该死的家伙给杀死的 他很残忍 将李源身体分成一块一块 然后扔到锅里面煮 不知为何 当我听到这女人如此详细地形容 之前的那些画面的时候 却感觉整个人的内心 都有着说不出的恶心 可到了眼前这个点上 我却只能强行控制住自己 尽量不要做得太过分 那个该死的家伙 马上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他会死 会死得特别难看 女人说完眼前这些内容之后 原本平静的脸上 这时候竟然露出了些许狂妄的笑容 我不明白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 但不得不说 这女人现在的状态 已经达到了近乎病态的地步 如果事情不尽快处理 那很有可能会变得更糟 我尽量哆嗦着自己的身体 让一切表现得很是平静 你跟李源是好朋友吗 我自己也说不清 为什么脑袋会发热 问出了这个问题 女人停止了口中的咒骂 然后慢悠悠地 将自己的脑袋扭向我这边 你说什么 她没听见吗 我松了口气 庆幸自己的这个愚蠢问题 没有让眼前的女人听到 可就在我准备找个借口拒绝回答时 却发现这个女人的眼神 变得是那样的可怕 此时 我仿佛像是被鬼附身了一般 再次说出了那句话 你认识李源吗 当然认识了 因为我 女人说到这里 那原本看上去十分漂亮的面孔 瞬间撕裂成了两半 我就是李源 伴随着一阵猙獰的笑 李源的身体 如同疯了一般 朝着我就扑了过来 我几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只想要身体往后退 但是 却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那张恐怖的面孔 近距离贴近我的眼前 脸颊上所渗透出的血 就这样滴在我的胸口 这次只是给你一个教训 如果你敢答应那个该死的律师 那就等着给自己收尸吧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的眼前瞬间是一片漆黑 可这过程持续的时间不算久 当我再次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正一屁股 坐在旁边的臭水沟上 周围的路人 则用着很是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此时 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上 竟莫名其妙地 捏着一堆纸钱 我吓得赶紧将这些东西丢了出去 随后 屁颠屁颠地 朝着回家的方向跑去 回到家里 李长青正坐在沙发上调养身体 看着他的样子 我也不忍心去打扰 只能是匆匆地跑到浴室 将自己脏兮兮的一身洗干净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脏东西 在浴室的门口 李长青 用着很是严肃的口气对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边冲着身体 一边小声地询问 从你进门的时候 我就已经闻到了一股很重的怨念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小子应该又是惹上了什么不该惹的东西 冤枉啊 我只是去了一趟超市 没有想到这回来之后 就撞见了这么灵异的事情 但对于这件事情啊 我却并没有解释给李长青 那家伙虽然会替我解决 但由于这次事情已经让他受到了重创 况且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那个 没什么事 不用担心我 可就在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却突然有些后悔 李源给我的警告绝对不可能 只是说说的 如果我硬要插手这件事 很有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李长青的确是唯一能够帮我的人 可我为了照顾他的状态 竟然头脑发热 拒绝了他的好意 此刻 我刚想改变主意 却听到门外的李长青 传来了一阵轻松的笑声 也对 有些劫难是因你而起 所以这些事情旁人不可插手 至于该怎么解决 就得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什么鬼 我完全听不懂这家伙口中的话 但李长青好像并没有打算跟我解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 远方 第二百六十八集 许君豪 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 所以的事情在没有解决之前 我想我是不会再回来了 什么 我刚想阻止 但却听到外面一阵开门声 之后就彻底平静了 不是吧 那家伙说了一堆听不懂的话之后 就强行将这次事情交给我自己一个人处理吗 我擦洗着身体 然后一个人跑到了客厅 看了很久 终于可以确定 那家伙的确是离开了 李长青 你可真是够绝情的 唉 我虽然心中不爽 但心里想到他之前所说的那句话 似乎也能够明白他内心中的无奈 经历了这么多 可以确定 那家伙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况且 总觉得他所说的话并没有那么的简单 似乎有着更深的含义 反倒是因为这次的事情 让我变得更加纠结 究竟要不要答应杨文海 就这样 我靠在沙发上沉思 然后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 醒来之后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 一阵刺眼的光亮折射进客厅 即便此时的我依旧是十分的疲惫 但却没有半点困意 睁开眼睛之后 我随意弄了些吃的 而正在此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李长青来到这儿的情况不大 所以唯一有可能的大概就是观泥越了 上次事情结束之后 我跟那个女人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碰面 加上这次李长青的事情 想必他也是不清楚的 进来吧 想到对方有可能是他 所以我也没有拒绝直接开口 可随即传到客厅的 却是一阵皮鞋的声音 我有些疑惑 趁着刷牙的功夫 将自己的脑袋探向了客厅 却发现那个人竟然是杨文海 我的天哪 他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由于情况特殊 所以我对这家伙 还是存在着些许的警惕的 理由也很简单 我昨天收到了死亡的威胁 徐军昊先生 不介意花点时间跟你聊聊吧 此刻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匆匆洗漱完之后 便邀请他坐在了客厅里 上次的事情你还记得 那个时候你说你会逢尸 所以我才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你 可我记得 当时你主动将联系的方式交给我 你怎么又会知道我的住址呢 我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用着一副很严肃的语气说 抱歉 因为我是律师 所以可以找到一些特殊的方法 了解到你现在的住址 随意窥探别人的隐私 的确是一件让人不开心的行为 但不管怎么样 这家伙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绝不能因为这件小事 就对他产生意见 说吧 这次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我愣在原地 然后用着一副 很是平静的语气问 我已经向上级申请 李源的尸体 你拥有可以接触的权利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这个忙 替我将那个女人的尸体重新缝合 我突然想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此时的身体跟着是一阵颤抖 那个 我可能 遭遇眼前的情况 我似乎也不想隐瞒 我支支呜呜地在原地愣了半天 终于还是叹了口气 算了 告诉你实情吧 之后 我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听完这些内容 那家伙的脸上 却是带着些许的平静 似乎并不相信我口中所说的话 按照你的意思 李源小姐已经变成了恶鬼 并且要挟你 如果你参与到这件事情的话 他就会对你的生命造成伤害 对吗 他重复了一遍我刚才的内容 但当我自己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在常人眼里 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杨文海突然起身 却突然对我鞠了个躬 许军昊先生 我一直相信你是个好人 在没有调查出事情真相的时候 你也一定会同意帮我们这个忙 可如果你想要拒绝我们的话 倒也完全能够理解 只是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无奈 面对一个无神论者 即便我再怎么去解释 他也绝对不会相信的 所幸到了如今这个点上 我也只能是跟着摇了摇头 抱歉了 我想这件事情 我可能帮不了你 没关系 这是你的权利 杨文海说完这话 便突然间起身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接了电话 可原本失望的脸上 却是瞬间变得惊讶了起来 看到他这样的表情 我顿感情况有些不妙 就在自己还在犹豫中 那家伙却突然间回头 然后对着我说 嫌疑人的妻子 也正是之前的那个委托人 他死了 什么 谁说事情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这个消息 确实对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我和杨文海来到了案发现场 这儿早就被许多警察围住了 而我们也正是因为特殊的身份 所以才能够进来 此时 那女人的尸体 正僵硬地躺在家中的地板上 粗略来看 死者是被吓死的 得到这样的分析报告 我们确实感到非常的疑惑 杨文海紧锁着眉头 拿着手中的这份文件 此时的情绪也变得有些奇怪 按道理来讲 事情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她已经没有任何插手的必要了 可是 杨文海那张斯文 且沉默的脸上 似乎已经代表了她的决心 相比之下 我突然觉得自己 是那么的自私自利 看来 这次的事情 已经变得更加棘手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一定是有人担心嫌疑人会被释放 所以打算通过杀害她的妻子 从而灭口 从目前分析来看 这种可能性的确很大 但这样也无疑证明了凶手 是另有其人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民间逢诗教 演播 顾礼远方 第二百六十九集 事情陷入了另一个胶着的地步 我原本不该插手 可当我看到杨文海脸上 那透着些许失望的表情时 却也不忍心让尸体就这样继续下去 那个 我答应你 做了一番内心的挣扎之后 我最终还是开了口 杨文海的脸上 带着些许的吃惊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你说的 都是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 到如今这个点上 自然是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的 所幸 我也直接承认了 自己内心当中的真实想法 听完我的话 此刻杨文海却表现得更加激动 在那儿笑了两声 然后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虽然不明白 你当初为什么会拒绝 但我能够明显看得出 你很害怕 我点头 但是却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因为这种所谓的恐惧 绝对不是他们能够感受得到的 你放心 只要你参与到这件事情 我们会派人24小时保护你的周全 虽然这家伙口中的话让我放心 但我能够明白 想要对付那个威胁的话 也绝对不是那么轻松的 此时 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疼痛 后背也跟着传来了良意 当我回头看过去时 却发现那个女人正站在背后 用着一双冷漠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我 你等着 她虚弱的语气说完了这话 然后身体迅速消失在我的面前 是李源 我没有遵守她的条件 所以那女人绝对不会轻易地放了我 为什么 我这么做的目的 不过就是为了想要替她伸冤 难道她真的不愿意吗 徐军浩先生 你没事吧 突然 杨文海摇晃着我的身体 然后瞪大了双眼 用着很是紧张的眼神看着我 此时我才回过神来 然后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不过 事情也绝对不会像我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我们暂时先离开这里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带你去见李源的尸体 说着 杨文海带着我离开了 可这时候 当我们来到电梯门口时 却发现这儿出现了故障 好巧不巧 在这点上有问题 我的心里 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但此时 却根本不明白 接下来 究竟会发生什么 已经等不及了 咱们走楼梯下去吧 杨文海对我说 想到这里 我只能跟着点头 然后小心翼翼地扶着把手 一步一步地 缓慢朝着底下走去 由于我的动作过于谨慎 所以会让杨文海 感到有些奇怪 你身体不舒服吗 他问 我摇了摇头 但是并没说出原因 杨文海没有追问 而是继续朝着底下走去 可此时 他的脚底下突然一滑 整个人的身体腾空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朝着底下滚了过去 在连续滚了将近几十级台阶之后 他的脑袋重重地砸在对面的石砖上 立刻就昏了过去 立刻就昏了过去 我要上前 可李源那女人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伸出双手 用着一副凶狠的表情看着我 许娟浩 你之前怎么答应我的 面对这个女人的威胁 此刻的我并没有害怕 内心当中更多的 却是来自于对这个女人的愤怒 为什么是杨文海 我本以为这次遭遇意外的人会是我 我早就已经说过 只要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活下去 这家伙阳气很重 可能一次两次不会没命 但谁能够保证 次数多了以后 他还能够像现在这样呢 李源再次露出那近乎病态的笑容 我内心愤怒 伸出自己的拳头 对着那女人面前挥舞了起来 可李源却瞬间消失了 那女人虽然可恶 但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杨文海 你没事吧 我扶着那个家伙的身体 却发现他的后脑勺 此时正在不断地流血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很有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没命的 我奋力地呼喊 拖着他的身体 飞快地朝着楼下跑去 这时候 也已经顾不上自身的安慰 只要能够及时地将他送到 终于 算是遇到了几个路人 在他们的帮助之下 我将杨文海送进了急诊室 但由于他失血过多 且后脑勺受到了剧烈的震动 所以这次的手术可能会有相当的危险 我一个人守在手术室的门口 此时的内心中更是愧疚 如果我不插手这件事 是不是他就不会遇到危险 等等 也许事情并不是这样 李源早就说过 只要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的人都会死 所以嫌疑人的老婆才会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而杨文海 从他坚定地想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开始 就已经成为了下一个目标 想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他们在制造这种未知风险的时候 却还是义无反顾的参与当中 我在面对自己救命恩人的时候 竟然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打算拒绝 许军浩 有的时候 你真的是连废物都不如 我抬起头来 此时手术室的灯光亮了起来 主治医师也已经走了出来 情况怎么样 我迅速地过去 小声地问 好像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期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医生用着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颤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